男主带着系统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有的人觉醒了兵之力 有的人是火之力 又或者是土之力 这些都被称之为艺术 男主虽然什么艺术都没觉醒 但是他可以复制 只要触碰别人的身体 就能复制别人的艺术 这种老六的行文 我好喜欢 昨晚的仙女座流星雨非常漂亮 只不过流星雨过后 有一颗小雨点不小心掉到了刘家大院内 林秀就是跟着这颗小雨点 穿越到了同名同姓的女主身上 此时 林秀刚醒来就看到一个大胡子男 直愣愣地盯着她 她一紧张身体自动做出应激反应 下一秒 就听到了淡碎的声音 慌张的林秀 还以为自己一个直男在家就被那啥了 通过两人对话得知 原来大胡子叫孙大力 是林秀的贴身护卫 而林秀则是林家的独苗 听吧 林秀便冲出了林府 来到街上一看 见状 现在他更少 这周围怎么看也不像横电 难道他穿越了吗 突然 当他看到有人在天上飞来飞去后 他的CPU立即出现高温过载的情况 于是非常干脆地晕了过去 当他再醒来后 就跟着孙大力坐在林府民土发呆 就算有石头准备砸到他头上 他也完全没反应 只是一个劲儿地在哀声叹气 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秀才把穿越的事情想通 既来之则安之 穿越就穿越吧 反正地球上每天都有人穿越 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 正当孙大力准备扶起林秀时 两人的手触碰的一瞬间 神奇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系统在林秀的脑海中被成功激活 此时 林秀还没来得及思考 下一秒钟 系统提示 正在加载中 孙大力不知道公子要对他干什么 但他的手已经被林秀抓住有好一会 还是食指紧扣的那种 只不过 两个男人食指紧扣 怎么想都让孙大力觉得一阵脸红 但是 林秀完全不在意这些 加载完毕后 系统提示他获得了新艺术 力大无比 几分钟后 两人的手终于松开了 孙大力则是哭着跑开的 他的手被一个男人握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干净 与此同时 觉醒了艺术的林秀 一把就把石头给抓碎 这一幕给跑开的孙大力 看得一愣一愣的 此时 林秀两眼冒光 他感觉到自己的力气突然变得好大 这应该就是孙大力所说的艺术 他觉得能复制别人的艺术 这种事实在是太爽了 为了保险起见 还要找一个人来再验证一下 林秀记得之前孙大力说过 品香阁有一位会授予的小姐姐 既然如此 那就要去品香阁看看 顺便验证一下 一盏茶后 林秀刚到品香阁门前 就有几名漂亮的小姐姐凑了过来 积极地推销自己 说什么可嫌 可甜 可欲 可罗 显然 我们的林秀不是那种人 他要找的是会授予的小姐姐 甩出一袋银子 便叫他们带自己去见那位小姐姐 此时 林秀在包厢内没等多久 就看到一位小姐姐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会授予的海棠 双方按照古人的规矩 相互问好之后 林秀便问出了此次来此的目的 立即叫海棠翻译身旁 这只小鸟所叫的意思 海棠随口就说 小鸟在夸林秀长得俊俏 闻言 林秀则是满脸的狐一 思考了五秒钟后 他就识然了 看来这个海棠还真的会授予 原因就是林秀也觉得自己本来不很帅 光凭这一点就能证明海棠真的会授予 想通之后 林秀突然抓住海棠的手 等待系统的复制 果然 系统没让他失望 提示林秀正在加载中 时间光过没一会 就已经加载了99% 不准备成功的时候 窗户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砸开 吓得林秀立即松手 结果就是 系统提示加载失败 这一下可把林秀气炸 谁能理解 当优盘拷贝了99%后 被人强行拔除的感觉 家人们谁懂 男主为了不与天下第一美女结婚 被小姨子逼得 居然跑去逛青楼 事发前一分钟 林秀还在与青楼的海棠姑娘 手拉手复制一数 下一分钟 就被人打扰 复制进度卡在了99%处 只见 包厢内冲进来一位冰冰冷冷的小姐姐 一开口就叫林秀跟她回家 闻言 林秀满脸的不爽 张口就叭叭叭叭叭的朝小姐姐开骂 因为 没人感受过 当优盘拷贝了99%后 被人强行拔除的感觉 冰冷小姐姐也不惯着她 直接一脚就把林秀的椅子踢飞 看到来人如此之猛 林秀立即向包厢外爬去 边爬边向孙大力求救 她要状告这个女人 光天化日之下强强名难 接着 小姐姐一个手刀 女人搞偷袭 不讲武德 原来 这个小姐姐是林秀的小姨子 为了姐姐才不得不对林秀严加管教 特别是逛青楼这种事 天色渐黑 这一觉林秀睡得十分香甜 居然睡到了月亮高挂 待她醒来后 就看到孙大力又出现在她眼前 把她吓了一大跳 她这一动 尾追捕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通过两人的对话得知 她的屁股是被她小姨子踹的 当时不是孙大力不想救她 而是孙大力根本打不过小姨子 据说 小姨子可是拥有天接的 兵之一属 刚穿越过来的林秀 当然不了解这些 孙大力也只能跟她慢慢解释 小姨子乃是赵家二小姐 名叫赵灵音 她的姐姐 也就是林秀的未婚妻 叫赵灵俊 听话 林秀感觉自己遭受到了一万点的暴击伤害 她在地球时可是堂堂的一袋海王 到了这里居然被包办了婚姻 她决定 这个婚约必须想办法解除 绝对不能让婚约影响自己以后策马奔腾的幸福生活 突然 林秀手上感觉一片冰凉 她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便问大力 自己是不是被小姨子给扛回来的 得到大力确定的回答后 林秀瞬间觉得自己被打的这锅不亏 果然又把小姨子的艺术给复制过来了 原来 真的只要身体接触就能复制艺术 想到这 林秀感觉自己要发 于是便问大力 哪里拥有艺术的人最多 得到艺术院的这个答案后 林秀觉得自己得想办法混进去才行 毕竟 在这个世界中 拳头才是道理 想通这些后 凭借蚊子在小野食肉的想法 还是要去一趟品相隔 要把兽语这个艺术弄到手 不然就白被小姨子揍了 没过多久 林秀又见到了海棠姑娘 这次林秀连前戏都省了 一来就抓住海棠姑娘的手 开始了复制 包厢内 两人边复制边聊天 海棠姑娘为了赢得林秀的欢心 差点把自己的前世惊声都交代了出去 林秀则是边复制边安慰她 说什么这个事倒艰辛 不是一个女子可以承担的 还有 洁净与肮脏 全凭本心不在皮囊 文言 林秀这些话把海棠姑娘说得眼泪汪汪的 从没有人跟她说过这些话 海棠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恨不得马上一身相许 细分正直暧昧之时 系统提示复制完成 林秀突然就把海棠的手撒开 让她一下就摔倒在了桌上 尽管被林秀这样对待 但 海棠还是向林秀表露出自己的心声 表示自己会努力赎身 将来会做一些正经的小买卖 只不过 林秀没给她回复 直径地向民口走去 就在她经过鸟笼时 听到了鸟叫 瞬间听懂了小鸟的叫声 意思是 鸟爷看到林秀要走 让她给鸟爷笑一个 下一秒 林秀猛然地回头 朝着鸟爷露出她认为最真诚的笑容 这颗把鸟爷吓得鸟毛炸飞一地 带林秀走出品香阁的大门后 内心觉得既然拿了海棠姑娘的意思 那么做人要懂得感恩 看来以后要经常来品香阁 照顾照顾海棠姑娘了 这是在为以后能光明正大的逛青楼 找到了一个好借口吗 只是 她还没走几步 突然 从身后传来政治谈议 立即让林秀心中有种古妙的感觉 回身一看 果然 是小姨子追来了 只见小姨子一脸的阴沉 朝着林秀不断地笑 好像看到世间最好笑的事 关于跟天下第一美女结婚这个事 林秀是非常反对的 于是便去逛了青楼 刚从青楼出来 就看到了小姨子 两人一见面 小姨子就把林秀壁冬到了墙上 通过两人的规划得知 原来 小姨子看到林秀又从青楼出来 就认为她又是去干坏事了 林秀刚想狡辩 就被小姨子拿取消林秀与姐姐的婚约 作为威胁 谁知 林秀听到这个好消息 竟然不经意间使出了大力一数 详情转身过来打扶小姨子 对于小姨子这么友好的提议 她非常恶意配合 还异常急迫地要在今天举行取消一事 文言 小姨子抬手就准备给林秀再来一记手刀 林秀心中惊呼 说取消婚约的是你 别人同意了 你又喊打喊杀 你还讲不讲道路 下一秒 林秀一把抓住了小姨子打来的手 只不过 林秀无意中用出了冰制艺术 让小姨子被抓的地方泛起了一层冰霜 瞬间 小姨子发出惊呼 明白了林秀这是觉醒的艺术 见状 林秀不知道怎么解释 不可能直接告诉小姨子 自己根本没觉醒什么艺术 自己的艺术都是复制别人的吗 小姨子的脸色突然一变 微笑着告诉林秀 他既然觉醒了艺术 就要好好的修炼 如果再被他发现去逛青楼的话 就要打断他所有的腿 小姨子说完就哼着小举走远 眼见如此 林秀则是满脸的问候 自己获得了艺术 小姨子怎么比他还高兴 没过多久 林秀刚走到家门口 大力就迎面扑了过来 告诉林秀 他老爹和老妈都回来了 果然 两人正在门口等着他 眼见原身体的父母都来了 林秀心思急转 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应付的好办法 那就是 装失忆 几人在对话中 对于林秀不认识父母的事 孙大力则是努力地向二老解释 原来 是因为林秀被陨石砸中 伤到了脑子才会失忆的 但是因祸得福 还觉醒了天街的兵之艺术 听罢 父母两人便放下心来 都在说 只要林秀的人没事就好 老爹老妈都不求他能出人头地 只要平安就好 关于林秀 老爹还帮他尝到了 清丽丝文书的一份工作 虽然不是什么大官 但公子也足够林秀生活无忧了 此刻 两人对林秀的关爱之情 都是出自真心 把林秀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可能是因为上一世 他是孤儿从未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一口气喝完一碗汤 感觉这汤就是妈妈的味道 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 这难道就是家的温暖吗 吃饭期间 父母两人想了想 觉得赵家与林家婚约这个事 还需要慎重考虑 因为他们觉得 现在林家与赵家已经是天地之别了 所以这份婚约 有点林家高攀到家的意思 听吧 林秀也觉得是这样 与其低声下气的去结婚 不如早点把婚约取消掉 父母两人见林秀如此痛快地答应 都有点失惊 随即 又安慰了林秀一番后 老爹答应马上就帮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争取能早日完婚 赶紧让二老抱上孙子 人言 林秀拔腿就好 他觉得自己才18岁 结婚这种事对他来说太早了 第二天一早 林秀就开始思索艺术的提升办法 只是他才到这个世界几天啊 对这些事完全没有思路 但他又不好直接问人 不然会被其他人察觉他不是真的林秀 突然 大门被打开 来人正是小姨子 一开口就叫林秀跟着他走 小姨子居然让姐夫脱光衣服 这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一大早的 小姨子就带着林秀来到了艺术院 原来 林秀的艺术觉醒得太晚 已经破过了艺术院报名的时间 小姨子是通过自家的关系 让院长答应接收林秀入学 林秀没想到 惊喜来的这么突然 上一分钟他还在为怎么提升艺术而发愁 下一分钟就成功入学了艺术院 周围的人见状都一论开了 其实 大家都知道平安博的儿子林秀 以前是一个废材 现在都能觉醒艺术 还真是件稀奇事 而且 现在居然还进了艺术院 看来应该是赵家出手 此时 就连林秀也觉得自己是在吃软饭 而且这个软饭还非常好吃 既能解除掉婚约 又能进入艺术院 看来这小姨子还真鼓励 想到这 突然听到小姨子跟林秀道歉 居然是为了之前的事 通过两人的对话得知 林秀以为小姨子能说到做到 让林秀退婚 没想到的是 小姨子反悔了 说什么赵家一诺千金 无论发生什么事 婚约依旧 这可让林秀傻眼了 感觉是不是小姨子拿错了句的 剧情不应该这么走啊 接着 小姨子还安慰林秀 说他虽然艺术觉醒的晚 但 前吞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最后 小姨子还告诉林秀 他姐姐已经是第五次觉醒 想配得上他姐姐的话 就要勤加练习 要是再改偷了 他就直接垂死林秀 两天后林府内 林秀正在努力地修炼 原来 艺术的每一次觉醒 不仅仅是实力能得到显著的提升 还可以解锁全新的技能 觉醒的关键 就是积蓄足够多的原理 艺术修炼最快的方法 就是在相对应的环境中 不断地垂炼自己 但是 现在太阳下都能烤入的大热天 林秀想要修炼冰制艺术 有点是被公办的效果 差点把他的老妖都炼废了 两个时辰后 林秀修炼完毕 出来想喝点水休息休息 却发现自己的力气 突然变大了好多 原来 他在修炼冰制艺术的时候 励志艺术也跟着得到了提升 修炼一种能力的同时 其他能力也能齐头并进 这也太秀了吧 此时 正当林秀还在暗自开心的时候 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回头一看 原来是小姨子来了 小姨子这神出鬼没的方式 林秀已经开始免疫了 只不过 这次有点不同 小姨子进门后第一句话 就是让林秀脱光衣服 话音刚落 就把林秀给整破坏了 扭扭捏捏地想要来个欲据还迎 可是话还没说出头 小姨子一挥手 释放出无数个小冰块 下一马 林秀的衣服瞬间就被冰块给蒙碎开来 只是可惜 他的裤子居然没事 就这样 小姨子把门一关 两人在房间内待了足足一个时辰 当房门再次被打开时 小姨子脸色红扑扑地走了出来 丢下一句 表现不错 明天他还要来 是他明天继续婚姻小姨子光临 没多久 待小姨子哼着小曲走出林府后 大力才鬼鬼祟祟地出来问林秀 是不是已经把姐妹俩都拿下了 对于一起真实的杀人案件 犯罪分子被抓到后 却只被关押了两个时辰 便被放了出来 还真是没天理 一分钟前 小姨子走后 大力还在打去林秀 说他想把姐妹俩人一起拿下 人言 林秀耐心地给他解释 原来 小姨子来林府与林秀又是脱衣 又是独处的 全都只是为了帮林秀 人为制造相应的修炼环境 让林秀能快速地提升艺术 说吧 便让大力明天陪他一起去清丽丝 还大意理人地说 自己不能一直不上班就拿工资的 真是不要理 第二天一早 林秀带着大力来到了清丽丝的门外 发现里面人头攒动异常热闹 于是 两人也跟着人群进去看看 是不是有大抽奖之类的活动 只不过 里面正在针对一起命案进行审理 此时 双方对于小女孩王氏的死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女孩的父亲 认为自己的女儿一向洁身自豪 不可能会随便进别人的府里陪侍 而秦聪却说 是因为王氏收了他的银子 所以才自愿进府陪侍 绝对没有人逼迫他 听到这 还真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一时间大家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但是 周围的群众都不看好老王头 因为他们觉得哪有平民能告赢权贵的 最后 清丽丝大人总结道 由于证据不充分 所以王氏的自议案 不能证明与秦聪有关 大人刚说到这 忽然就被林秀打断 接下来 林秀就开始了真相只有一个的表演 他检查完尸体后告诉众人 王氏并非自意身亡 如果是自意 那么双脚会无力下垂 但 此人双脚将硬指天 说明他极有可能在上吊前就已经死亡 而且 自意死的人 会舌尖外露 面部呈现青紫色 此时 林秀的这番话说完 在场的所有观众 犹如醍醐灌顶 恍然大物 如梦出现 一声巨大的金堂木响起 最终 大人采纳了林秀的意见 便宣布 此案一点甚多 先将秦聪暂时收押 说罢便宣布退堂 文言 秦聪照着自家的强大背景 倒是自信满满的样子 他认为自己不会被关很久 就能出来的 带众人走后 老王头不停地朝林秀磕头往下 扶起老人家后 林秀心想 自己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左右的 两个时辰后 艺术院大门外 秦聪被官府释放出来后 见状 林秀也惊讶于秦家的势力之大 杀人这么大的案子 居然才被关押两个时辰 就被放了出来 此时 秦聪朝林秀叫嚣着 要打断林秀两根肋骨 来换他被关押的两个时辰 现在 轮到林秀紧张了 他才穿越到这世界没几天 虽然复制了几种艺术 但是 林秀还从来没跟任何人打斗过 关于打脚 他没有任何经验了 秦聪可不管他这些 刚把艺术推动起来 下一秒 他的双脚突然被冰封了起来 冰封沿着他的脚掌 向着小腿蔓延上去 见状 秦聪稍微一愣神 就知道是谁出手 全艺术院 只有一人拥有天街的冰制艺术 于是 大声地喊出赵林音的名字 叫他放开自己 赵林音根本不吝他 虽然林秀这个男人除了帅 几乎没什么优点 但 也只能自己和姐姐才可以欺负 哪轮得到外人来欺负 直接 犹如女足一般 把秦聪踢飞十多米 最后还警告秦聪 再有下次就把他直接射进球门 闻言 秦聪可不敢跟赵林音过不去 但却敢朝着林秀 叭叭叭叭地放了几句狠话 变灰溜溜地跑 看到人走了 林秀才问小姨子 秦聪使出的是什么艺术 小姨子告诉林秀 是地阶的实质艺术 现在的林秀还不是秦聪的对手 需要林秀再觉醒一次艺术 就可以把秦聪按在地上摩擦了 听吧 林秀终于下定决心 要尽快变强 在这个世界上 有实力才是爸爸 作为一代海王 不仅要会观察各种女人 还要学会观察各种男人 月黑风高时 林秀为了多了解艺术的事 在学院里看书 看到很晚才回家 一路上 主仆俩有说有笑地赶路 忽然 一只小狗对着一条小巷 不停地狂吠 林秀能听懂兽语 小狗的意思是 这个人在巷子里藏了那么久 到底想干什么 这句话把林秀给吓了一跳 吓一秒 一只泛着金属光泽的飞镖 直奔林秀而来 只见大力三步并坐两步上前 挡在了林秀身前 替林秀结结诗诗地挨了这一标 此时 一名黑衣人已经来到了大力的身后 一箭劈出 又要把大力劈成两半 只可惜 被大力躲开了 此时此刻 林秀被吓得都快尿了 他活了两辈子 还是第一次遇到刺杀这种事 而大力则发现对方居然已经做到了真气外放 明显是个高手 便叫林秀先跑 他来殿后 只见大力扎好马步 把一只艺术的马力开到最大 加上吃辣的劲 一记重拳轰了过去 就算黑衣人已经做出防守的姿势 但还是没用 一生地想过后 十字乱飞并扬起了一片烟尘 最后站着的依旧是大力 见状 就连大力都无比开心 他都没想到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把他高兴得嘎嘎直乐 只不过下一秒 大力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此时 林秀作为一代海王 不仅观察女人仔细 连男人他都没放过 他看到大力受伤的地方 流出的血液颜色不对 立即猜到标准有毒 一战查后 林秀把大力扛回了家 正焦急地等待太医院的医生前来救治 对于今天林秀被刺杀的事 身边的老爹让林秀好好回忆一下 最近得罪了什么人 闻言 林秀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秦聪 只是 还没等他想清楚 就见太医院的医生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白双双姑娘 名字跟他的穿着一样 都是那么白 白得令人心旷神意 白姑娘上来 就给大力来了个全身C体检查 然后告诉家属 没什么大问题 他能搞定 最主要的是 他不收红包 说完 就施展出治疗艺术 肉眼可见地看到大力的脸色逐渐好住 没过一会 大力体内的毒素都被清理了干净 此时 看到自己的保镖没事了 林秀恭恭敬敬地把白姑娘一直送到门外 直到看着马车已经走远 他才回过神来 感觉这治愈艺术也是一个好东西 要想办法复制一份过来 突然 小姨子又出现在林秀身后 这给他想了 立即把今天遇到的所有事 一五一时的都告诉给了小姨子 并说自己是出于礼貌 才出门送送白姑娘 绝对没有沾花惹草的意思 终于 就在林秀好话说紧 就差纸片发誓的时候 小姨子才告诉林秀 他已经知道整件事情的经过 现在过来 就是为了确定林秀的人身安全而已 最后 两人在一起分析案情 到底是谁派人刺杀林秀的 按照小姨子的分析 他与秦聪那点事 根本不值得秦聪对他下黑手 因为刺杀权贵属于重罪 是要搭上整个秦家陪葬的 文言 林秀心中猜测 如果不是秦家的话 那只能是他穿越之前 林秀所得罪的人了 可这让他到哪里知道去 月亮高怪 此时的秦府内 秦聪还在生着林秀的气 就算出来拉个夜市 也要边走边骂林秀 忽然 蜡烛的火苗一阵摇晃 他眼前多出了一个人影 见住 秦聪刚问出 你是谁 只见人影 一见就朝他刺了过来 此时 秦聪身边可没有人来替他挡箭 下一秒 一股鲜血就溅到了门上 一代海王穿越后 被小姨子颁发了 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好人卡 就在昨晚 秦聪半夜起来拉夜市 结果被刺客给打了 第二天一早 林秀就被喊到了清丽丝 只见 里面摆放着秦聪的尸体 面对秦聪 林秀都不得不佩服 他是唯一一位 连续两天 都跟林秀纠缠在一起的男人 突然 林秀怀疑 会不会是小姨子为了给他出气 就偷摸的把这丝给打了 反观小姨子也在怀疑 会不会是林秀起不过 买凶把人给杀了 没过多久 武座在检查完尸体后告诉众人 秦聪的死亡时间是昨天半夜 而且全身紧移出伤口 干净利索的一箭封喉 文言 清丽丝大人告诉林秀 他们俩的嫌疑已经被排除 这个案子 应该是那个女人做的 只是 这么厉害的刺客是哪个女人 林秀感到一阵好奇 此时 武座则告诉她 是一名觉醒了隐医艺术的女刺客 每次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杀完人后 还会在尸体上留下几片花瓣作为标记 听话 林秀就联想到了某个游戏里 能隐身杀人的阿柯 这既能要是被他复制过 那就爽翻天了 林秀在这边还响入飞飞时 清丽丝大人接着告诉林秀 这两个案子既不相关 但又存在着因果关系 首先 一名盗贼因为偷盗时看到王室年轻漂亮 故而见色起义 但 惨遭王室的激烈抵抗 于是盗贼失手杀了王室 所以秦聪是被冤枉的 但还没等清丽丝查清楚 女刺客就认定凶手就是秦聪 故而昨晚半夜就把秦聪给拔了 听话 林秀想翻王室一个清白 便朝大人阴阳怪气的感叹 说什么可惜了年纪轻轻的王室 人都死了 却还要蒙受不白住屈 最后 因为此案涉及到艺术 只能转交给艺术司来处理 于是 林秀和小姨子只能结伴走出了清丽丝 刚出来 就有一群人围了上去 王大爷为了感谢林秀 上来就往林秀手里塞东西 只因昨天在场的所有官员中 只有林秀为他女儿说了很多好话 此时 又有一名大汉 扛着五大龙包子挤了进去 说是要把这些包子送给林秀 原来 他与王大爷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街坊 是来替王大爷感谢林秀的 见状 林秀都傻眼 心想 这么多包子怎么吃得完 难道不能折线吗 实在不行 送面锦旗也OK啊 无奈 林秀又不忍拒绝这些善良之人的好意 便只能收下 最后 这些包子都送给了清丽丝的同事 一起分享 临走时 林秀也没忘记小姨子得那一份 顺手就帮他拿了一个 但 小姨子没接 而是对林秀说 他是个好人 这句话可把林秀下了一个恋情 以前 都是他给别人发好人卡 没想到穿越后 也有被别人发的一天 两人边走边聊 忽然又遇到了昨晚的那只小狗 听得懂兽语的林秀 明白了小狗已经三天没吃东西 现在很想吃鸡腿 于是 林秀就帮小狗买来了鸡腿 直接往小狗嘴里塞 林秀此时的举动 把小狗感动了 以为自己来到了天国 林秀觉得自己与这小狗有缘 便决定带回家收养 并且还帮他取了一个名字 就叫 黄布拉吉 对于这么难听的名字 小狗只能用白眼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林秀这番操作上 把小姨子给整不回 林秀则直言告诉他 这只小狗就过他的命 突然 林秀脑中灵光一闪 感觉授予这种能力 如果用来打探消息 应该是一决 可以考虑好好开发一下其潜力 镜头一转 清理寺内多出许多包子 让大人感觉到一阵疑惑 在大人得知 是王大爷的街坊 为了感谢林秀在堂上挺身而出 为死去的王室深渊而送的后 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没一会儿 大人终于决定 让属下把杀害王室的犯人提上来再审 此时 大人盯着明镜高悬四个大子发出感叹 有些事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做 自宫不失传以解的内功心法 学完之后是否可以拥有内力 小编也不得而知 且学且珍惜 月亮高挂 灵秀的房间内 灵秀与小姨子正在努力地修炼艺术 以下是两人的功法口诀 请各位务必牢记 运气之时 须得气运自我运 不必理外力从何方而 须时须分清 一处有一处 处处总此须时 气须古荡神移内力 无时有缺陷处 无时有凹凸处 无时有断须处 要用意不用尽 随人所动 随区就身 挨何处心要用在何处 我进阶笔进 须中求职 点点点 点点点 就这样过了许久 灵秀最后一口浊气吐出 小姨子才出声叫停 得到指令的灵秀 累得立马就躺到了床上 此刻 灵秀才发现 修炼这一数异常的耗费体力 她觉得现在自己能吃下一头牛 小姨子没接她的话 只是告诉灵秀要好好休息 过几天她再过来帮助其修炼 此时 还没等小姨子走远 老妈就走了进来 还为灵秀带来了一大堆美食 原来 老妈也是才知道 修炼艺术后消耗会特别的大 怕儿子饿着 所以这么晚了 还特意为了灵秀 做了许多美食 来给儿子补充消耗 没一会 看着桌面上的一盘盘美食 可把灵秀给缠坏了 灵秀二话不说 对着这些美食 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 边吃边感谢老妈 她觉得自己活了两辈子 所吃过的东西 家起来都没有老妈做的东西好吃 老妈看到儿子吃的这么香 也是打心底里高兴 一个劲儿的叫灵秀慢点吃 别噎着 这一幕 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温馨画面 第二天一早 灵秀就来到大力的房间 看到大力这家伙 已经在锻炼身体 不用猜就知道 这家伙种的飞镖毒 已经是完全好 正当两人还在吹牛打屁的时候 门外传来一阵哀求的声音 闻言 两人立即跑出去一探究竟 原来 是因为他们这个地主家 也没有余粮了 所以养不起家里的这么多人 于是 老妈便想给他们一些银两 让他们出去自谋生路 待灵秀搞清楚原委后 老妈给他递过去了 一张手绘版的Excel表格 看到老妈如此逆天的操作 灵秀都忍不住 拍了老妈好几句马屁 把老妈拍得嘎嘎直乐 接着 灵秀组织大家 开了个简短的家庭会议 在会上 众人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并表示理解家里的难处后 最终 没有人愿意离开 看到这一幕 又让灵秀再一次 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 觉得这才是家该有的样子 还自行脑补地认为 穿越了这个事 不是上天对他作为海王的惩罚 而是上天对他的一种恩赐 并发誓 为了这个家 他一定要努力赚钱 想到就要做到 此时的灵秀已经来到街上溜达 寻找办法解决生计的问题 只不过 现在的天气异常炎热 街上的行人又少得可怜 就算有 也都是匆匆而过 突然 通过两名路人的对话 灵秀得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那就是 面对如今炎热的天气 使得整个王都都异常缺冰 这条信息 一下就戳中了灵秀的痛点 镜头一转 两人便来到了摘月楼大门前 放眼看去摘月楼的生意 也是门可挪去 柜台中的小二 也是被热得无精寡采的 突然看到有人走了进来 小二立即起身相迎 询问两位客观要吃点什么 灵秀却说不是来吃饭的 听得小二有点 不吃饭你来饭店干什么 随后 灵秀把手放到了茶杯上 没一会儿 茶杯里的茶水就结成了冰块 于是 灵秀才对小二说出 此次来摘月楼的目的 就是要找他们的掌柜 谈一笔大生意 一名海王穿越后 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令人觉得奇怪 此时 在摘月楼内 灵秀与掌柜的 正在勾心斗角 谈着一笔大生意 通过两人的对话得知 灵秀给摘月楼制冰 摘月楼向灵秀支付 每天十两银子的工钱 而掌柜的择务以为 灵秀只想借用 他们水井里的水 来制冰售卖 他还要向灵秀 收取每天五十两银子的水钱 一开始 双方就误解了对方的意思 生意当然是没谈拢 可是 在灵秀说出 要去对面的飘香楼 谈这笔生意的时候 掌柜的才反应了过来 只不过 掌柜的只想给灵秀 十两银子的工钱 但是灵秀咬死五十两不松口 此时 掌柜的做出了妥协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灵秀 不能给其他的地方制冰 只能做摘月楼的独家生意 只要不是傻子 就不可能答应这种条件 只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要灵秀答应这种条件 也不是不行 得加钱 最终 在双方的友好协商下 掌柜的以每日五十两银子的工资 和一桶兵令诉给灵秀五倍的市价 作为酬劳后 灵秀终于答应 独家供兵给摘月楼 经过灵秀一天的努力工作 带俩人走出摘月楼时 大力的怀中抱着一只大箱子 里面装了足足有三百多两的银子 一天就能赚这么多钱 给大力高兴的嘎嘎直乐 只不过 两人刚走出摘月楼没多远 那个阴魂不散的小姨子 不出现了 见状 灵秀立即似老母鸡一般 把银子给保护了起来 并朝小姨子喊话 怎么走到哪都能遇到他 是不是故意跟踪自己的 闻言 小姨子没接灵秀的话 反而则问灵秀 是不是很缺钱 听吧 灵秀直接用行动来告诉小姨子 见状 小姨子则把自己的钱包 递给了灵秀 这让灵秀一阵暗息 接着 小姨子不得不提醒灵秀 他虽然可以贪财 但也要考虑他权贵的身份 再这样下去 会让人看不起灵家的 只不过 脸面这种东西 对一个海王来说 还不如银子来的实在 只见 灵秀一脸正气的 一把把钱包抢了过来 然后告诉小姨子 凭自己的本事赚钱 一点也不寒陈 至于别人怎么想 他根本不在乎 说吧 转身便要离开 心想 赵家既然看不上 他这种小市民的做派 最好赶紧跟他解除婚约 此时 小姨子不知怎么想的 跟着灵秀在街上行逛 走着走着 便遇到一位孩子 得了重病的母亲 抱着孩子正在哭求 有哪位好心人能给点银子 让他的孩子能去治病 闻言 灵秀直接递过去一顶银子 在这位母亲的千恩万谢中 三人又继续向前走去 小姨子告诉灵秀 在王都这样的人 十有八九都是骗子 闻言 灵秀完全不在乎 反过来还教育小姨子 这一顶银子 都不够在摘月楼吃一顿饭的 但却有可能就一条人命 怎么想都觉得值得 随后 三人又走了一段路 灵秀突然想起 要给自家的王审买两匹卷补 因为王审的那身衣服 穿得都快包浆了 灵秀的这个举动 又让小姨子觉得奇怪 怎么还得府里的下人买东西 灵秀非常认真的告诉他 这些人在灵府最困难的时候 选择了留下 那么对灵秀而言 他们都是自己的家人 没一会儿 三人又来到了一家面馆 灵秀与大力正吃得稀里哗啦的 只有小姨子瞧不上街边的小吃 一点都没吃 忽然 小姨子告诉灵秀 他这个人虽然贪财好色 但为人勤俭 心地善良 不畏强权 算得上师的好人 听话 灵秀欣然接受了这张好人卡 这次能听到凶巴巴的小姨子 这么认真的夸自己 还算是件令人感到欣慰的事 紧接着 小姨子仿佛想到了什么 突然站起来发表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就是 带他回去后便要说服老爹 只要他姐姐一回到王都 就立刻安排灵秀他们两人完婚 只不过 这消息对灵秀来说不是惊喜 完全是惊吓 宫斗这种事 灵秀也是第一次经历 感觉还是挺新鲜的 一小时前 灵秀和小姨子两人在房间里修炼 没多久 大力就过来叫门 灵秀把门打开后 才知道是宫里来人了 只听见一道尖锐的男神响起 平安伯之子灵秀 陛下召见 即刻入宫不得有误 闻言 灵秀有点傻眼 公公这种东西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 现实中 活的公公他还是第一次见 此刻 在一家人担心的目光中 灵秀就这么跟着黎总管走了 没一会 四人便来到了后宫 路上黎总管向灵秀解释皇宫里的一些规矩 最后 吩咐他只做自己的事 把兵治好就行 至于其他的 不该看的别看 不该问的别问 此时 灵秀才知道自己被叫进宫的目的 他完全无法接受 明明是小姨子的能力更强 却只把他抓来当壮兵 一等侯爵之女就是高贵 只是可惜了他在摘月楼的大生意 见状 黎总管不愧是服务陛下的人 一眼就看出灵秀脸上的不满之色 灵秀急忙解释 说什么担心自己实力低威 治不了多少兵 会被陛下降罪 闻言 黎总管还是那句 做好自己的事 其他的陛下自有安排 没过多久 四人从永宁宫出来后 就来到了长春宫 几人给贵妃娘娘行完礼后 便遭受到了贵妃娘娘的各种冷嘲热讽 和故意刁难 您这是骂他们 实则是借他们来骂皇后 用来宣布自己有能力与皇后分庭抗行 林秀等人根本不敢接话 宫斗这种事 哪是他们一个外人能插手的 如果胆敢无言乱语 那下场一定是全群吃戏 最后 娘娘发泄完心中的部分之后 才允许他们开始治兵 还不许把动静闹打 不然就要被砍脑袋 闻言 林秀心里苦啊 免费给别人打工就算了 还要时时刻刻担心生命的安全 打工人的心酸谁懂啊 几人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宫殿 这次来到了千秋宫 此刻 林秀还在任劳任怨的治兵 只是感觉身体已经被掏空 突然 一名宫女走了进来 告诉林秀 这是书妃娘娘赏赐给她的水果 只见宫女托盘中的葡萄 闪闪发光 一看就知道这葡萄不是偷货色 这下可把林秀高兴坏了 依上我的努力工作 只有书妃给了些葡萄作为赏赐 别的娘娘毛都没给一根 于是 林秀立即开吃起来 吃了几颗后 感觉这葡萄比穿越前 他所吃过的所有葡萄都好吃 一旁的李总管吞了吞口水 告诉林秀 这葡萄可是西域的供品 平常的妃子们想吃都吃不到 也就只有书妃娘娘 才会把这葡萄用来赏赐给下人 听话 林秀邀请三位公共一起分享这串葡萄 因为不分享的鞋 刚刚李总管只说了一句话 都吞了五六次口水 长在红旗下的林秀 还是很懂得尊老爱幼的 吃完了葡萄 李总管带着林秀向锐东宫走去 听李总管的介绍 这个锐东宫以前住的是德妃娘娘 但因几年前并故之后 就分配给了明和公主 这个公主脾气有点怪 但只要别惹怒公主决心 来到锐东宫 给公主见礼后 林秀才敢抬头看去 就看到一名火红火红的小姐姐 在玩荡秋千 此人应该就是明和公主 此时 两人的眼神突然撞到了一起 还好并没有擦出火花 因为下一秒 公主的脸就变了 变得更好看了 林秀都不忍直视 最后 公主发话了 让他们办好事情后赶紧滚蛋 直到天色暗下来 林秀才拖着疲惫的身躯 从皇宫走出 除了在千秋宫 淑妃娘娘派小宫女送了一杯茶水 一整天林秀连口水都没有喝到 不过 低等元金 她又吸收了十几颗 在皇宫的这两天 差不多抵得上林秀之前一个月的修行 她体内的元力 也翻了一倍还多 对于艺术师而言 元力是施展能力的源泉 身体则是储存元力的容器 修行的过程 其实是扩大容器的过程 这个容器可以容纳的元力越多 艺术师的能力就越强大 宫门口 一道身影 依旧在那里等她 林秀走过去 问道 你到这里多久了 刚来 赵玲英看也没看林秀 淡淡说道 走吧 我送你回去 我送你回去这五个字 让林秀内心大定 这该死的安全感 林秀想到什么 从秀中取出一个木匣递给她 说道 这个送你 这是贵妃娘娘赏赐给她的 林秀打开看过了 贵妃娘娘虽然脾气不好 但出手真的大方 此物若是拿出去售卖 恐怕至少也要几百上千两银子 赵玲英打开木匣 发现里面是一只十分精致的金钗 钗身整体雕花 钗头是一只斩翅玉飞的孔雀 那孔雀薄如蝉翼 栩栩如生 只是将其从匣中拿出来 孔雀的翅膀便轻轻地颤动 像是要飞上天空一般 即便是赵玲英 再见到这金钗时 眼中也浮现出惊艳之色 无论是做工还是设计 这钗子都是顶级的顶级 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倘若将之拿出去售卖 不知道会让王都多少小姐和夫人疯狂 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 珍贵到赵玲英不得不怀疑 林秀是不是别有用心 她眉头一皱 问道 你送我这个做什么 林秀解释道 贵妃娘娘赏赐的 这是女子的东西 我用不着 我娘年纪大了 但这个不合适 阿月姐我前几天才送了她一只 我想来想去 只能送给你了 修行上 你帮了我这么多忙 又帮我去摘月楼之兵 就算是我报答你的吧 她看了赵玲英一眼 想了想 问道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不会以为赵玲英立刻否认道 没有 只是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林秀也很干脆道 不要算了 我日后送给别人 她伸手去拿回木匣 赵玲英手腕一抖 那木匣就消失在她袖中 她淡淡地瞥了林秀一眼 说道 你还想送给什么人 别忘你与姐姐有婚约 我先替她收着 等她回来了 再转交给她 我可没说要送给她 那你想送给谁 林秀眼皮跳了跳 于光看到她的拳头已经握起 立刻道 开个玩笑 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要回来的道理 此物已经送给你了 你想怎么处置 那都是你的事情 贵妃娘娘赏赐的那根金钗 还是被林英拿走了 林秀和她姐姐素不相识 送她钗子 只是为了报答她的恩情 至于她怎么处置 那就是她的事情了 又一次和林英走了小半个时辰 才回到林家 林秀暗暗决定 明天就让大力去买马车 每天耽搁在路上的时间也太久了 小半个时辰 可以做太多的事情 第二天中午 吃过午饭 林秀和孙大力一起出门 孙大力拿银子去了车行 林秀则来到了摘月楼 如今 她体内原力的雄厚程度 以飞数日前可比 五十桶冰制完 她已经可以脸不红气不喘 就算是再制五十桶 也不是难事 不过林秀也知道 物以稀为贵 倘若她每日制的兵再多一些 就无法卖到现在的价格 摘月楼掌柜比林秀更懂这个道理 这短短的几日 也不知道赚了多少银子 毫无疑问 他们的利润 比林秀的三百两多多了 这次的炎热天气数十年难遇 王都的那些大酒楼 都没有在营业了 所有的客员都集中到了这里 林秀就没见到摘月楼 掌柜脸上的笑容消失过 一会儿的忙碌 又是三百两进账 林秀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在抢钱 带着酬金走出摘月楼 林秀忽然觉得眼前一暗 不是天黑了 而是有两道壮硕的身影 挡在了她前面 两名壮汉 身高至少两米以上 裸露在外面的肌肉球起 给人十足的压迫感 面对两名壮汉的拦路 林秀一点都不慌 毕竟她的力量 虽然没有孙大力那么变态 但也超过了普通人能达到的极限 这种看着很可怕的大块头 她要是认真起来 也就是一拳一个 两名壮汉中的一位低头看着林秀 说道 我们家公子有请 林秀问道 你们家公子是谁 那壮汉道 你去了就知道了 林秀耸了耸肩 无所未到 带路 光天花日之下 她倒也没什么怕的 如果一会发现要去的地方不对 不和他们去就好了 林秀想走 这两个大块头可拦不住 上次刺杀自己的罪魁祸首 现在还一点线索都没有 林秀很好奇 这次找她的人又是什么来路 还以为两人会带她去什么地方 没想到 两人只是走了不到百步 就在同一条街道上 将林秀带到了一处酒楼 走进酒楼的时候 林秀抬头看了看 这是一家名叫天香楼的酒楼 论庄黄一点 都不比摘月楼差 显然也是一家高规格的酒楼 区别是如今的摘月楼 包间爆满 大厅连一张桌子都架不下 而这天香楼中 却一个客人都没有 进了这里 两人对林秀倒是客气多了 将她带到二楼 一座雅间前 伸手道 我家公子就在里面 请 林秀推门入 看到的是一张白满韭菜的桌子 这桌上的菜肴 每一道都是真锈 恐怕任意一道的价钱 都能让林秀吃好几年的馄饨 并且是天天吃到撑的那种 桌子的对面 做了一位年轻人 外面天气本就炎热 房间里面自是闷热异常 年轻人仅仅是坐着 就汗流加倍 衣服湿漉漉的贴在身上 时不时的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当林秀走进来的那一刻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扑面而来的凉意 年轻人浑身寒毛直树 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身体从那外的感受到了一阵舒爽的感觉 他猛地站起身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秀 说道 果然是你 这几日为摘月楼提供冰块的 就是你吧 林秀没有否认 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是何人 找我何事 年轻人脸上露出笑容 对林秀伸了伸手 说道 坐下说 在下今日特意在此设宴 就是为了和兄台交个朋友 林秀并没有坐下 直接问道 有什么事情 直说吧 年轻人也不拐弯抹角 说道 我想让兄台为我们天乡楼供兵 摘月楼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林秀对于今日之事 早有预料 每年夏天 范冰都是一个暴力的行业 今年因为特殊原因 整个王都 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提供兵源 因为他和摘月楼的合作关系 除了皇宫以外 摘月楼垄断了整个王都所有的兵 这也让他们吸引了 王都所有的客员 这涉及巨大的利益输送链条 别的酒楼 青楼等和他们存在竞争的店铺 又怎么会眼睁睁的看着 显然 有人眼红了 林秀微微一笑 说道 一桶兵无两 他和摘月楼有合约 摘月楼同意一桶兵无两银子的价格 前提是 林秀不能为他们有竞争关系的店铺制兵 除非对方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无两 两倍岂不是十两 年轻人瞪大眼睛 脱口道 你怎么不去抢 林秀看着他 说道 是你说的双倍价格 你可以去问问 摘月楼给我的价格 就是一桶无两 年轻人眉头皱起 往年一桶兵的价格 也不过一两 他原本想着 二两三两就能搞定 没想到居然这么贵 虽说就算给他十两 天香楼还大有的赚 可谁不想节省成本呢 更何况 他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想到这里 他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说道 十两银子是有些贵了 不如这样 我给你二两银子一桶 林秀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认真的问道 我看着像不实数吗 年轻人似笑非笑地说道 往年一桶兵 最多卖到一两银子 给你二两银子不少了 兄台可能不知道 这天香楼 是永平侯府的产业 我知道你是平安博的儿子 不会不知道永平侯吧 永平侯林秀当然知道 当朝三位一等侯中的一位 在网上 就是国公一级了 林秀的未来岳父 生了两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也才只是一等侯而已 而且论底蕴和势力 还远无法和那些经营了 数十年的家族相比 王都这些权贵 一般是不会直接经商的 这样会被人耻笑 但几乎所有显赫的家族 都会暗中扶持一些产业 用来满足平日里奢靡的生活 所以但凡王都开的 有声有色的店铺 背后都有贵人在支持 没点背景的店铺 根本等不到赚钱 就被别人吞食的 连渣都不胜了 此人连永平侯都搬出来了 显然是在威胁的 招揽不成 马上就改成了威胁 说什么摘月楼出多少 天香楼愿意出双倍 没钱你装什么币啊 对方连自己的身份都调查清楚了 看来是真的不把一个 小小的三等平安伯放在眼里 也是 当朝一等侯 已经是权贵中的权贵 权贵之中 比永平侯地位还尊崇的 只有十位国公 以及那些皇族 三等伯在他们眼中 和平民没什么区别 但三等伯再小 也是大下权贵 灵秀今天要是答应了他 平安伯府将会颜面扫地 到时候 父母会怎么看他 林英会怎么看他 孙大力会怎么看他 大皇会怎么看他 就连灵秀自己 都会看不起自己 年轻人看着灵秀 继续说道 你应该还不知道 摘月楼背后的主子 是驸马府 你觉得 驸马和永平侯 孰轻孰重 大下的驸马 虽然身份尊贵 但却没有实权 自然是远不如一等侯的 如果天香楼 真的愿意出双倍的价格 灵秀未必不能和他们合作 毕竟他不会和银子过不去 但此人妄图用永平侯来压他 迫使他屈服 却是打错了算盘 如果他今日低头了 丢的不仅仅是灵家的脸 还有赵家的脸 灵秀表情平静 看不出任何情绪 但他说道 看来 今天这顿饭 没有吃的必要了 说完 他静止转身离开 那两名壮汉想要阻拦 年轻人挥了挥手 笑道 让他走 等到灵秀的身影消失 他脸上露出嘲讽之色 说道 他会回来求我的 到那时候 可就不是二两 而是二钱了 不 二钱都没有 很快 他站起身 来到二楼最里面的一处雅间 轻轻敲了敲门之后 推门而入 对站在窗前的一名年轻人道 公子爷 他拒绝了 那人没有回头 单单问道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年轻人道 既然敬酒不吃 就只能让他喝法酒了 等到年轻人退出房间 站在窗前的青年 转身走到桌前 低声道 希望你 不要像秦聪那个废物一样 让我失望 离开天香楼 灵秀走在街上 总觉得什么地方透着古怪 王都的权贵 虽然无法无天 可天香楼背后的势力 也未免太无法无天了 灵秀甚至感觉 他们是在故意找他的麻烦 但这也仅仅是 他的感觉 不得不承认 只此特殊时节 治兵的利益链条太大 大到某些大人物 也忍不住眼红 可以说 能够在夏日治兵的人 就是行走的摇钱树 王都这样的摇钱树有两棵 一棵是灵鹰 一棵是灵秀 灵鹰他们惹不起 只好将主意打到灵秀身上了 今天灵秀拒绝了永平侯府 从那年轻人最后的态度来看 这件事情 他们一定不会就此罢休 他必须得小心警惕一些 灵秀走回摘月楼门口时 孙大力从马车上跳下来 问道 少爷 你去哪里了 我在这等你好一会了 灵秀随口道 在附近随便转了转 走吧 回家去 孙大力从车型置办的马车 连马带车 一共花了五十辆银子 这其中 四十辆以上都花在马身上了 这世道马比人贵 买个未经调教的丫鬟 只要挤两银子 这也是平安伯府 没有制备马车的原因 除了一开始要花费一大笔费用 平日里养马的费用也不低 如果不是灵秀这几日发了一笔横财 他也舍不得把银子花在这方面 第二天一早 灵秀就乘坐马车出门了 从上次的情况来看 他每次给皇公制的兵 只够他们用一天半的 所以今天得早点出门 先去摘月楼一趟 以免损失这三百两银子 摘月楼后院 灵秀一边治兵 一边对摘月楼掌柜道 昨日天香楼的人来找我了 摘月楼掌柜文言 心中咯噔一下 立刻道 公子 你可是答应过我们的 不能给其他酒楼制兵 灵秀道 我知道 所以我拒绝了 摘月楼掌柜松了口气 虽说一桶兵五两银子 已经是从来没有过的价格 但垄断了王都的冰块 使得摘月楼这几日客流大涨 还有不少银鱼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在别的酒楼无兵可用时 摘月楼却能为客人们 提供稳定的冰源 只要让客人们形成习惯 楼里以后的生意 一定也会更胜往昔 不过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提醒灵秀道 公子这些日子要小心 天香楼的背后 是永平侯府 你拒绝了他们 他们一定 还会使别的手段 实在不行的话 摘月楼的冰量可以缩减 给他们云一部分 不要将他们得罪得太狠 灵秀看了摘月楼 长贵眼 意外道 想不到 你这个奸商 还有点良心 说心里话 虽然灵秀有时候投铁 可也知道趋利避害 如果天香楼愿意出 和摘月楼一样的价格 看在永平侯的面子上 灵秀不是不能考虑 摘月楼掌柜的话 可对方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 他们不仅要兵 还要灵秀和平安伯府的脸 自从意识到这件事之后 灵秀就一块兵都不会给他们 摘月楼掌柜无奈道 没办法 我们也不能害了公子啊 凭他这句话 灵秀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放心吧 给摘月楼的兵一块都不会少 只要你们不怕永平侯 我就不怕 摘月楼掌柜道 永平侯虽然全是不小 可也不敢对驸马府动手 倒是公子你 真的要万分小心啊 片刻后 灵秀走出摘月楼 将酬金交给孙大力 准备回灵府 等李总管来接他 但当灵秀走到马车旁 正准备上车时 忽有一名过路的老者 猛然撞在了他的身上 哎呦 灵秀站在原地 纹丝未动 老者却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一只手抱着灵秀的腿 另一只手扶着自己的腰 哀嚎道 哎呦 我的腰要被撞断了 你要带我去看大夫 孙大力瞪大眼睛 指着那老者 说道 明明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这李本就处在闹市 片刻的功夫 就有不少路人围了上来 灵秀以为遇到了碰瓷的 他毕竟来自21世纪 对这种事情不陌生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这老者和医馆 也是有合作的 真跟着他去了医馆 自己今天这冤大头就当定了 灵秀本来以为 事情只是简单的碰瓷 但还没等他开口 就有几道身影 从人群外面挤进来 为首的一人大声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都聚在这里干什么 几人都身穿官差的功夫 但却不是清理寺的官差 那老者似乎早有准备 几人刚刚出现 他就哭诉说道 几位大人 你们可要替小老儿做主啊 这个人撞了 我还不认账 那官差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人群中就有人说道 放屁 明明是你自己撞的 也不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位大人是什么人 他会撞人不认账吗 人群中显然有人 是认识灵秀的 王室女子一案之后 灵秀在王都的平民百姓中 也有了微小的名气 为首的那名官差 狠狠地瞪了人群中 开口的那人一眼 然后大声道 有什么事情 回衙门说 把他们都带回衙门 他话音落下 便有两人上前 想要押住灵秀 孙大力作为灵秀的护卫 当然不会冷眼旁观 他上前一步 正要挡在灵秀身前 灵秀却伸手制止了他 灵秀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你先回去 把银子给我娘 然后在家里等着就行 孙大力焦急道 可是少爷 灵秀摆了摆手 然后问他官差道 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不知为何 眼前这年轻人的目光 让他心里有些发毛 不过那捕快 还是硬着头皮道 我们是东城衙的 你放心 如果不是你干的 我们会很快放你离开 大夏王都有四个辖区 即东南西北四个城区 每个城区有一个衙门管理 东城衙的最高官员是东城令 大概相当于帝都东城区区长 东城区内发生的一切民事 刑事 以及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归东城衙管 只有出了人命案子时 或是案情影响过大 才会由清丽丝直接接手 灵秀看了他们一眼 淡淡道 东城衙是吧 还愣着干什么呢 走吧 说完 他便背着手 主动向东城衙的方向走去 东城衙的警民 捕快一脸愕然 本以为今天抓人会遇到一些阻碍 没想到 此人比他们还要主动 他到底是去衙门还是回家 不过只要能将他带到衙门 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那捕快也没有多想 大秀一挥 说道 走 回衙门 东城衙 灵秀一路悠哉悠哉 如闲庭信部一般 晃晃悠悠地走到了东城衙 刚刚踏入衙门 他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昨天在天香楼见过的那名年轻人 微笑看着灵秀 说道 真巧 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灵秀感慨道 是有点巧啊 天香楼的动作 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很显然 那街头的老者 及时出现的捕快 都是此人事先安排好的 灵秀看着他 问道 你爹是谁 东城令 还是东城卫 东城令是一雅主官 管理东城居诸室 东城卫为副官 专管缉拿捕盗窃之事 能驱使东城雅捕快的 只有他们两人 年轻人不置可否 说道 你倒是聪明 灵秀心重了然 难怪 自己这是到了别人家的底盘了 年轻人微笑看着灵秀 说道 怎么样 一桶冰 一钱银子 你点点头 现在就可以走 灵秀问道 如果我不同意呢 年轻人道 很简单 当街撞人还不认账 在衙门又忽然抱起伤人 打断了这位可怜老人家的腿 简直是无法无天 一律关你一个月 不过分吧 灵秀问道 我什么时候打断他的腿了 年轻人从一名牙医手中 接过水火棍 对着那老者的腿 狠狠地敲了下去 只听到咔嚓一声 那老者就倒在地上 发出杀猪一般的哀嚎 而他的一条腿 已经弯曲成了一种诡异的角度 年轻人居高临下地看着那老者 问道 是谁打断你的腿的 老者因为疼痛而面目争鸣 他抬起手 艰难地指着灵秀 说道 是他 都是他干的 灵秀叹了口气 无奈地看着那老者 问道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老者依旧在哀嚎不止 年轻人扔下水火棍 然后看向灵秀 问道 怎么样 我刚才说的 你考虑考虑 灵秀看着这年轻人 摇头说道 做人呢 还是善良点的好 年轻人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 他淡淡地瞥了灵秀一眼 说道 你会改变主意的 说吧 他便挥了挥手 说道 打了人还这么嚣张 先把他关到牢里 扼上三天再说 东城牙 灵秀被带往大牢 没过多久 一辆华贵的马车停在了灵府 李总管跳下马车 急匆匆地跑进灵家 大声道 灵公子 灵公子 快跟我走吧 别让娘娘们等急了 孙大力摇了摇头 说道 我家公子不在 陛下和娘娘们 可都在等着用兵呢 李总管心里咯噔一下 大惊道 什么 他不在 他去哪里了 东城牙 大牢 进去 两名狱卒将灵秀 推进了一间牢房 然后用铁链锁上牢门 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之后 便扭头走开了 牢房当然不是什么好地方 不仅光线昏暗不说 气味也十分难闻 周边环境充斥着一种压抑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东城为之子故意安排的 灵秀的牢房里 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 只有一堆散乱的茅草 别说躺着了 连坐都没有地方坐 所以只能站着 不过灵秀一点都不慌 现在慌的 应该是李总管吧 哎 年轻人 你是因为什么抓进来的 耳边传来一道声音 灵秀转过头 看到隔壁牢房中关着一位牢者 他笑了笑 说道 被人陷害进来的 老婆 你是怎么进来的 隔壁牢房中那瘦弱的牢者叹了口气 说道 哎 被那园外占了田 我来衙门理论 没想到衙门的大人收了他的银子 牢房中 跟灵秀长须短叹的犯人 不止这老婆一个 有人路见不平 制止了调戏名女的权贵 然后就被抓了进来 有人摆摊交不起衙门补快的保护费 被没收了摊位 人也进了大牢 还有像这老婆这样 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乡身 被对方买通衙门 遭了牢狱之灾 东城牙没有派人重刑的权利 可找个由头 将他们打上几板子 关上一段时间 还是在衙门的职权之内的 这些人虽然互不认识 但境遇类似 对灵秀也不免多了些同病相连 问清楚灵秀得罪了什么人之后 众人更是为他担忧 那老者通过牢房的栅栏 将两个冷馒头递过来 说道 年轻人 这两个馒头你先藏起来 你得罪的可是成为大人的公子 他一定不会让你好受 说不定连饭都不会给你 你拿着这两个馒头 夜里偷偷吃 灵秀没有接那两个馒头 而是笑道 放心吧老伯 我一会儿就出去了 老者着急道 你怎么就不听了 这地方进来了 是那么容易出去的吗 老者话音刚刚落下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随后便是一道又尖又细 又十分焦急的声音 林公子 林公子你在哪里 灵秀伸手挥了挥 说道 李总管 我在这里 李总管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关押灵秀的牢房前 看着被铁链锁起来的牢门 大怒道 开门 他身后 一个穿着官服的男人 满头是汗 一把从玉族的手里抢过钥匙 颤抖着打开牢门 对灵秀道 误会 都是误会 本官是东城卫 现在已经查清 此案和公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公子现在就可以走了 关押在其他牢房的众人 早已看得目瞪口呆 他说一会儿就出去 还真的一会儿就出去 灵秀却还站在原地 说道 我还没有和那老者对峙 大人怎么就说查清了呢 李总管早就等得心急如焚 赶忙道 林公子 您就别磨蹭了 陛下和娘娘还在宫里等着呢 万一我们去晚了 陛下怪罪起来 东城卫也连忙道 是啊 林大人 陛下召见要紧 你们还是快些入宫 不要耽搁了大事 东城卫现在杀了那逆子的心都有了 陛下要紧急召见的人 居然被他们抓到了牢里 他是嫌自己 老子这东城卫的位置 坐得太舒服了吗 灵秀看着李总管 我想 东城卫大人会为我作证的 不是我故意慢待陛下和娘娘 实在是被人抓进牢里 难以脱身 外面列扬当空 牢房内闷如争笼 东城卫却打了个冷战 只觉得一股凉意 从后背陡然升起 如果此时闹到陛下那里 他就完了 彻彻底底的完了 他此刻双腿发软 给灵秀跪下的心都有了 他一把抓住灵秀的手 小声道 林公子 林公子 您大人有大量 放下官一马 下官一定记得您的恩情 今天晚上 下官在摘月楼设宴 请林公子务必赏光 林秀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吃饭就不必了 只是令公子 东城卫咬牙道 打 一会儿就打 本官一定会好好管教管教这个逆子 请公子放心 林秀点了点头 又道 我刚才听说 这里关着的很多人都是冤枉的 东城卫立刻道 查 本官马上就查 一定还他们一个公道 其余牢房的几人 听到林秀这句话 脸上都露出激动之色 没想到这位贵公子 居然会替他们说话 然后对李总管道 我们走吧 别让娘娘们等久了 李总管已经快急死了 抓着林秀的手就向外跑 两人走到衙门院子时 一个年轻人正好从外面走进来 他看到林秀先是一愣 然后便大怒道 谁放你 混账 从来没有休息过五道的东城卫 整个人居然飞了起来 凌空一脚踹在年轻人胸口 将他踹飞出去 然后对林秀陪着笑脸道 林公子 宫里的事情要紧 你们快去吧 直到林秀和李总管等人 走出东城牙大门 东城卫之子才缓过来 他一边揉着自己的胸口 一边不解道 爹 你干什么 抓他可是 说起这件事 东城卫就来气 怒骂道 可是什么 可是什么 给老子闭嘴 陛下要的人 什么人敢留 东城卫又在这不成器的儿子身上踹了一脚 还不解气道 坑爹玩意儿 差点害死老子 以后少和那些人鬼混 来人 取行账来 不一会儿 衙门院子里 就传来了一声声惨叫 因为耽搁了很长时间 林秀到皇宫的时候 正好是正午最热的时候 长春宫中 贵妃娘娘并未试任何粉黛 这种天气 不管化什么妆 一会儿就会花掉 身旁的宫女 虽然也热得大汗淋漓 但还是卖力地 用扇子给她扇着风 贵妃娘娘挥手打断她们 有些气恼道 别扇了别扇了 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她站在门口瞧手以盼 问道 来了吗 一名小宫女从外面跑进来 抹了把额头的汗水 说道 贵妃娘娘 那位公子已经来了 现在在永宁宫 贵妃娘娘猝起眉头 小声嘀咕道 皇后了不起啊 皇后就可以什么事情 都排在本宫前面 连每天的兵 都比本宫多一倍 长春宫所有宫女宦官 都识相地低下了头 有些话贵妃娘娘能说 她们却不是都能听 足足过了好一会 才有几道身影 走进了长春宫 灵秀今天心情不错 她向来都不喜欢欺负别人 但对于想欺负她的人 也从不手软 在发现今日之事 是一个为她设下的局时 灵秀就打算将计就计 套路对方一把 因为她知道 今天皇宫的兵会用完 陛下一定会再次召她进攻 皇家之事大过天 皇帝召见 哪怕是家里死了爹娘 也要即刻进攻 不管谁想留下她 都是和皇帝作对 是抗旨 追究起来 死罪也不过分 任那背后之人 手眼如何通天 也不能抗衡真正的天 她只想站着赚钱 有人想让她跪着 也赚不到钱 对不起 办不到 而之所以灵秀没有将事情闹大 不是她不想 而是不能 皇帝才不会在乎她 是不是被陷害 对她来说 灵秀只是一个制兵工具 没有按时进攻制兵 就是她的失职 在明知道要被赵进攻的情况下 却没有对东承崖说出实情 让陛下和诸位娘娘等她一个人 这件事情 根本经不起追查 到时候 固然东承为难逃责罚 但她自己也可能招致皇帝不满 灵秀和此人没有深仇大恨 犯不着做这种伤敌伤己的事情 心中想着这些事情时 身旁又吹来一阵香风 贵妃娘娘身边的那名小宫女跑过来 从怀里取出手帕 细心地为灵秀擦拭汗水 这小丫头倒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不枉自己上次冒着得罪贵妃的危险 就她一次 为长春宫治好了兵 灵秀正要前往下一宫时 一名宫女走过来 说道 贵妃娘娘传你过去 灵秀微微一愣 她来长春宫三次都是在院子里干活 贵妃娘娘对她们的态度 向来是干完活快点走 今天怎么会忽然召见她 不过这不是灵秀能猜到的 她整理了一下衣衫 跟着那宫女走进了正殿 兵舰里面已经填满了冰块 店内凉嗖嗖的 贵妃娘娘已在软塌上 由宫女将切成块 冰镇好的西瓜 用牙签送进她的口中 让灵秀心中不由感慨 封建社会的奢靡与享受 是后世再怎么有钱 也体会不到的 贵妃吃了一块西瓜 没有看礼物 淡淡问道 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 灵秀答道 回娘娘 今日有些事情耽搁了 贵妃抬眼看着她 说道 要本宫说啊 你干脆留在长春宫算了 这样 本宫就随时都能吃到冰镇的水果 喝到冰酿了 也不用每次等你 灵秀一时茫然 后宫是什么人都能留的吗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 除了太监之外 这里是不允许其他男人踏入的 否则皇帝的绿帽子 还不知道会有多少顶 没看到他每次进后宫 身边都跟着好几名太监 从不离开他身边半步 这时 贵妃继续说道 你不用怕 不过就是割两刀的事情 忍忍就过去了 你来长春宫 本宫不会亏待你 灵秀猛地抬起头 从长春宫出来 灵秀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他看得出来 贵妃娘娘真的有想把他留在身边的意思 虽然后宫的确很养眼 可也不能为了看美人 就放弃当一个男人 他还期望着解除婚约 然后策马奔腾呢 贵妃娘娘高高在上 他是真的觉得 让灵秀进宫 给他全力 就是对他的恩宠 拒绝他 反而是不时抬举 还好灵秀适时地搬出了和赵家的婚约 表示自己还有未婚妻 贵妃才有些遗憾地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份他心里极度抗拒的婚约 总算还有点用处 接下来 依然是一座宫殿 一座宫殿的灯门 其实灵秀现在体内的原力 已经长了一倍有余 但他还是 每过五座宫殿 就用一颗圆巾 免费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 之后再想获得圆巾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走过瑞东宫的时候 一名小宫女从里面跑出来 问道 到我们了吗 到我们了吗 李总管问道 瑞东宫今日要兵吗 上次灵秀来的时候 明和公主没有让他们进去 所以这次李总管多问了一句 小宫女卖力地点了点头 说道 要的要的 每两次来一次就好了 灵秀看得出来 瑞东宫的兵 应该是给这小宫女用的 明和公主因为能力的原因 必定是喜热厌冷 和灵秀正好相反 天气越炎热 她就越舒服 进了瑞东宫 灵秀并没有看到明和公主 这让她松了口气 两人能力相克 她的实力又远胜自己 和她同处一个空间 灵秀会感觉压迫感十足 蹲在井边安心的治兵 某一刻 灵秀忽然寒毛直竖 体内的一种力量 似乎受到了什么牵引 开始飞速运转 灵秀回过头 看到一位红衣少女 站在院子里 正是明和公主 灵秀体内属于兵的力量 开始不受控制 脑海中有一个小人告诉她 打一架 和她打一架 当她敏锐地注意到 明和公主也握紧了拳头之后 知道她和自己 拥有同样的感受 灵秀犹如一瓢冷水 当头浇下 脑海中的那个小人 瞬间就被她掐死了 她不会因为冲动 就去做这种不理智的事情 与此同时 明和公主也舒展开了拳头 她淡淡地看了灵秀一眼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灵秀老实回答道 灵秀 灵秀 明和公主对这个名字 显然不陌生 眉头挑了挑 不确信地问道 平安博之子灵秀 和那个女人有婚约的灵秀 大厦最底层的权贵 就是三等博 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 王都还有三十多位三等博 即便是皇帝 也不可能全都记得 更何况是九居后宫的公主 居然连一个三等博之子的名字 都记得这么清楚 灵秀对此并不意外 因为 她口中的那个女人 平安博府在王都的名气不小 谁都知道 有一个平安博家的废物公子 攀上了高枝 他们可能不认识灵秀 但也都听过她的名字 灵秀点了点头 说道 回公主 是我 明和公主好奇地打量着灵秀 问道 你不是没有 灵秀解释道 我的能力刚刚觉醒不久 知晓了灵秀的名字之后 明和公主显然对灵秀好奇心大增 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灵秀一番 然后摇头道 长得倒是人模狗样 但天赋太差 还是配不上那个女人 灵秀注意到 明和公主对她那位未婚妻的称呼 一直是那个女人 就像是王都大部分男人 都讨厌灵秀一样 王都的大多数女人 尤其是年轻女人 也讨厌赵家那位天之娇女 男人讨厌的灵秀原因 是赵灵秀太过优秀 她天香国色 又天赋过人 是许多年轻男子的梦中女神 而他们的女神 却是别人的未婚妻 自然是夺妻之仇 不共戴天 女人们讨厌赵灵秀 也是因为她长得太好看 天赋太好 无论是什么大家闺秀 还是皇室公主 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 女人的攀比心是很严重的 又有哪个女人愿意 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明和公主显然也是其中一个 明和公主见她表情平静 丝毫不恼 差一道 你不生气 灵秀抬头看了她一眼 说道 赵家底女子色天赋皆无双 王都无一女子能与她相比 除了这张脸 我的确没有什么配得上她的 公主说的是事实 我为什么要生气 灵秀没有生气 明和公主却有点生气了 这个混账 夸那个女人就够了 偏偏还要踩别人一脚 什么叫王都无一女子 能与她相比 这岂不是也将她包括在内 虽然这是实话 可她真的很不喜欢听 明和公主恨恨地看了灵秀一眼 咬牙道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除了长相 论地位 论天赋 论实力 没有一点配得上她 灵秀微微一笑 说道 多谢公主夸奖 明和公主微微一愣 然后才意识到灵秀的意思 随后 她便一阵无语 她刚才说的重点是这个嘛 她的重点是说 她配不上那个女人 不是夸她长得好看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灵秀知道明和公主生气了 因为她原本平坦的胸口 微微有了起伏 所以她没有再开口 万一彻底激怒了她 美好果子吃的人是她 她是不在乎一些事情 但也不代表 别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这多多少少 就有一点侮辱的意思在里面了 其实灵秀应该忍下的 毕竟 对方身份尊贵 两人又实力悬殊 激怒她 不是明智之举 但不知道是不是体内力量的原因 只要她 站在灵秀前面 灵秀就忍不住想要 和她针锋相对 有些话几乎是本能的就说出来了 明和公主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本来和此人没有恩怨 但只要站在她对面 说话就不免刻薄起来 在艺术院中 她经常与赵灵秀见面 因为身份和实力的原因 他们虽然也互相看不顺眼 但谁也奈何不了谁 因此并没有什么交集 如今同样遇到了一个 深具兵之艺术的 而且实力远低于自己 明和公主忍不住就想欺负她 可这灵秀 却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 言语上她根本占不到便宜 又不能真的对她出手 明和公主平复心情之后 只能带着一肚子气离开 有源源不断的元金用来修行 灵秀很快就忘记了锐东宫的小插曲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她来到宫门口 夜色下 一辆马车停在那里 除了孙大力之外 灵音也在这里 她和灵秀说过 孙大力的实力不够 所以 她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等她 然后送她回去 马车缓缓行驶 孙大力在外面赶车 灵秀和赵灵音坐在车厢里 想到一件事情 灵秀问她道 灵音 你和明和公主熟悉吗 明和公主 赵灵音闻言 眉头促起 然后道 你在宫里做事的时候 离她远一点 她的能力是火 和我们互相克制 她有可能会找你麻烦 灵秀心道 他们果然认识 或许也是老对头了 一个兵 一个火 不知道他们谁更厉害一些 于是她直接问道 你和明和公主 谁更厉害一点 赵灵音瞥了她一眼 问道 你觉得呢 灵秀想也没想 说道 我觉得你更厉害 赵灵音虽然很满意 灵秀的回答 却还是说道 没打过 但她并不简单 我没有必胜的把握 看来两个人是半斤八两了 不过 一个是宿命的对手 一个是亲爱的小姨子 灵秀笑着说道 就算实力差不多 她别的也比你差远了 对于赵灵音来说 明和公主绝对是一个劲敌 在艺术院 一直都有好事者 将两人私下里比较 无论是容貌 天赋 还是实力 两人都难分高下 从来都没有人说过 明和公主比她差远了这样的话 赵灵音看了灵秀一眼 问道 她哪里比我差 灵秀想了想 说道 虽然你们在容貌上各有千秋 但是她矮啊 赵灵音微微一愣 她的身材略微高挑 明和公主则相对娇小 不过那也是相对而已 明和公主的身高 在女子之中 绝对在平均以上 没想到 在灵秀眼里 这居然被算作矮了 不过 和自己相比 她的确是矮了点 她瞥了灵秀一眼 问道 还有呢 忙了一天 本来已经身心俱疲 说起这个 灵秀就一点都不困了 以一个资深海王的经验 对赵灵音解释道 还有 你比她白多了 明和公主简直是又黑又矮 赵灵音肤色白皙 和她的能力有一部分关系 明和公主的能力是火 所以皮肤比一般人更加红润 但怎么也算不上黑啊 又黑又矮 想不到 她在灵秀心中的形象 居然是这样 灵秀继续分析 还有还有 你们年纪差不多 赵灵音眉头微醋 我看起来很老吗 灵秀连忙解释 我不是说年纪 那你说什么 锐东宫 已经躺下的明和公主 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心中翻涌着和人打一架的冲动 她从床上坐起来 难难道 本宫这是怎么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 灵秀的生活 可谓是风平浪静 经过了上次的事情之后 天香楼终于演气息鼓 别的酒楼 青楼等 也没有人再来找她 让她能够安安静静地赚钱和修行 背靠大树好乘凉 那件事情过后 他们肯定也都知道了 灵秀在为皇宫做事 谁要是还敢有什么小动作 那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 只有这个差事再深一天 灵秀就可以再王都横着走 有圆经的帮助 灵秀静静飞快 就连灵音都说 按照这样的趋势 或许不用等到今年冬天 她的能力就能觉醒第二次 这算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 修行不断进步 自然是好事 但从这些日子的修行效果来看 灵秀的天赋其实并不高 需要借助圆经才能达到这种速度 倘若没有圆经 她和那些真正的天才之间 还有很大的差距 好在别人的修行之路只有一条 灵秀却有好几条 这些天来 她一直在跟着孙大力锤炼力量 孙大力对灵秀表现出来的力量 很是震惊 但她脑子转不过弯 很容易就被灵秀 以天阶艺术觉醒的副作用 糊弄过去了 半个月过去 气温也稍稍降了一些 灵秀预计 可能再过大半个月 摘月楼的生意 虽不至于让灵家一下子大富大贵 但也不用再紧巴巴的过日子 如今 灵秀已然适应了新的生活 甚至有些享受 她十分享受这种一家人每天都在一起 其乐融融的感觉 若是再给她一次机会 灵秀未必会选择回到那个熟悉的世界 唯一有些想念的是 那个世界的娱乐 追剧 看电影 KTV 剧本杀 密室逃脱 从早到晚 可以玩一整天都不重样 但这个世界的娱乐却少得可怜 醋局 大热天的 没人会喜欢这个 斗鸡 遛鸟 斗蛆 它又没什么兴趣 若是有朋友 还可以参加一些宴会 可以前的灵秀 就在府中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根本没什么朋友 自然也没有人请它 倒是还有一项娱乐 是王冬男人最喜欢的 那就是逛青楼 这更不在灵秀的考虑之中 虽说灵秀的灵魂早已身经百战 可身体还是清白之身 第一次体验 当然不能交代在那种地方 不 第几次体验也不能 连明和公主都夸赞了长相 如果去了青楼 到时候到底是谁嫖谁 怕是那些姑娘倒贴钱都愿意 更何况 要是被赵灵英知道了 她双腿肯定不保 无聊 太无聊了 上辈子的灵秀 不是在策马奔腾 就是在策马奔腾的路上 更是各大酒吧夜店的 VIP客户 娱乐生活和其丰富 她也早就适应了那种生活 可现在 每天不是修行 就是得皇宫治兵 再不找点乐子 她恐怕会被憋出病来 今天一大清早 灵秀就带着孙大力和大皇 出门闲逛了 才过了半个多月 大皇整条狗 就胖了整整一圈 从之前的骨兽灵循 一张皮包着骨头 变得圆润了不少 身上也有些肉了 灵秀仔细思寸之后 觉得以后出门 还是带着大皇的好 作为一条狗 他拥有孙大力 没有的嗅觉和警觉 可以比人类 更早地察觉到危险 灵秀觉得 他当护卫 都比孙大力靠谱 孙大力和大皇 跟在灵秀身后 一人一狗 嘴里都叼了一只鸡腿 孙大力吃得满嘴流油 问灵秀道 少爷 我们这是去哪里 灵秀百无聊赖道 随便逛逛 待在家里 他实在是被闷坏了 出来随便逛逛也好 这两日天气有所转凉 现在也还是早上 街道上行人不少 各种吆喝声和叫卖声 络绎不绝 灵秀正觉得嘈杂 忽有一段特别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中 这声音软糯婉转 像是无浓软语 灵秀曾经交往过 一个苏州的女孩子 他说话便总是软软诺诺的 让人酥到了骨子里 这声音勾起了灵秀一些回忆 他不由地寻着声音飘来的方向 寻找了过去 十几步之后 灵秀在一处两层的小阁前停了下来 小阁前的牌匾上 写着梨花院三个流金的大字 这应该是一处戏楼 因为小阁门前的一块木板上 写着这个世界流传的一些曲目名字 青楼虽然娱乐性 更强也更舒服 但到底难登大雅 这也催生了戏楼 乐方 舞房的发展 灵秀小时候并不喜欢听戏 电视上播放戏曲时 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换台 后来长大了 倒是觉得戏腔别有一番风味 歌单中的古风戏腔歌曲多了不少 大黄在外面等着 灵秀给他和孙大力买了两张票 走进了梨花院 戏楼内客人并不多 大部分座位都是空着的 一名女子穿着戏服 不知在台上唱着什么曲目 那让人听了浑身酥软的声音 就是出自于他 灵秀随便找了角落里一张桌子坐下 立刻有人奉上了茶水 孙大力看着灵秀 正要问些什么 还未开口 灵秀就抬手制止了他 然后闭上眼睛 静静地听着 优美的音乐 果然可以舒缓人的心情 这声音更是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 让灵秀原本烦躁的心情 逐渐地平静下来 也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那个说话同样软软诺诺 永远都是细声细语的女孩子 是灵秀的初恋 他们曾经很相爱 在一起三年 马上就要迈入婚姻的殿堂 可后来还是分手了 没有第三者插足 也没有双方家人的阻拦 一切的狗血剧情都不存在 仅仅只是海市山盟 轰轰烈烈的爱情 败给了柴米油盐 鸡毛蒜皮的生活 这一段深刻的感情经历 也加深了灵秀对婚姻的恐惧 后来他交往过很多女朋友 却再也没有一个 说着无浓软语的江南姑娘 当然 他也再没有想过结婚 那个渴望一段完美婚姻的少年 最终蜕变成 每月换一个女朋友的海王 一曲唱吧 灵秀睁开眼睛 看到孙大力坐在他对面 抓耳挠腮的 似乎很不自在 他很快就想明白 这家伙就是一个粗人 哪懂得欣赏什么音乐 让他听戏 简直就是对牛弹琴 灵秀挥了挥手 说道 你不想听就先出去吧 晚些时候 我会自己回去的 孙大力如蒙大赦 立刻站起身 说道 那少爷 我在外面等你 灵秀也没有再说什么 台上的戏子 已经开始唱第二曲 灵秀一边听那软糯之音 手指一边有节奏的 轻轻敲击着桌面 闭上眼睛 只听声音 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那个世界没有让灵秀留恋的人 却有让他留恋的事 灵服很温馨 赵家也对他很好 可每当夜深人静 灵秀总会从心底 浮现出一种孤独的感觉 仿佛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 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 对他都是陌生的 他找不到任何熟悉的东西 就连戏楼中的戏曲 也是他从来都没有听过的 不过 台上的戏子唱腔虽好 可对于灵秀而言 终究是差了些什么 于是他睁开眼睛 对不远处的一名少女招了招手 一般来说 经营戏楼的 都是一整个戏班 在这里端茶倒水的 也是戏班的小学徒 他们在这里跑上几年堂 学上几年唱腔 就可以登台现唱了 少女快步走过来 问道 公子有什么吩咐 灵秀道 我要点戏 要进戏楼 需要购买戏票 这戏票不限时间 可以从戏楼开门 一直坐到关门 但除了听戏免费之外 第一壶之后的茶水 以及糕点小时 都是要另外收费的 戏楼每天会固定安排一些曲目 如果看客愿意再多出一些钱 也可以单点自己喜欢的 不一会儿 就有一名老玉走上前 笑呵呵地说道 请问公子想要点哪一段 我们这里单独点曲目 是要额外收取二十文钱的 二十文钱一曲 倒也不贵 灵秀点了点头 随后道 我要点的曲目 你们这里没有 不如你找一位姑娘 我教她怎么唱 她再唱给我听 如何 灵秀此言一出 老玉看她的目光 便带上了一些警惕 随后便摇头道 抱歉 公子 梨花院只能点姑娘们会唱的曲目 灵秀想了想 说道 我可以加钱 老玉摇头道 这不是钱的事情 啪 灵秀将一定银子拍在桌面上 老玉喉咙动了动 瞬间转过头 大声道 姑娘们 都过来 梨花院 几名女子站在那老玉的身后 目光好奇地打量着 坐在桌前的年轻公子 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这位公子出手固然大方 但也是有条件的 他不听楼里的曲目 而是要教他们唱 再让他们唱给他听 虽然以前没有过这种事情 但只要银子给的多 大家也不是不能唱 问题在于 正常人怎么可能会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 他们都在担心 面前这位俊俏公子 对他们图谋不轨 到时候会做一些轻薄的事情 虽然他长得俊俏 但他们也都是清白人家 和青楼那些以色于人的女子不一样 场中沉默了许久 才有一名女子上前一步 说道 我来吧 林秀注意到 她就是刚才在场上唱曲子的那位姑娘 虽然她脸上化着浓浓的细装 但从脸型和眉眼来看 应该也是一位美人 这女子站出来后 身旁立刻有人拉住她 劝说道 彩衣 你可想好了 这银子 哪里是那么好转的 名叫彩衣的女子微微一笑 说道 没事的 不过就是学唱一首新曲 不用担心 随后 她对林秀盈盈失了一礼 说道 公子请随我来 梨花院一楼是大堂 还有客人在这里听戏 她为林秀一人独唱的话 自然不能选在这里 楼里有专门的雅阁 便是为客人单独点取而准备的 林秀跟着她上了二楼 走进一处雅致的隔间 忽而问道 姑娘难道就不怕我图谋不轨 她当然看得出来 那些姑娘的顾虑 他们是将自己当成 前来烈焰的顽固子弟了 所以才没有一个人答应 彩衣姑娘轻轻一笑 说道 别人会 但公子不会 林秀有些诧异 问道 为何 虽然她一身正气 但也没有将好人俩的字 写在脸上 彩衣姑娘道 那日清丽丝审案 彩衣就在外面观看 公子不畏强权 高风亮节 让彩衣十分佩服 林秀恍然大悟 随后也只是笑笑 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开始吧 林秀先是哼唱了一小段曲调 她本以为 需要多哼几次 她才能学会 没想到只听她哼唱一遍 这位名叫彩衣的姑娘 就可以用古证 精准无误地弹出来 几两银子花得值得 林音对她的评价是请柬 其实她对林秀有所误会 她花钱很随性 向来不问贵不贵 只看值不值 她会在路边摊吃几文钱的面 也能在这里 听几两银子的曲 一切只看心情 一个钟之后 林秀看着彩衣 问道 记住词曲了吗 彩衣点了点头 说道 记住了 刚才这位公子 给了她一段新的词曲 有些曲调 甚至不在五音之列 唱法也和主流的全然不同 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听过的片门唱法 彩衣不知道这位公子 为何要她这样唱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客人付了银子 他们便要满足客人的要求 她清了清嗓子 试探问道 公子 那我开始了 林秀微微点头 不多时 便有悠扬的戏腔 在林秀耳边响起 台下人走过 不见就颜色 台上人唱着 心碎离别歌 情字难落幕 她唱须以血来合 一曲罢 林秀睁开眼睛 轻轻吐了一口气 她终于找到那种感觉了 这是林秀耀的那种感觉 也是对她而言 她刚才的戏目中缺少的感觉 能在这陌生的世界 听到熟悉的音乐 对她的内心 无疑是很大的慰藉 林秀心中的那一份孤独感 在这一首 赤灵中 被逐渐驱散了一些 她对眼前的女子拱了拱手 说道 多谢彩衣姑娘 彩衣姑娘迎迎一笑 说道 公子客气 这是彩衣应该做的 林秀站起身 说道 今日还有要事 改日再来听姑娘唱曲 笑道 公子慢走 等到林秀离开梨花院 她脸上才浮现出一丝好奇之色 这首片门的曲子 她以前从未听过 似乎是这位公子独创的 她看得出来 这首曲子 对她来说 似乎有着某种独特的意义 但这曲词 又分明是说他们凌人的 一时间 彩衣对于这位公子 心中生起了无限好奇 今日之后 除了和林音修行 去皇宫治兵之外 林秀又多了一件事情做 谢聊听曲 这个世界的娱乐方式 本来就不多 别的林秀都不怎么感兴趣 唯独对听曲情有独钟 第二次来梨花院的时候 彩衣不在 林秀便随便点了另一位姑娘 只是 让她失望的是 那位姑娘的悦感 显然没有彩衣那么准 林秀教了好几遍 她还是频频跑掉 无奈之下 林秀只好又换了一人 新的姑娘虽然乐感准了 但却怎么都唱不出 林秀药的味道 这个时候 林秀才意识到 彩衣姑娘的声音 似乎可以植入灵魂 有着任何一位灵人 都无法代替的特质 接连两次 彩衣姑娘都不在 林秀再一次来的时候 直接问梨花院的班主 也就是那老玉道 请问 彩衣姑娘去哪里了 班主叹了口气 说道 彩衣病了 病了 林秀问道 严重吗 班主再叹一声 说道 已经卧床好几天了 林秀想了想 问道 我能去看看她吗 老玉看了看林秀 犹豫了片刻 最终点头道 公子 请随老身来吧 片刻后 梨花院附近的一条身像中 梨花院班主 推开一个院子的门 对林秀道 就是这里了 院子里还有几位 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 有的在练习唱枪 有的在翻跟头 应该也是梨花戏班的 班主带着林秀 走到里面一处房间 刚刚走到门口 便听到了一阵咳嗽的声音 林秀走进房间 躺在床上的一名女子 看到她 挣扎着起身 窘迫道 公子 您怎么来了 此刻的她未施粉带 素面朝天 如铺的青丝 随意披散在肩上 容貌和林秀猜测得差不多 戴眉青丝 性脸摇鼻 也是极美的女子 只是脸色和嘴唇 都有些苍白 让她平添了几分柔美和可怜 见她强称着身体坐起来 林秀连忙道 彩仪姑娘不必起来 这几日去戏楼找你 你都不在 班主说你病了 我就来看看你 彩仪歉意道 让公子挂念了 林秀问道 看过大夫了吗 那班主说道 早就看过了 可吃了几副药 一点也不见好 林秀和彩仪姑娘 虽然没有多么深的交情 但却只有她的歌声 能抚平她心中 时而出现的孤独和寂寞 也不能看着她 一直病下去 林秀想了想 说道 我有个朋友 是宫中的太医 我请她来帮你看看 应该很快就能痊愈 彩仪连忙道 彩仪一个戏子 怎么敢劳烦太医 林秀摆了摆手 说道 他人很好 没事的 你先休息 我去去就回 说吧 他便转身离开 房间内 班主看着彩仪 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生病这几天 这位公子可是找你了好几次 还要请太医来为你诊治 八成是看上你了 彩仪苍白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红玉 说道 班主 你别乱说 公子可能只是 喜欢听我唱曲罢了 班主笑了笑 说道 这可说不准 宫门口 林秀出示了腰牌 然后进入前宫 他说的太医朋友 自然就是双双姑娘了 这次去太医院找他 一来是为了彩仪 二来 也为了和双双姑娘 增进一下友谊 他的能力 林秀实在是太渴望了 人生在世 谁还没有个头疼脑热 发烧感冒 就算不为别人 为自己和家人 得到这个能力 也是很有必要的 来到太医院后 林秀发现 门口没有人职守 直接走进去 本想找个人问问 双双姑娘在不在 没想到还没迈进太医院大门 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么大的太医院 这么多太医 连一个能治喃喃的人都没有 你们说 朝廷养你们 有什么用 太医院中 十几名太医站成一排 纷纷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大气也不敢喘 雍容华贵的贵妃娘娘 气得胸口起伏不止 头上的布摇一晃一晃的 林秀一支酒 已经迈进了太医院大门 心中暗道不好 贵妃娘娘居然在这里 而且看样子正在气头上 现在时机不对 还是鲜澀为妙 没想到 一名太医余光 看到了有人进来 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门口 不看还好 他一抬头 贵妃娘娘注意到他的举动 下意识地回头一瞥 然后大喜过望 说道 林秀 你来得正好 你快来看看 看看本宫的男男怎么了 想要逃跑 却被贵妃娘娘看到 林秀一阵头大 但是已至此 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他走到院子里 先对贵妃攻了攻身 说道 见过贵妃娘娘 贵妃摆了摆手 说道 免礼免礼 你快看看男男怎么了 贵妃对他的宠兽还真的在乎 不惜亲自来到太医院 林秀暗叹一声 走到抱着宠兽的双双姑娘身前 问道 娘娘的宠兽怎么了 双双姑娘轻叹一声 说道 不知道怎么了 从昨天开始 他就不吃不喝 也没有一点精神 可是我检查过了 他身上没有伤口 体内也没有问题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让御医给动物诊治 还真是难为他们了 林秀伸出双手 说道 我来看看吧 双双姑娘小心地将宠兽递到林秀怀里 然后就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林秀身上 他想要看看 林秀是怎么为他诊治的 林秀将这宠兽抱在怀里 发现他一动不动 宝石般的眼睛中 也没有一点光彩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林秀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碰了碰他的鼻子 这小家伙看也没看他 有气无力道 别碰本公主 本公主烦着呢 当然 在贵妃娘娘和御医们听起来 这不过是几声喵喵喵而已 林秀继续逗弄着他 虽然他能听懂这小家伙说话 但他却不能听懂林秀的话 只有让他多说几句 林秀才有可能知道他 哪里不舒服 好无聊啊 本公主快被闷死了 谁来救救我 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了 喵喵喵喵喵喵喵 众人只看到 在林秀不断的逗弄下 贵妃娘娘的宠兽 不断发出哀鸣 贵妃娘娘看得心都快碎了 但出于对林秀的相信 她还是忍到现在 才忍不住开口道 怎么样 看出什么来了吗 林秀停止了逗弄 她已经得到了 她想知道的一切 人人都羡慕宫里的妃子 但真正让他们幽居深宫 一住就是数年甚至数十年 恐怕没有几个人受得了 历代皇帝的宫中 许多妃子就是这样郁郁而终 人如此 动物也一样 林秀以前曾经看过 很多类似的新闻 动物园中的很多动物 忽然变得无精打采 不爱活动 食欲减退 甚至脾气暴躁 绕着固定的路线转圈等等 这其实是抑郁症的表现 很显然 贵妃娘娘的宠兽也抑郁了 上次林秀就得知 她是从栖息地被抓来王兜的 离开父母亲人 离开同伴的同时 也失去了自由 被困在一座小小的宫殿中 和那些动物园的动物 有什么区别 出现抑郁的症状也难免 林秀看着贵妃娘娘 说道 回贵妃娘娘 学生已经找到了灵宠的病因 贵妃娘娘脸上浮现出喜色 说道 真的吗 南南怎么了 林秀道 娘娘的宠兽抑郁了 贵妃好看的眉头促起 显然并不明白 问道 什么是抑郁 林秀想了一会儿 解释道 回娘娘 这灵兽被从出生的地方 抓到一个陌生之处 平日里能活动的地方 也不过是长春宫的一片天 久而久之 心中便会积遇难平 具体表现在 不吃不喝 无精打采 不爱活动 直至死亡 林秀说完之后 贵妃娘娘没有回应 而是目光正正地望着某处 陷入了失神之中 片刻后 她才回过神 然后问灵秀道 那南南的病 有救吗 林秀思存片刻 说道 倘若娘娘允许 可让人将宠兽带出宫去 如此一来 她的病情应该会有所好转 贵妃娘娘微微点头 然后对身后的小宫女道 玲珑 你们带南南出宫半日 本宫有些乏了 先回宫休息了 说完 在几名宫女的跟随下 她有些异性阑珊地 离开了太医院 林秀注意到 在她说完这灵兽的病情之后 贵妃娘娘的情绪 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或许 她是想到了自己 她虽然贵为贵妃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她与那只宠兽并无区别 给贵妃娘娘的宠兽治病 太医院自然也要有人跟随 这个人选理所应当的是白双双 同时 林秀也得一路跟着 另外 还有几道人影 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 应该是贵妃娘娘派来保护林宠的 她对着林宠这么宝贝 肯定不放心 只让一个小宫女 将她带出宫 那位叫做玲珑的宫女 就是林秀在长春宫救过的小姑娘 她抱着那宠兽 脸上也满是兴奋和激动 自从进宫之后 这还是她第一次出宫 连走路都是一蹦一条的 路上 林秀感慨道 贵妃娘娘好像很喜欢这只灵兽 贵妃是真的宠爱这只灵兽 让林秀产生了一种人不如兽的感觉 玲珑说道 那是当然 男男是贵妃娘娘的母亲去世前 送给她的礼物 娘娘可宝贝着呢 她生病的时候 娘娘连饭都吃不下 林秀不知道 这宠兽还有这种来历 如此便说得通了 母亲留给贵妃娘娘的遗物 她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也不奇怪 这时 白双双也好奇地看向灵秀 问道 林公子 我知道人若是失去了自由 长期幽闭在一处单一的环境中 会有治愈的倾向 动物和宠兽也会有吗 灵秀点了点头 说道 当然 动物也是有灵质的 这些宠兽的灵质更高 有些人类会患的病 他们也会患上 不信你看 出宫之后 它不就变了一个样子吗 玲珑和白双双的注意力 都在灵秀身上 听她说完 立刻看向了玲珑怀里的宠兽 只见不知什么时候 这灵秀的眼中有了神采 正握在玲珑怀里 只探出一个脑袋 东张西望地观望着周围的一切 看起来精神多了 真的好多了 白双双惊叹一声 然后崇拜地看着灵秀 说道 今天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多谢灵公子 灵秀微微一笑 说道 我也有很多地方不如你 以后多多交流 取长补短就是了 随后 她对白双双道 对了双双姑娘 我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白双双道 灵公子不用这么客气 你已经帮我两次了 有什么事情直说便是了 灵秀微微一笑 说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是我有一位朋友病了 吃了许多药也不见好 能不能请你去为她诊治诊治 白双双露出笑脸 说道 这算什么请求啊 大夫本来就是要救人的 你的那位朋友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去吧 他们出宫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贵妃娘娘的宠兽散心 倒也无所谓去哪里 很快的 灵秀将他们带到彩衣居住的地方 白双双握着彩衣的手 不消片刻 彩衣苍白的脸色就变得红润 她从床上坐起来 惊叹道 太神奇了 我感觉身体已经完全好了 灵秀道 那是自然 双双姑娘可是太医院的太医 又岂是浪得虚名 好了 你大病出狱 还是要好好休养 过两日我再来看你 离开了彩衣的住处 灵秀他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逛街 这小东西果然是在宫里被憋坏了 在皇宫的时候无精打采 出了宫 立刻就生龙活虎 如果不是有一条绳子拴着它 恐怕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灵秀懂得她的自言自语 所以她很清楚 她想要去哪里玩 想要吃什么 每次都无声无息地顺着她 这更让这小家伙的玩心 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表现无比活跃 哪里还有在宫里时 围你不振的样子 白双双心中称其不已 看向灵秀的眼神中 钦佩和仰慕之色更浓 她很清楚 如果没有了艺术能力 她什么也不是 而很多情况下 艺术并非无往不利 例如这两次 她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夫 而成为名医并不容易 她要向灵公子学习的 还有很多 灵秀觉得自己 有成为训兽师的前置 当初怎么没有建议 海棠姑娘去干这一行 她后来好像是打算卖豆腐来着 在这个世界 有权有势的人家 养灵宠的可是不少 那些人根本不在乎钱 这一行绝对暴力 比治兵还暴力 不过 以前不能听懂动物说话时 甘训兽师倒也没什么 但看到贵妃娘娘 宠兽抑郁的样子 灵秀的念头就发生了动摇 做训兽师 不如做兽医好了 根据灵秀的了解 兽医这个行业 这个世界好像是没有的 古往今来 只有专门医人 哪有专门医兽的 虽说有一小部分人 如海棠姑娘一样 可以听懂兽语 但可以听懂动物的话 不代表可以给他们治病 如果不是贵妃娘娘的宠兽 恰好患的是义语 灵秀对此也毫无办法 但只要她得到了双双的能力 立刻就可以持正上岗了 灵秀已经决定 如果以后家里没钱了 她就在王多开一家医馆 只医兽 不医人 到时候还不是赚钱如抢钱 对了 那时可以把海棠招进来 还能避免有人怀疑自己 第二日 灵秀再次去皇宫治兵 来到长春宫时 看到贵妃娘娘抱着的宠兽 精神比昨天好太多了 贵妃娘娘显然心情也不错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主子高兴 下人们自然也不用如履薄冰 整个长春宫的气氛 都明明了许多 贵妃抱着宠兽 用打量人才的目光打量着灵秀 再次问道 你真的不考虑进宫 灵秀连忙道 谢娘娘抬爱 只是学生乃是家中独子 家里还要依靠学生传宗接待 数学生难以从命 贵妃娘娘遗憾地叹了口气 却也没有再坚持 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 本宫只好赏你一些别的了 从皇宫出来 灵秀手中又捧了一个锦盒 赵灵音靠在马车旁 问道 什么东西 灵秀将锦盒随手递给她 说道 贵妃娘娘赏赐的 我用不到 送你了 贵妃娘娘也真是大方 两次赏给灵秀的东西 都价值不菲 不过这也不奇怪 但凡宫里的东西 又哪有寻常之物 宫妃每月从内务司 领取的阅历有限 不可能赏她几百上千两银子 但名贵首饰却不守 赏赐起来都不带心疼的 赵灵音打开锦盒 下一刻便觉得眼睛被晃晃 河中是一只翠绿的玉镯 半透明的玉镯 质地细腻 赵灵音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但又担心 现在她拒绝了 灵秀转头就将此物送给别的女人 于是她将锦盒收下 解释道 我替姐姐收着 灵秀耸了耸肩 随你 她只是不喜欢欠人情 灵音对她的好 仅次于平安伯夫妇 一只金钗偿还不了她的情 所以有什么好东西 灵秀第一时间想的都是给她 至于她会怎么处置 她便管不着了 第二天不用去皇宫 灵秀吃过午饭 就和孙大力溜达着出了门 梨花院 二楼的雅阁内 灵秀看着彩衣 问道 彩衣姑娘身体好些了吗 彩衣感激道 多谢公子 彩衣已经痊愈了 灵秀想了想 说道 你要是真谢我的话 就别让班主收我那么多银子了 要是每次来听曲 都要花几两银子 我可就真的听不起了 彩衣言嘴轻笑 说道 上次的银两 足够公子这个月天天都来了 下次公子若是想听曲 来楼里找我便是 我不收你银两 灵秀琢磨着 怎么青楼女子不收她的钱 戏子灵人也不收 她莫不是什么时候 觉醒了白嫖的能力 片刻后 彩衣望向灵秀 问道 公子今日还是听那一曲 赤灵吗 灵秀摇了摇头 说道 不 今日再教你一首新曲 叫做探窗 小半个时辰后 当彩衣最后一句唱罢 灵秀缓缓睁开眼睛 彩衣的声音 动听而又深入灵魂 听她唱歌 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甚至让灵秀有点上瘾 她将这曲目唱给姐妹听的时候 他们并未觉得哪里出彩 也只有眼前的公子 能陶醉其中 此时 楼下 几名年轻人大步走进梨花院 其中一人道 彩衣姑娘呢 快让她出来 都好久没有听她唱去了 梨花院班主连忙迎上来 一脸歉意的说道 几位公子爷稍等 刚刚有一位公子点了彩衣 等她出来 我马上就让她给你们唱 嘿 吴兄 她让我们等 不知道是哪家公子 这么有面子 让我们这么多人等她一个 看来人家是没将吴兄放在眼里 听着众人的言语 吴兄皱了皱眉 他倒不是恼怒这戏楼的班主 而是身旁的这些酒肉朋友 他吴兄又不是什么超级二世祖 不过是有一个在衙门里当差的老子 这王都不用将他放在眼里的人 怎么着也得有个千八百的 在这种地方 胆不分情况惩微风的 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只不过 这里并不是王都的繁华区域 附近住的不是平民 就是有几个小钱的商人 一般有权有势的人 不会来这种寒酸的小戏楼 他倒也不用太过谨慎 而且他已经看过了 戏楼门口没有护卫 戏楼里面也没有 更是说明 这里没有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既然如此 他便没有什么好顾虑了 这半个多月来 他一直在家养伤 早就憋了一肚子火 想找个地方发泄发泄 若是牵连到谁了 只能怨他自己倒霉 他对班主冷哼一声 说道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有面子 二楼雅各 林秀正准备再教彩一一首歌 雅各的门 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这里的门是没有锁的 为的是防止不规矩的客人 在里面对楼里的姑娘做些什么 一般没有意外情况 也不会有人随意闯入 这次显然是有意外情况 几名年轻人站在门口 似乎来者不善 站在最前面的 正好是林秀认识的 无亲看到房间里的林秀时 脸都被吓白了 上次因为他 他被老爹抱揍了一顿 在家足足养了半个月的伤 今天才伤愈出门 他也是后来才知道 此人是在皇宫当差的 那天宫里的太监总管 都找上东承崖了 他老爹也差点官冒不保 为了巴结一个一等侯 差点得罪了当今陛下 知道真相之后 无亲甚至觉得 老爹打得轻了 他是真的婴儿 明明知道不久之后 陛下就会召他进宫 他还故意被抓到东承崖 让宫里的总管找不到人 那件事情如果闹大 自己的脑袋 保不保得住还两说 一想到这件事情 他的双腿就开始发软 从那以后 无亲的心里 对林秀就充满了警惕 要是再次招惹到他 他指不定什么时候会被阴死 林秀看到东承魏之子 站在门口 许久未动 主动站起身 问道 又是来抓我去衙门的 无亲立刻躬身 说道 不好意思 走错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头也不回 三步并坐两步 快速下了楼梯后 无亲拔腿就跑 也不顾自己重伤出狱 一旦动作幅度过大 屁股就钻心一般的痛 跟着他来到这里的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没有了主心骨 他们也很快坐鸟受散 林秀看着跟着上来的班主 疑惑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班主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试探地问林秀道 敢问公子 您 您是京城哪一家的大人物 林秀摆了摆手 说道 无名之辈 不足挂齿 班主忐忑道 您说笑了 说笑了 一个无名之辈 又怎么会认识太医 一个无名之辈 怎么会让东承玉家的公子看一眼 就下得落荒而逃 只是林秀不说 他也不敢多问 林秀知道班主不信 但他说的是实话 王都这种地方 最不缺的就是权贵 落魄的权贵 别人连听都没听过 不是无名之辈是什么 他只不过是借着皇宫的大旗 狐夹虎威了一次而已 被人扰了兴致 林秀也没有了听取的心思 和彩衣告别之后 便离开了戏楼 二楼雅阁中 那班主看着彩衣 说道 姑娘 这位公子显然不是一般人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 我看得出来 他和那些顽固子弟不一样 说不定 这就是你飞上枝头 便凤凰的机会 彩衣只是微微一笑 说道 我哪有这种命 班主摇头道 自己的命 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想我当年 算了 当年的事 不提也罢 彩衣摇头道 班主还是不要乱说了 公子真的没有这种意思的 像他们这样的灵人 最好的结局 也不过是被有钱人家看上 迎进门去做了妾室 后半生有个容身之所 这位公子生的俊俏 为人正直 又懂得体贴人照顾人 能有这样的依靠 自然是极好 哪怕是为婢为妾 对方对她无意 从未有过一丝余举之举 今日之事 更是说明 她的身份尊贵无比 她根本不敢高攀 转眼间 灵秀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一跃有余 昨天夜里王都下了一场雨 今天早晨 天气就变得凉快了许多 一场秋雨一场凉 这场雨过后 天气应该是再也热不起来了 王都的百姓 自然是欢欣喜悦 过去一个月 王都遇到了数十年不遇的酷暑天气 如今 终于是不用再受那炎热之苦了 按照惯例 灵秀今日是要进宫的 所以他早早的就来到了摘月楼 这一次 摘月楼掌柜没有让他治兵 而是让下人奉上了一个墓盒 笑着说道 这些日子 劳烦公子了 这是一百两银子 是驸马府的一点心意 希望公子笑纳 灵秀明白了他的意思 天气已经转凉 摘月楼自然也不需要他来治兵 这一百两是最后的酬劳了 灵秀很干脆地收下这一百两 说道 合作愉快 摘月楼掌柜笑道 希望明年还有和公子合作的机会 灵秀轻轻一笑 明年 明年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今年突如其来的酷暑 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连皇宫的储兵都早早地用光 除了摘月楼外 各大店铺的生意 不知道受了多少影响 吃一欠掌一掷 为了避免相似的情况 明年再出现 今年冬天 他们一定会报复性地存兵 明年必然不可能再出现 兵源紧缺的情况 回了灵府 灵秀清点了 这一个多月来的收获 一个月前 灵家已经落魄到 需要祖母当掉首饰 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的境地 现在 摆在箱子里的白银 就有差不多一万两 这都是灵秀这一个月赚的 一万两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王都的顶级权贵 却是不值一提 这点钱 只能买得起 王都繁华地带的一个小院子 周云将灵秀叫到一边 想了想 说道 秀儿 娘和你爹商量了一下 打算在东城给你买一个院子 到时候 你无论是去艺术院 还是去清理厕 都方便一些 灵家住的地方 距离皇宫很远 即便是乘坐马车 也要不短的时间 不仅如此 西城区远离皇城 治安也是天差地别 正因如此 那刺客才将动手的地点 选在了灵家附近 灵秀知道他们 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 但一万两银子 在东城根本买不到什么好宅子 不够他们一家人居住 母亲的意思是 他们还是住在这里 让灵秀一个人住在新居 可灵秀已经习惯了家的感觉 这个家里 有人和他吃饭 有人陪他说话 有人关心他照顾他 新宅子对他来说 毫无意义可言 更何况 用这些银子买的宅子 灵家又会变得 像以前一样窘迫 他摇了摇头 说道 娘 不用了 我住在家里挺好的 天气凉了 陛下应该 也不会再照我进宫 以后也就不会回来那么晚了 银子 似乎怎么赚都是不够的 以前灵秀就不会想着 在皇宫附近买房子 如今他算是发了一笔横财 可想买的东西 还是买不起 看来 灵秀以为今天李总管不会来 但午饭之后 还是见到了他 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处 两人已经很熟了 李总管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这鬼天气 终于凉快些了 今年在最后进宫一次 以后就不用去了 灵秀闻言 心中略微有些遗憾 近些日子 在圆京的作用下 他的实力在飞速提升 只需再进宫几次 应该就能第二次觉醒 可惜天不遂人愿 失去了圆京的加持 这个时间 恐怕还要延后几个月 这一个月来 灵秀对于后宫已经十分熟悉 哪位宫里住着什么飞瓶 每一位飞瓶 又是什么脾气 有什么忌讳 他都一清二楚 这些都是李总管告诉他的 为的就是怕灵秀说错话 做错事 得罪了他们 给自身招致火端 今日依旧是按照惯例 从皇后娘娘那里开始 按照飞瓶的位赐 挨个宫便上门 和第一次不同 灵秀这次来到贵妃娘娘的 长春宫时 他还例外地赏赐了 他两块西瓜 贵妃娘娘的脾气不太好 这在后宫人尽皆知 或许是因为灵秀 两次治好了他的爱宠 他对灵秀 还是有些特殊的 再一次走进 淑妃娘娘的宫中时 灵秀有些意外 平时来千秋宫 院子里只有几位宫女和宦官 今日则多了不少人影 人群最前方 淑妃娘娘 和一名中年男子 站在一起 正在欣赏着 花坛里 一层盛开的菊花 灵秀的视线 在中年男子身上扫过 不得不承认 此人长得很英俊 比起自己也不慌多让 而且因为年纪的关系 他身上还有一种 灵秀没有的沉闷 这是属于成熟男人的 独特魅力 是对女子全年龄段 通杀的魅力 但灵秀很清楚 眼前的男人 只喜欢少妇 毫无疑问 除了灵秀以外 能在后宫出现 还能和淑妃娘娘 站在一起的男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大小皇帝 李总管快步上前 跪在地上 恭敬道 奴才参见陛下 灵秀也上前一步 拱手恭身道 臣参见陛下 大下皇帝显然知道灵秀 看着他说道 你就是平安博之子吧 这一个月来 辛苦你了 你想要什么赏赐 可以和朕提 灵秀还是知道规矩的 文言再次恭身道 回陛下 臣乃艺术院学子 使朝廷俸禄 为陛下分忧 是臣的分内之事 臣不要赏赐 身旁的李总管 扯了扯他的衣秀 说道 灵公子 陛下向来功过分明 有功必赏 有过必法 你想要什么赏赐 可以直接和陛下说 灵秀心中郁闷 哪有这样给人赏赐的 他又不知道皇帝的心理底线 万一要得重了 他不给怎么办 让皇帝下不来台 倒霉的还是自己 而万一要得轻了 自己岂不是亏了 灵秀心里陷入了两难 要说他想要的 还真有 他想要靠近皇宫的 一座大宅子 父母下人搬过来 都能住得下的那种 平时无论是去艺术院 还是清理厕 都不用走那么久 但这样的宅子 价格可不便宜 他不知道 皇帝会不会给 时间看似只有一瞬 但灵秀心中 已经盘缓了无数次 最终还是选择放弃 可惜是可惜了点 但好在不会说错 这时 淑妃忽然看向夏皇 说道 陛下 依臣妾看 不如送他一座 皇城附近的宅院吧 陛下喜欢冰镇的酒酿 到时就能随时召他进宫 不用等那么久 夏皇想起来 每次他召灵秀进宫 的确要很长时间 闻眼点了点头 说道 还是淑妃考虑的周到 朱景 你去那务司查一查 挑一座距离皇宫 进的院子赐给他 他身后的一名宦官道 遵旨 灵秀还愣在原地 没有缓过神来 被李总管再次扯了扯袖子 才反应过来 恭声道 陈谢陛下赏赐 他心中狂喜 转了 这次转大了 淑妃娘娘一句话 就为他省去了几万两银子 几万两 得转多久才能转到 他简直爱死淑妃娘娘了 扑痴 站在夏皇身旁的淑妃 忽然没来由地笑了出来 夏皇转过头 疑惑问道 爱妃怎么了 淑妃眼着嘴 似是无意瞥了 灵秀一眼 强忍住笑意 说道 没什么 臣妾只是想到了 一件好笑的事情 宫里的人办事就是利索 办个时辰之后 灵秀就拿到了 东城一座宅子的房契和地契 宅子不大 标准的三进四合院 和灵府面积差不多 但地处皇宫附近 周围居住的 都是达官显贵 价格抵得上 灵府的十倍还多 说起来还真是巧了 他正好缺一座宅子 皇帝就送了他一座宅子 这一个月 虽然每天都被他的后妃 剥削得一滴不剩 但却是值得的 平安伯夫妇得知此事 自然大为喜悦 立刻便吩咐下人收拾东西 准备搬家 灵家以前就是住在东城的 只是后来没落了 连生活都无以为继 只好便卖了宅子 搬到偏远的西城区 如今也算是重回故地 等到将家中重要的东西 都搬过来 添置完新家具 又将整个宅院都打扫了一遍 已经是三日之后的事情了 此时 距离艺术院开院 也只剩下两天 艺术院每年会有两次长假 让学生们回家探亲 分别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以及年节前后 等到开院了 院内便会相应地开设一些课程 供学子们自由选择 对此 林秀心里早就有了打算 艺术的修行没有捷径可走 他跟着林英修行就好了 这方面 艺术院帮不了他太大的忙 也不会花费时间和资源 去培养一个皇子院的学生 像林秀这种不被重视的学生 留在艺术院唯一的作用 就是等待他们的能力 哪一天能被朝廷用上 就比如林秀 过去的一个月 要不是他 皇帝的那群后妃有的受 开院之后 林秀打算系统地学习一下武道 他有力量艺术在身 修行武道 可以事半功倍 在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实力 到现在 林秀还不知道 到底是谁想要杀他 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动手 他的实力每提升一分 便多一分自保的能力 此外 林秀迫切期望开院的 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是希望广交朋友 新朋友越多 新能力就越多 他体内的那股力量 已经饥渴难耐了 两日之后 恐怕空闲的时间就不多了 这两天又忙得够呛 林秀打算放松放松 他放松的方式 自然是梨花院听取 梨花院 孙大力坐在戏楼外的台阶上 脸上的表情很是忧愁 少爷最近很喜欢来这里 而且每次都找一个戏子 还每次都上二楼 也不知道两个人 在房间里干些什么 作为护卫 他本不该管少爷的事情 可他在林府多年 早就将这里当成家一样 少爷和赵家有婚约 还整天跑到外面 沾花惹草 这要是被二小姐知道了 可不得了 他不知道 要不要将这件事情 告诉老爷和夫人 告诉吧 那就被判了少爷 不告诉吧 万一少爷沉迷下去 对于赵家来说 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就在孙大力心中 犹豫难绝时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 熟悉的声音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孙大力抬起头 看到走来的女子时 头皮顿时有些发麻 他立刻拍了拍屁股站起来 说道 二 二小姐 我 我走累了 就在这里 坐着歇医会 吃一欠肠衣制 这一次 他的眼睛没有敢向戏楼乱瞥 但赵灵英 还是看向了梨花院 问道 灵秀在里面 孙大力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心中祈祷 少爷最好 只是在里面听去 要不然 今天可能一顿毒打 是免不了的 梨花院 二楼雅间 采一捏着兰花纸 脸部轻移 声音婉转 他唱着他相遇故知 一部一句是相思 台下人金榜正提名 不曾认台上就相识 林秀真的在听曲 采一现在唱的 仍旧是另一个世界 一首戏腔歌曲 名字叫做探窗 他姑娘本就是戏子 戏腔也最为动听 碰巧林秀 上辈子也很喜欢 古风戏腔歌曲 于是便多交了他几手 听着听着 林秀脸上浮现出了疑惑之色 梨花院中 擅长得林人不守 可却没有一个人的声音 有他这种植入灵魂的感染力 起初林秀觉得 是他的唱功了德 但听多了之后 林秀逐渐意识到 问题似乎不是出在唱功上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抬头问道 彩仪姑娘 你可是觉醒了艺术 彩仪面露迷茫 随后摇头道 没有啊 林秀犹豫片刻 然后说道 彩仪姑娘可否伸出手 让我为你诊脉一番 诊脉其实是林秀的借口 是否觉醒了艺术 也无法通过诊脉得知 但他总不能说 彩仪姑娘可否伸出手 让我摸一摸 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 可能认为她是那种 不正经的人 虽然她的确不正经 但此刻真的 没有一点别的心思 彩仪并未多想 大大方方地伸出了手 她和眼前的年轻公子 已经见过了太多次 她很清楚 她不是会趁机 占自己便宜的人 冒昧了 林秀对她说了一句 然后伸出三根手指 放在了彩仪的手腕上 两人肌肤相处的那一刻 林秀的心里就有了答案 果然 她体内的一股力量 自动进入了彩仪体内 并且开始复制她的能力 如果不是林秀突发奇想 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体内还有这样一种能力 世间艺术无数 并非所有的艺术觉醒后 都有十分明显的表现 比如力量的增长 或是能制造冰块 听懂动物的话等 有些艺术 初期表现十分隐晦 如果林秀没有猜错的话 彩仪姑娘觉醒的 应该是音质艺术 这种能力初次觉醒时 只表现在声音的蜕变 觉醒这种能力的人 声音会变得十分好听 所唱的曲子 自然也有一种 别人无法模仿的韵味 林秀在艺术院看了不少书 书中记载 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少明灵 都是音质艺术的拥有者 不过 此艺术的上限不高 历史上有记载的 拥有这种力量的人 能力最多觉醒了三次 像是冰 火 雷 和力量艺术 都是有明确的修行之法的 通过不断磨练自己 不断超越自身极限 就能一次次觉醒 但像授予这种能力 应该怎么修行 因为无法修行 所以无法多次觉醒 音质艺术也是这样 纵然灵秀知道 这个艺术拥有极高的上限 音波的力量 不亚于任何天阶艺术 但没有修行之法 自然也没有人 能将它们修行到那个境界 除非 拥有这种能力的是他 别的艺术师 只有一条路能走 这条路若被堵死 便没有任何办法 但灵秀不同 一条路不通 他可以走另一条 反正觉醒的本质 是原力的质变 他将宾之艺术觉醒三次 在使用授予能力时 可以调动的 也是三次觉醒的原力 不知道那时候这项能力 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此刻灵秀还不知道这些 因为从来没有人 将单一的授予能力 修行到那种程度 同样的 如果拥有音质艺术的是灵秀 这种能力的上限 就会被大大提升 灵秀想到了包租婆的施吼功 那威力可一点都不小 正当灵秀盘算着 怎么得到彩艺的能力时 此处雅间的门 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赵灵秀一推开门 就看到灵秀在摸人家姑娘的手 灵秀服真的服了 灵秀难道就没有自己的事情吗 怎么在哪里都能遇到她 赵灵秀大步走进来 盯着灵秀和彩艺的手 问道 你在干什么 灵秀喉咙上吓动了动 问道 如果我说 我是在给这位姑娘把脉 你信吗 赵灵秀脸上含霜一片 反问道 你觉得我会信吗 这时 彩艺适时地收回了手 主动解释道 夫人误会了 彩艺一眼 这个凶大无脑的蠢女人 灵秀有多少本事 她能不清楚吗 她哪里会把脉 一定是借着把脉的理由 摸她的手轻薄她 亏她还为她说话 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是太喜欢沾花惹草了 随后 她才意识到一件事情 皱眉道 夫人 什么夫人 灵秀 有什么事情 我们出去说 灵秀抓起赵灵秀的手腕 对彩艺倩意的笑笑 说道 彩艺姑娘 抱歉 我先回去了 下次再和你解释 拉着赵灵鹰走出了梨花院 赵灵鹰一把甩开灵秀的手 冷冷问道 你是不是忘记我 和你说过什么了 灵秀解释道 误会 真的误会 赵灵鹰冷哼一声 说道 我亲眼看到 你和别的女子手牵手 你和我说 这是误会 你眼里还有那份婚约吗 虽然灵秀问心无愧 但站在灵鹰的角度 她也的确有生气和质问的理由 其实灵秀早就想和她说清楚了 但她一直没有给过灵秀机会 她深吸口气 看着赵灵鹰 说道 其实灵鹰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 不管她长得多漂亮 艺术天赋有多高 赵灵鹰道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而且有婚书在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情 灵秀问道 换作是你自己 你会愿意嫁给一个 连面都没有见过的男子吗 赵灵鹰愣了一下 嘴唇动了动 灵秀见她犹豫 又趁热打铁道 我想 你的姐姐 应该也不愿意嫁给我 既然我们都不愿意 为什么不互相放过彼此呢 赵灵鹰的表情更加犹豫 喃喃道 可是 这事关 两个家族的信誉 灵秀直接问道 在你心里 是你姐姐的幸福重要 还是家族的信誉重要 赵灵鹰沉默了 灵秀知道 她赌对了 大家族将信誉看得无比重要 但也要看人 灵鹰是个十足的解控无疑 灵秀看得出来 她对自己的姐姐十分在意 要不然 也不会每天正经事不干 就盯着灵秀 她可以不在乎别的 但绝对不会不在乎赵家那位天之娇女 灵秀乘胜追击 继续说道 所以 我打算等到你姐姐回来 我和她共同说服灵家和赵家 取消那份婚约 你觉得怎么样 赵灵鹰抬头看着她 问道 你真的这么想 灵秀抬手指天 说道 如有半句谎言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她说的的确是心里话 句句发自肺腑 因此并不怕发誓 赵灵鹰看着她的眼睛 说道 姐姐的容貌甚我百倍 天赋也无人能及 你到时候再后悔 就已经晚了 她不仅是个解控 还是个解吹 她自己的容貌 在灵秀心里 已经可以达九十分以上了 就算是再好看的女子 也比她 好看不到哪里去 灵秀用一种失望的眼神 看着她 问道 在你心里 我难道就是这么肤浅的人 灵鹰啊灵鹰 你的思想觉悟还有待提高 容貌对于一个女孩子 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灵魂 一个逛青楼的人 说什么灵魂 赵灵鹰 我告诉你 我灵秀 清白之身 你可以蹂躏我的肉体 但你不能践踏我的灵魂 你还有清白之身 骗你我出门被马车撞 赵灵鹰沉默了片刻 暂且相信了灵秀 然后开口说道 就算你没有骗我 但在那份婚约真正解除之前 你不能和任何女子 有亲密的关系 灵秀不服气道 这不公平吧 看着赵灵鹰身上涌出的寒气 灵秀果断道 我答应你 我不和他们发生 超友谊的关系就行 女人只会影响我修行的速度 当然 灵鹰你除外 其实灵秀很同意赵灵鹰说的 人无信而不利 更何况是两个家族 从道德层面上说 在那份婚约解除之前 他也应该为赵灵俊守身如玉 这一点倒是不难做到 说句心里话 对于现在的灵秀而言 那些稀奇古怪 五花八门的艺术 可比女人对他的吸引力大多了 前世的他 什么类型的女人没见过 什么姿势没玩过 不至于那么急色 今天是艺术院开院的日子 除特殊情况 所有艺术院学子 都要来学院报到 灵秀刚刚搬了新家 距离皇宫和艺术院并不远 但他还是早早地进了宫 来到了艺术院内 和前几次来这里不同 那时候的艺术院十分冷清 一路上看不到几个人影 然而今日 院内各条路上都人影绰绰 学子们谈笑风生 好不热闹 灵秀站在人群中 眼中一彩连连 就像是闯进了鸡群的狐狸 每一位学子 都是艺术能力者的艺术院 对灵秀来说 宛如天堂 很早之前 灵秀就已经研究过了 艺术院如今共有学子两百余人 其中 天字院十人 地字院三十余人 玄字院七十余人 其余百余人 皆是皇字院学生 这些学生中 只有前三院的学生 会受到学院重视 大部分人如灵秀一样 只是朝廷招揽的储备人才 朝廷不指望他们有什么大用 只要在用得到他们的时候 利用他们的能力 为朝廷出一份力就行 今日是开院之日 武师院长会在重温殿讲话 寺院的学生都必须到场 此时距离五十还有不短的时间 灵秀早早地来到重温殿 已经有数十位学子 先踏一步到了 灵秀观察了一下 殿内的学子 以男子居多 但女子也有不熟 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能力 灵秀一个人都不认识 自然也不好上前搭讪 灵音还没有来 他一个人站在大殿的角落 某一刻 呼有人在门口大声喊道 快来看快来看 明和公主来了 呼啦 他话音落下 殿内的男性学子们 便像是炸开了锅一样 呼的一下全都涌出了大殿 灵秀周围一下子空了起来 灵秀向门外望了一眼 随后摇头道 年少不知郁姐好 错把少女当城堡 明和公主有什么好看的 又矮又黑 小小年纪就拥有一座飞机场 真不知道这些人喜欢她什么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她在院内 似乎还拥有不低的人气 灵秀心中正吐槽着明和公主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敢问兄台 郁姐 是什么意思 灵秀转过头 发现留在殿内的男子 不止她一个 不远处的柱子旁 还靠着一个青年 此刻那青年离开了柱子 走到灵秀身边 有些好奇地问道 灵秀没有和她具体解释 而是目光向另一个方向 撇了撇 在她视线的镜头 站着一道身影 那是一个年轻女子 身材如灵鹰 一般高挑 但却比她更加丰满 前凸后翘 仅仅是站在那里 全身上下就透着一种 浑然天成的魅态 灵秀刚刚来到这店里时 就注意到她了 此人容貌极品 身材极品 气质也是极品 十足的欲解风范 相比于明和公主 这才是她喜欢的类型 那青年顺着灵秀 示意的方向看了看 愣了一瞬之后 在看向灵秀时 脸上竟流露出 遇到知己一般的表情 压低声音道 英雄所见略同 不瞒兄台 在下也觉得 这艺术院中 最具女子魅力的 就是娃儿姑娘了 灵秀看了她一眼 说道 你眼光不错 来到这个世界后 灵秀只承认 那青年笑道 兄台也不赖 英雄所见略同 那些家伙 根本不懂得欣赏 女子之美 灵秀来艺术院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交朋友 好不容易遇到 一个审美在线的 当然不会放过 她对这青年拱了拱手 说道 在下灵秀 敢问兄台高姓大名 灵秀 听到灵秀的名字之后 那青年愣了一下 然后不确信地问道 你就是灵秀 平安博之子灵秀 灵秀心中无奈至极 明明平安博 只是一个小权贵 明明他这么低调 王都却是个人 都听过他的名字 他那位未曾见过 面对未婚妻 到底是有多么优秀 看着那青年惊叉的眼神 灵秀点了点头 是我 青年闻言 肃然起敬 拱手道 久仰大名 灵秀白手道 无名小辈 兄台严重了 青年摇头道 灵兄不必自谦 能抱得仙子下凡尘的 又岂是无名之辈 仙子 灵秀看了那青年一眼 问道 兄台见过他 青年点点头 说道 自然见过 如何 他长得美吗 何止是美 简直绝美 比起碗姑娘呢 青年沉默了片刻 开口说道 天之娇女固然美 但在下 还是喜欢碗姑娘 没想到这家伙 还挺有原则 灵秀再一次 对他另眼相看 随后便道 还不知兄台高兴大名 青年笑了笑 说道 在下李伯章 他似乎对灵秀之事 很感兴趣 问道 赵家那位天娇 可是连太子的求婚 都拒绝了 王都不知道 多少人羡慕灵兄 灵秀不欲谈及此事 转移话题道 不知李兄在哪个院 艺术能力是什么 青年摇头道 惭愧惭愧 在下虽然领悟了雷霆之力 但却没什么修行天赋 今年刚进入艺术院 只是在皇子院混日子 兄台呢 雷霆 灵秀看着此人 心中大喜 没想到才刚来艺术院 就捡了个宝 雷霆啊 这可是少见的天阶艺术 威力比兵之艺术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刻 灵秀已然下定决心 这个朋友 他交定了 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对这青年道 说起来我和李兄同病相连 我也是刚刚觉醒了 冰之艺术 却只能在皇子院混日子 相同的境遇 相同的审美 立刻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冰之艺术 雷之艺术 都是天阶艺术中排行前列的 稍微天赋好一点 在任何地方 都是各大势力争抢的对象 未来的国之栋梁 奈何两人都是空有能力 没有天赋 说起来还不如觉醒一个黄阶能力 至少不会觉得可惜 就这样 同病相连的两人 一见如故 便在原地热切地闲聊了起来 而此时 殿内不少女子的目光 也都投向了两人 明和公主一来 殿内的男子 就都跑出去看她了 这让同殿的女子 心中很是不爽 相比之下 还留在殿内 不被明和公主美色所动的二人 自然就获得了他们的青睐 这两位同窗 生得都很俊俏呢 不仅俊俏 眼光也好 明和公主有什么好看的 那些家伙像是狗尖了骨头一样 还是他们稳重 我喜欢左边那位 你们不要和我抢 我喜欢右边那位 白白静静的 不知道家事好不好 看她衣着气度 应该还不错 怎么 小逆子春心萌动了 女子们聚在一起 话题格外开放 若是脸皮薄的人不小心听到 难免面红耳赤 不过灵秀和李柏璋 却并没有注意到 对面的那群女子的目光 灵秀脑海中千回百转 想着怎么悄无声息地 获得雷霆之力 李柏璋对灵秀相见恨晚 恨不得引她为人生之己 聊得越多 她便越欣赏灵秀 尤其欣赏 她欣赏女子的眼光 以及频出的高言高语 直觉告诉她 此人和她是同道中人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两人却像是认识了许久 在大殿内旁若无人地聊着 直到某一刻 有人从外面走进来 殿内又传来一阵哗然 灵音姑娘 是灵音姑娘 今天既然同事见到了明和公主 和灵音姑娘 直了直了 她过来了 她过来了 她走到这里来了 赵灵音从殿外走进来 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但她对此充耳不闻 静止走到了灵秀身边 轻声道 怎么来得这么早 灵秀道 反正也没什么事情 就来得早了些 灵秀话音落下 殿内再次传来哗然 随后 她就看到一道火红的身影 从外面踏入殿内 明和公主依然是一系红裙 她走进大殿之后 目光扫了一圈 发现无论哪个地方都有人 而几乎所有的男子 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她 明和公主最终选择了一个方向 大步走过去 灵秀见她 站在了自己旁边 只能硬着头皮道 见过公主殿下 明和公主只是看了她一眼 目光在赵灵音身上有所停留 随后扫了一眼李伯璋 就表情平静地望着前方 灵秀想不通这殿内这么多地方 她为什么偏偏选了这里 这下可好 一个灵音 一个明和公主 顿时吸引了殿内大部分人的视线 他们两个又都沉默不言 让周围的气氛显得很尴尬 灵秀只能主动打破这份沉默 问李伯璋道 李兄 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李伯璋想了想 说道 刚才说道 这大殿之内 瓦儿姑娘是最漂亮的 第二漂亮的 当时什么人 这的确是两人刚才讨论的话题 两个大男人在一起 能讨论什么 灵秀和李伯璋臭味相投 话题自然是殿内的女童窗 两人一致认为 秦瓦儿无论是气质 颜值 还是身材 都是毫无疑问的第一 但那是刚才 现在灵音就在他旁边 在他面前讨论这个话题 岂不是自寻死路 灵秀眼皮跳了跳 随后对李伯璋眨了眨眼 笑道 我们刚才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吗 李伯璋疑惑道 没有吗 李兄不是说 这里除了瓦儿姑娘之外 应该是薛宁儿最好看吗 灵秀敏锐地察觉到 周围的气温有所下降 李伯璋却全然不知 继续说道 我与李兄所见略同 除了瓦儿姑娘之外 宁儿姑娘的容貌 身材 气质 都最为出众 不知灵兄觉得 女子诸多特质中 哪一个最为重要 明和公主终于听不下去了 厌恶地看了灵秀和李伯璋一眼 冷冷道 在你们男人眼里 女子除了容貌和身材 还有别的吗 灵魂 灵魂 灵秀和李伯璋一口同声 随后相视一笑 这一刻 两个人的眼神竟同样无比清澈 李伯璋看向明和公主 目光深邃地说道 女子的容貌和身材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灵魂 明和公主不知道说什么 瞪了两人一眼之后 也没有再开口 赵灵印子心中微微诧异 因为此人和灵秀之前说的话 居然一模一样 难道他们真的这么觉得吗 很快的 外面有钟声响起 重文殿的学子们 有序地排好队 站直了身体 一位白发老者 从外面走进来 站到了殿前的一座高台上 灵秀当初入院的时候 见过这位老人 知道他就是艺术院院长 每次开院 院长都会召集所有学生 在这里训话 所讲的内容 也无非是院规中的那些 告诉新生们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然后再发表一番 对他们未来的期许 直到一个时辰过去 灵秀已经昏昏欲睡 今日的仪式才总算结束 学生们有序地退出重文殿 勤晚从他们身旁走过的时候 李百章的目光 一直随着他的身影 消失在殿外 灵秀想看 但没敢看 因为灵音就在他身边 即便如此 赵灵音也似乎看穿了 他内心的想法 两人离开大殿后 他十分认真地看着灵秀 说道 那个女人很危险 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灵秀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道了 他会当然不会怀疑灵音 当他用这种认真的表情 和他说话时 代表灵秀也需要认真 他说那个女人很危险 那个女人就一定很危险 他对赵灵音微微一笑 说道 放心吧 答应你的事情 我会做到的 在婚约解除之前 我会守身如玉 不给任何女人可乘之机 同时 他心中也产生了几分好奇 能被灵音定义为危险的女人 能力究竟是什么 他又是哪里危险了 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 开院仪式结束了 并不代表灵秀的事情结束了 学院每年都会开设一些课程 包括经验 历史 艺术 武道 学生们可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性的报名 这些课程 主要是针对玄自院和黄自院的学生开设的 天自院的天才们 每一人都有庶名教习指导 如众星拱月一般 将学院最好的资源 倾注在他们身上 地自院的学生 也各自都有专门的老师负责 属于小班授课 也很受学院重视 玄自院和黄自院 就只能许多人一起上课 对于学院的这种安排 灵秀并不奇怪 他以前上学时 学校也分清北班 重点班 普通班 以及拖后腿的插声班 要怪只能怪自己能力低级 天赋太差 不值得学院倾注资源 灵秀对经验和历史不感兴趣 艺术课程听起来似乎有用 但最好的老师就在身边 他根本不用浪费时间 跟着灵音修行便可 这些课程中 他唯一感兴趣的是武道班 虽然灵秀算是个法师 可他的等级太低 若是和人打斗 使用能力还不如肉搏胜算高 而且拥有力量艺术的他 无论是力量还是身体强度 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类的极限 武道显然是在短时间内 提升他实力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 灵秀毫不犹豫地 报名了武道课 艺术院的学生 还是相对自由的 说起来 他们不像是学生 更像是朝廷养着的艺能人士 武道课三天才上一次 第一节课就在明天早上 第二天一早 灵秀先出门在街边的包子铺 吃了早饭 然后去清理厕打卡 在牙房里坐了一会儿 才不紧不慢地向皇宫的方向走去 不多时 艺术院 叫场 灵秀远远地看到 一道身影站在那里 走过去问道 李兄 你也上武道课吗 李伯彰回过头 看着灵秀 脸上也露出笑容 说道 难道灵秀也报名了 武道课可不轻松 灵秀的身板 不一定受得住 灵秀笑了笑 说道 不试试 怎么知道受不受得住 这时 李伯彰靠近灵秀 露出一个 LSP都懂得笑容 小声道 难道说 灵秀也是来看 他说着 眼神向一个方向瞟了瞟 灵秀向他示意的方向望过去 眼前也是呼得一亮 前方不远处 一群女子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他们穿的并非往日里宽松的裙装 所有人皆是白色静装打扮 修身的训练服紧贴身体 腰部也像男子一样竖起 将女子的身段勾勒得尤为曼妙 同时又具备了一般女子不具备的英气 这一群英姿洒爽的女子站在那里 看着都十分扬眼 灵秀和李伯彰对视一眼 脸上浮现出彼此看得懂的笑容同时 心中也浮现出一个念头 我被中人 灵秀也是此刻才知道 舞蹈课是和女同窗一起上的 虽然他们有女教习会和男子分开 可上课的地点和时间与他们一模一样 男子这边选择舞蹈课的学生有三十多个 女子那边也有十几人的样子 艺术师同时间修舞蹈 是很有必要的 大部分艺术能力者 其实都可以算作法师 他们的能力伤害固然很高 但却还是凡人之躯 一旦被净身突袭 可能还没等到反应过来 就已经性命不保 修习舞蹈 可以让他们多出一分的自保的能力 只要没有被人秒杀 就有反杀对方的机会 简单地说 修习舞蹈 就是脆皮法师给自己出了一件肉桩 灵秀他们的舞蹈课教习 是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所有学生都到齐之后 他走到众人前面 目光扫视一眼 沉声道 我姓孙 是教授你们舞蹈的教习 你们可以叫我孙教习 众人异口同声道 孙教习好 孙教习目光再次扫视 然后缓缓说道 我知道 你们每个人都是艺术能力者 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 来修我的舞蹈课 只是出于好奇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但从现在开始 我会把你们当成我的兵一样训练 如果有人受不了 现在就可以退出 不要等到一会儿 哭爹喊娘 孙教习话音落下 并没有人离开 选修舞蹈课之前 他们就知道 修行这门课很苦 也早有心理准备 这个时候退出 岂不是会被对面的女童窗看笑话 孙教习看着微然不动的人群 点了点头 说道 很好 希望一个时辰之后 你们不会改变主意 现在所有人散开 原地做好装布 原地装布就是马步 众人听到孙教习的命令之后 各自在教场上散开 做好姿势 你 双腿分开 屁股下沉 双拳收于腰间 孙教习手中拿着一个木棍 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时而纠正一下学生们的动作 走到灵秀身边时 微微点了点头 从一个装布的动作 就能看出很多 眼前这位学生下盘很稳 明显可以看出来 他是有一定基础的 装布动作看似简单 但想要坚持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只过了几时息 就有人双腿发软 额头冒汗 脸上的肌肉不断抖动 有人再也撑不住 一屁股坐在地上 有了第一个人 就有第二个 只听扑通扑通的声音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 最终坚持下来的 只有十几人 而此时 时间已经过去了小半个时辰 这十几人中 大部分都是在苦苦坚持的 他们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汗水湿透 双腿也在微微地颤抖 孙教习看了看最后这些人 点了点头 说道 可以了 扑通 扑通 他话音落下 仅剩的那些人 也有一大半 直接坐在了地上 林秀站直身体 额头上连一滴汗水都没有 让他意外的是 李伯彰也和他一样 云淡风轻的 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没有 要是换座以前 蹲马步 他肯定做不了这么久 但获得力量艺术之后 他的体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最近又天天跟着孙大力训练 毫不夸张地说 他能保持这个动作 一直到明天 李伯彰也坚持了这么久 说明他的体质极好 孙教习走过来 看了看林秀和李伯彰 问道 你们两个 以前有武道基础 李伯彰笑了笑 说道 学过一点点 林秀道 没有接触过武道 只是时常锻炼身体 他倒是不怕别人怀疑 毕竟扎马步这种事情 正常人经过锻炼 也能坚持这么久 而他的能力 即便是不流汗 也不会引人怀疑 孙教习点了点头 对这些坚持下来的人说道 休息一会儿 这时 身边的李伯彰对林秀挤了几眼睛 说道 林兄 你看 对面的女子们在看我们 刚才他们做装布的时候 对面的女子们也在做 但他们坚持的时间少一些 休息的时候 就一直在远远打量这边的情况 林秀和李伯彰等坚持最久的人 当然更加受他们的关注 李伯彰深深地看了林秀一眼 说道 林兄果然是我被中人 身为男人 一定要有强健的体魄 不然日后如何遨游花丛 体虚力衰 怕是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林秀以为他已经够秀了 没想到 有人比他还秀 他修炼武道 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增强自保能力 李伯彰修炼武道 是为了强健体魄 遨游花丛 这波林秀在第一层 他在大气层 休息了不到一刻中 孙教席再次走过来 对众人说道 脱掉你们的衣服 有人抬起头 疑惑道 教席 为什么 孙教席没有解释 说道 按照我说的做 孙教席说话做事 都有一种军人的铁蟹风格 身为学生 自然不敢违抗教席的命令 众人只好缓缓 将衣服脱掉 林秀倒是猜出了 孙教席让他们脱衣服的原因 穿着衣服训练 会有束缚感 影响训练效果 也不好做一些动作 他在家锻炼的时候 也是赤膊上阵的 上午道课 需要穿统一的训练服 脱掉外衣和内衬 还有一条长裤 很快的 所有人就脱掉了上衣 露出了上半身 这个世界的男女 大方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当时强者中 也有不少女子 虽然数量比不过男子 但也使得女子地位提升不少 社会风气也开放一些 毕竟是男子 只要不脱个金光 在女子面子袒露上身 并不需要避讳什么 男子们脱了衣服 不远处的女学生们 都忍不住捂住了眼睛 但还是有目光 从指缝中露出来 穿着衣服 尚且看不出什么 但脱了衣服之后 众人的差距 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有的人骨瘦如柴 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有的人大腹平平 满身坠肉 当真是每个人的体型 都各有特点 便在这时 不远处的女子中 忽然传来一阵惊呼 甚至有人放开了 捂着眼睛的手 两眼放光地盯着一道身影 那身影修长挺拔 腹部没有一丝坠肉 六块腹肌勾 勒出明显的痕迹 但又没有太过突兀 其他地方也恰到好处 不给人一种 肌肉球起的魁梧感觉 也绝不是瘦弱 这样的身体 一眼望去极具美感 增至一分太肥 减至一分又太瘦 视线一旦投上去 就再也移不开了 灵秀原本的身体 当然不是这样 都和之前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加上灵秀这一个月来 天天跟着孙大力锻炼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咕咚 女子之中 有人暗中吞咽口水 有人默默红了脸 羞切地移开视线 下一刻又悄悄再瞄一眼 移开 再瞄 移开 再瞄 看到几乎所有的女童窗 都在看灵秀 李伯彰打量着灵秀的身体 一脸羡慕地问道 灵秀 你这是 怎么练的 艺术院 教场 数十道赤膊身影 如烂泥一般 躺在教场的地面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连一根指头都不想动了 他们先是占了许久的装布 然后又学着青蛙一样 在教场上跳了一个来回 最后还绕着教场 跑了整整二十圈 有人的最后一圈 甚至是爬着完成的 累 太累了 此刻已经有不少人在后悔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门课 舞蹈课的教习 在他们看来宛如恶魔 灵秀也躺在地上 装作很累的样子 不装不行 他的体能和力量 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极限 如果做完这些 还脸不红气不喘 别人不怀疑他有问题才怪 另一边 女子们刚刚绕着教场 跑了十圈 虽然也累得够呛 但也还顾及着淑女风度 没有如那边的男童窗一样 躺在地上 他们正好可以站在远处 居高临下地欣赏 那具诱人的身体 有人忍不住小声问道 那位公子是谁啊 长得那么英俊 身体也这么完美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他多大年纪 婚配了没有 谁要是嫁给他 可真的太幸福了 他们平日里淑女克制 但其实私下中 也会聊一些不太端庄的私密话题 不得不说 对面那位年轻公子 是不少女子心中的完美郎君 样貌暂且不说 单单是他那诱人的身体 又有谁能不缠 就在这时 人群中一位女子道 你们可别做梦了 那是平安伯家的灵秀公子 人家是有主的 此言一出 众女顿时哗然 是谁 谁有这种福建 平安伯之子 灵秀 这个名字听起来 怎么有点熟悉 在王都 没有见过灵秀的大友人在 可没听说过他名字的 少之又少 很快就有人想起来 震惊到 灵秀 不就是和赵家那位 就是他 这下你们死心了吧 得知了灵秀的身份之后 对他有想法的女子 只能遗憾地叹了口气 平安伯之子灵秀 和赵家那位天之娇女的婚约 王都几乎人尽皆知 谁都知道 他是赵灵俊的未婚夫 他们谁有本事抢得过赵灵俊 那是一个只提到名字 就让整个王都的女子 生不起比较知心的女子 在他面前 王都女子中 多少优秀的明珠 都黯然失色 所以 他也被王都的女子们所不喜 如果有一个王都女子 最讨厌的人投票 赵灵俊一定高居榜首 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声不屑的轻笑 赵灵俊怎么了 赵灵俊也和我们一样 一个鼻子 两个眼睛 进水楼台先得月 他又不在王都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嘿嘿 薛宁儿 你难道对赵灵俊的未婚夫有想法 凭什么 什么好处都是他的 连这么好的男人 也是他的 我支持你 感情这种事情 本来就没有先来后到 我也支持你 赵灵俊是什么人 大夏王朝的天之娇女 王都所有同龄女子 从小就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从他出生以来 就享受着各种赞美 人生之路一帆风顺 觉醒强大的艺术能力 整个家族一步登天 幼年变得拜明师 连陛下都对他寄予厚望 他从小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 如果他的未婚夫被别人抢了 恐怕会成为王都最大的笑话 到那个时候 人们就会知道 那个高高在上的仙女 似乎也不过如此 连自己的未婚夫都看不住 想到能将那位仙女拉下神坛 他们心里就隐隐有些激动 薛宁儿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论家事 他比赵灵俊更好 论美貌 他也自认不输给他 但从小到大 那个女子便始终站在山巅 他只有仰望的分 如果 如果他的未婚夫 喜欢上了自己 算不算是他打败了他 这个念头从他心中升起 就再也抑制不住 他真的渴望打败那个女人 一次 哪怕只有一次 逐渐地 他的目光缓缓望向 躺在地上的那道身影 眼中浮现出一丝异彩 就像是看到了猎物 灵修赤裸着上身 从地上坐起来 忽然心有所感 目光望向一处 目光的尽头是一群女子 他们中的艺人 正用一种异常火热的目光 看着自己 李伯彰和灵修坐在一起 敢恺道 灵修 我觉得薛宁儿看上你了 他看你的眼神不对 我觉得 他已经把你当成了猎物 他的语气有些感慨 也有些羡慕 很显然 灵修和他是同道中人 但他要比自己做得更好 否则 薛宁儿看上的就是他 而不是灵修 李伯彰对此并不意外 如果他是薛宁儿 他也会选择灵修 不说别的 就这身体 谁能顶得住啊 他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灵修没有将李伯彰的话 放在心上 他答应过灵英 在婚约解除之前 要守身如玉 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哪怕是有一个绝世美人 一丝不挂地躺在他面前 他也不会激动 又休息了一会儿 孙教席让众人放松了一下身体 便宣布今天的舞蹈课结束 灵修今天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他也并不心急 这一节舞蹈课 显然只是 孙教席在对众人摸底 对于之后的舞蹈课 他心中充满了期待 穿好衣服 灵修和李伯彰 向教场外走去 一名女子从他身旁走过 忽然间身体一个裂解 险些摔倒 灵修下意识地扶住他 随后发现 这女子正是那薛妮 薛妮儿被灵修扶着 翘脸微微一红 小声道 多谢公子 灵修放开他 同样对他抱以微笑 说道 姑娘客气 薛妮儿正要离开 却眉头微微一蹴 对灵修说道 公子 我好像崴到脚了 妮儿姑娘 我扶你回去 妮儿姑娘 我背你 走开 我来背妮儿姑娘 薛妮儿话音刚落 刚刚上完舞蹈课的众人便围上来 争先恐后地向他身边挤 薛妮儿只是淡淡 看了他们一眼 问道 可是 你们还有力气吗 她的话像是一瓢凉水 浇灭了众人胸中热情的火焰 刚才是被美色冲昏了头脑 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被孙教习一顿蹂躏之后 他们自己走路都一瘸一拐 需要互相搀扶 还哪里背得动美人 这时 薛妮儿用无助的眼神看着灵修 问道 这位公子 你还有没有力气 可不可以背我回去 这么好的机会 灵修当然十分乐意 不是因为她好色 而是因为乐于助人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就算灵音问起她 也有理由解释 更因为她刚才搀扶薛妮儿的时候 体内那股力量有了反应 可还没等灵修答应 那位女教习便从后面走过来 对薛妮儿道 伤到脚了吗 我送你回去 薛妮儿虽然心中暗恼 脸上却还是浮现出感激的表情 说道 那就麻烦教习了 如果她再坚持 反而显得别有用心 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了 看着那位女教习 背着薛妮儿离开 李伯章感叹道 她是真的把你当成猎物了 灵修好手段 入院第一天 就将艺术院四美之一的心勾走了 艺术院四美 灵修还不知道吗 灵音姑娘 明河公主 婉儿姑娘 还有薛妮儿 有艺术院四美之名 灵修微微一笑 说道 倒是第一次听说 李伯章看了一眼薛妮儿消失的方向 忽然对灵修说道 美人倾心固然好 可灵修也要三思 薛妮儿背景深厚 祖父位列国公 这些年徘徊在她身边的贵公子不计其数 她却从未对任何人主动过 为何偏偏对灵修除外 灵修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看来 她的那位未婚妻 还真的不招人喜欢 都是千年的狐狸 这位妮儿姑娘 和她玩什么聊斋 女人间争风吃醋 心机斗争的事情 灵修见得多了 她别的不懂 唯独懂女人 这次 可是她自己送上来的 她微微一笑 似是无意地问道 不知宁儿姑娘觉醒了什么能力 李伯章想了想 说道 似乎是飞行 飞行啊 灵修点了点头 说道 是个不错的能力 自己会飞 还要让灵修背 不是将她当成了猎物是什么 不过 薛宁儿将她当作猎物 她又何尝不是灵修的猎物 倘若她真有某种心思 灵修会让她明白 最优秀的猎人 往往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暂且先不管薛宁儿 灵修诧异地看着李伯章 问道 李兄不是刚来艺术院吗 怎么什么都知道 李伯章神秘地一笑 说道 这算不了什么 在进入艺术院之前 我就搜集了不少信息 灵修还想了解哪位姑娘 直接问我就行 想不到李伯章还是一个百事通 艺术院中什么人拥有什么能力 这正是灵修需要知晓的 有她在身边 可以为她省掉亲自收集信息的过程 灵修将胳膊搭在李伯章的肩膀上 感慨说道 我和李兄真是相见恨晚 李伯章也同样发自肺腑道 倘若能早几年遇到灵修 我也就不会这么孤独了 勾着李伯章的肩膀时 其实灵修体内的一道力量 已经进入了他的体内 只可惜勾一时没什么 若是长久地保持这个动作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不对劲 心急得不到雷霆之力 还是先和他建立海王之间的友谊 等找个合适的机会灌醉他 然后再 嘿嘿嘿 于是灵修适时地收回手 说道 我先回去了 下次约李兄一起喝酒 李伯章微微一笑 说道 乐意奉陪 灵修本来想着 等到过几天再动手 没想到李伯章这么配合 于是他干脆道 择日不如撞日 反正现在 也到吃饭的时间了 摘月楼 我请客 你我不醉不归 李伯章也没有推辞 哈哈一笑 说道 人生欲知己 当福一大白 走 不久后 摘月楼 两道人影迈步走近 前掌柜正在柜台里面算账 抬头看了一眼 随后便立刻 放下手中的活 一点笑容地走出来 说道 林公子 今天你们随便吃 随便点 我请客 对于林秀 前掌柜心里可是感激得紧 虽说如今天气已经凉下来了 可客人们一个月来形成的习惯 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相比于一个月前 摘月楼生意激增 每天都有海量的银子进账 前掌柜作为最大的功臣 已经被升为驸马府管事 而这一切都是托林秀的福 和前掌柜也是老朋友了 林秀没有客气 说道 这可是前掌柜你说的 帮我们找一个安静的雅间 再上几道招牌菜 来一坛酒 记得一定要你们这里最烈的酒 林秀刻意加重了最烈两个字 前掌柜呵呵一笑 说道 公子放心 一定给你们安排的妥妥贴贴 小二过来 先带两位公子上楼 前掌柜果然是个实在人 算上孙大力在内 林秀他们也才三个人 他却让人上了满满一桌子菜 孙大力喉咙已经不知道动了多少次 林秀却始终记得 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吃饭 他领起酒壶 将酒杯拿开 直接取来了两个碗 买上之后 对李伯张道 两人端起碗一饮而敬 林秀再次买上 说道 这一杯 敬你我相见恨晚 这一杯 敬碗姑娘 这一杯 敬策马奔腾 这一杯 敬陛下和娘娘 这一杯 林秀醒来的时候 天都黑了 死 他从床上起来 揉了揉发胀的脑袋 好一会儿才回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在摘月楼请客 想要将李伯张灌醉 好获取他的雷霆之力 为此 他还让前掌跪上了 摘月楼醉烈的酒 计划完美无缺 但林秀低估了李伯张 高估了自己 没错 前掌跪是上了醉烈的酒 可李伯张没醉 林秀醉了 想他上辈子 常年混迹酒吧夜店 不说千杯不到 但酒量也还可以 这一世的身体 酒量怎么就这么差 大意了 林秀感受了一下 除了他自身觉醒的 一直折腹在体内的力量之外 他的身体里 还是只有三种力量 说明应该是孙大力 带他回来的 他来 通过灌酒 获得李伯张能力的方法 是彻底行不通了 林秀只能先和他巩固关系 再见机行事 睡了一整天 林秀一点都不困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他就离开了家门 因为起得太早 大街上都没有什么人 不过包子铺 粥铺等一些卖早点的店铺 倒是开门了 林秀吃了一笼包子 喝了碗粥 还吃了一碗豆腐脑 这才不紧不慢地 向艺术院走去 这个时候 街道上的行人 已经渐渐多了起来 艺术院才刚刚开门 林秀走到藏书阁时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从书架上搜寻一番 找了几本书 然后在角落里找了一个位置 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今天林秀所看的书籍 都是关于舞蹈的 前段时间不是忙着修行 就是忙着皇宫的事情 一直没有机会了解舞蹈 这方面的知识 今天正好闲着 林秀打算恶补一番 林英之前和他说过 舞蹈是很久以前 没有觉醒艺术的人 创立的另一条修行之路 舞蹈入门之后 身体里面也会产生一种力量 叫做真气 真气是修行舞蹈的基础 就像原理是施展艺术的基础一样 将真气附着在身体 或是兵器上 可以发挥出超出人类极限的力量 与艺术不同的是 舞蹈人人可以修行 只是过程更加艰难 在灵秀看来 艺术师和舞蹈强者 其实是异能者和武林高手的区别 只是这种武林高手 比一般武侠小说中的高手更加强大 哪怕是异能者在他们手中 也未必能占到多少好处 根据书上所说 修行舞蹈 似乎要先具备一定的身体基础 否则有害无益 难怪尚杰克孙教习要先对他们进行摸底 舞蹈的入门 需要在身体具有一定基础的前提下 由一名地阶强者 将自身的一丝真气度到他的体内 然后自主地引导这一丝真气 按照一定的路线在体内运行 配合一定的训练 重复这个过程多次以后 才有可能将这一丝真气留在自己体内 当然 一些天纵其才 也是能自己产生真气的 但那需要的时间更久也更难 大多数人舞蹈入门 都需要别人执意 哪怕是地阶下境的舞蹈强者 也差不多相当于能力觉醒了五次的艺术师 有些舞馆专门以此为生意 当然价格也很昂贵 艺术院的教习则是免费的 这也是艺术院的资源之一 灵秀缓缓地翻动着书页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藏书阁中的学生也逐渐多了起来 忽然间 灵秀闻到一缕幽香扑面来 他抬起头 看到薛宁儿从前面走来 坐在了他的对面 薛宁儿抬头看了一眼 见识灵秀 意外道 咦 是公子啊 真巧 灵秀同样对他微微一笑 说道 是啊 真巧 又遇到宁儿姑娘了 薛宁儿诧意道 公子认识我吗 灵秀道 艺术院四美 怎么可能不认识 再说 昨天那些同窗 不知道呼喊了多少次宁儿姑娘的名字 薛宁儿低下头 羞涩道 那都是好试者乱排的 灵秀摇了摇头 说道 艺术院女子不在少数 宁儿姑娘能位列四美 自然有过人之处 不必谦虚 薛宁儿当然很美 这一点 是灵秀和李柏璋两个专业人士公认的 她的容貌比起秦婉 赵灵英和明和公主略逊一筹 或许只有半筹 但身材却比明和公主要好 气质比灵英更容易让人接近 这样的人 更容易受男人欢迎 当然 灵秀和李柏璋也达成了共识 薛宁儿虽然不错 但我儿姑娘 还是永远的神 薛宁儿坐在灵秀对面 一会儿拢一拢发丝 一会儿抿一抿嘴唇 敬显女子的柔态和媚态 可当她目光不经意地瞥向灵秀时 才发现 她根本没有看她 眼睛从来都没有离开书 薛宁儿心中气恼 这么一个大美人坐在她对面 她居然无动于衷 看也不看一眼 这让她对自己的魅力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不过 这种情绪 很快就被薛宁儿抛到脑后 灵秀样貌周正英俊 此刻静静地坐在她的对面 缓缓翻动着书页 让薛宁儿感受到了一种认真男人的魅力 再想到她那完美无瑕的身躯 薛宁儿的脸不由得红了 如果她不是那个女人的未婚夫 如果她的家世再显赫一些 灵秀将是她最理想的如意郎君 每天晚上抱着这样的身体入睡 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 想想就让人身体发疼 可是 一想到这样的男人 居然又是赵灵俊的 她的心里就极不服气 凭什么从小到大 所有的好事都让她独占了 就连这众好男人都是她的 这一次她偏偏要赵灵俊的未婚夫 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到时候 那个女人在她面前 还有资格保持高高在上的样子吗 不知不觉 时间已经过了一个时辰 灵秀看了一个时辰的书 薛宁儿看了一个时辰的灵秀 又过了片刻 灵秀抬起头 对薛宁儿说道 宁儿姑娘 你这么看着我 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 我可是有未婚妻的人 薛宁儿脸色一红 随后便称道 灵公子想到哪里去了 宁儿自然知道 你有未婚妻 她果然知道自己的身份 也就是说 灵秀的其他猜测 应该也是对的 不过 薛宁儿的话 灵秀听起来 还是觉得怪怪的 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这不是自己以前泡妞用的手段吗 想不到她灵秀 也有被妞泡的一天 送上门来的猎物 哪有放过的道理 她对薛宁儿微微一笑 说道 原来是这样 当然可以 我最喜欢交朋友了 从现在开始 灵秀在艺术院 有了两个朋友 李伯璋和薛宁儿 只不过 这两段友谊 或多或少 夹杂着一些不单纯的东西 灵秀对李伯璋动机不纯 薛宁儿对灵秀动机不纯 灵秀同样 也打着她的主意 可谓是个怀鬼胎 究竟谁能占到谁的便宜 就看各自的手段了 第二次的舞蹈课 在三日之后 这一日 灵秀依旧是早早就来到教场 李伯璋已经到了 此刻正坐在教场边的树下 嘴里叼了一根狗尾八草 眼睛自始至终 都没有离开过对面的女童窗 看到灵秀走来 她吐掉狗尾八草 远远地对灵秀挥了挥手 大声道 灵秀 这里 灵秀缓步走过来 和李伯璋并肩靠在那棵树上 说道 李兄酒量不错 那天的事情真是惭愧 李伯璋笑了笑 说道 没事 下次少喝些就是了 两个人靠在树上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不多时 一道倩影从旁边走过来 笑着说道 林公子 你们来得够早 看到薛宁儿走过来 李伯璋自觉地起身 说道 我去方便方便 薛宁儿自然而然地坐在了她的位置 灵秀不得不承认 艺术院四美中 薛宁儿的追求者最多 不是没有原因的 灵音固然漂亮 但是她总是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 靠近她的人会被冻死 明和公主身份尊贵 更是只能远观 秦婉很有魅力 可家世一般 而且听说她作风不好 据传同时和许多男子保持不正当关系 虽然身边也有不少人围绕 但名声无法和其他三女相比 薛宁儿就不一样了 祖父是国公 家世仅次于明和公主 而且她为人又很亲和 于院内不少男童窗打成一片 她想要什么 会有无数人争着抢着为她取来 她对于那些人的追求 不答应也不拒绝 和每一个人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因此 所有人对她 心中都保存着一丝希望 也让她成为四美中最受欢迎的一位 艺术院这些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纯情小处男 当然分不清什么是绿茶 什么是好妹妹 但她拿着这些手段 在灵秀面前卖弄 就有些给老狐狸讲聊斋的意思了 在段位比她更高的海王面前 猎人与猎物的身份 往往会发生转变 不一会儿 薛宁儿就被灵秀逗得眼嘴轻笑 撒娇式地抬起手 在她肩头轻轻打了一下 红着脸道 哥哥喽 林公子 你好话啊 这一幕 自是看得不远处的男童窗崖痒痒 他们中的不少人 之所以会选择舞蹈课 就是冲着薛宁儿来的 可平时他们在宁儿姑娘身边 人前人后的 他也没有和他们这么亲密过 没想到这才第二次上课 他就和那个小子 开始打情骂靠了 那个家伙有什么好 不就是长得比他们好看 身材比他们好 耐力比他们更持久吗 看他那样子 说不定只是一个 中看不中用的营养辣枪头 宁儿姑娘 一定是被他的外表 蒙蔽了双眼 快要接近上课的时间 薛宁儿站起身 轻轻拍了拍裙子上的草屑 然后对灵秀道 马上就要上课 我先过去了 灵秀点了点头 目送薛宁儿离开 嘴角勾起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容 李伯张从旁边走过来 不由赞叹道 高 实在是高 他在一边看得清楚 一开始是薛宁儿 先搭讪灵秀的 也是他在找话题 可没过多久 他们之间的话题 就直接被灵秀主导 薛宁儿完全跟着他的节奏走 被他逗得时而开怀 时而称怪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两人根本不在一个等级 他刚刚认识不久的这位灵秀 是一个真正的高人 孙教习已经从教场外走过来了 灵秀也拍拍屁股站起身 说道 上课了 今日是第二节五道课 刚刚开始上课 孙教习便让众学生 继续绕着教场跑圈 唯独留下了八人 灵秀和李伯张 也在留下的人之中 灵秀发现 留下的这八人 都是在上一堂课中 体质表现最为优异的 孙教习看着他们 说道 五道一图不比艺术 若是没有强悍的身体 强行休息 只会适得其反 三天前我已经测验过了 你们几人的体质上乘 已经可以入门 我会将一道真气 输送到你们体内 你们记着 这道真气的运行路线 然后自己尝试引导 八人之中 李伯张和另一位叫王威的 已经修出了真气 孙教习让他们在一旁等着 然后走到灵秀身边 说道 伸手 灵秀伸出手掌 孙教习将他宽厚的手掌 和灵秀的手贴在一起 灵秀体内的力量 没有任何反应 这说明 孙教习是一个纯粹的武道强者 下一刻 灵秀就感觉到 有一道刚猛霸道的力量 通过手掌 进入了他的身体 这力量十分狂暴 甚至让他的身体 产生了一种痛楚 难怪修行武道 先要增强体质 连他尚且如此 那些体质较差的 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力量 恐怕一次就会对身体 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那种力量进入灵秀的身体之后 按照某种路线 游走了一圈 孙教习道 记住这条路线 尝试着留住这道真气 灵秀点了点头 试着引导这力量 在体内运转 因为这真气太过狂暴 他也需要全力以赴 然而即便如此 也只是让那道真气 在体内运转了半圈 随后便缓缓消散 孙教习对他点了点头 说道 初次尝试 能留住这么久 已经算是不错 不出意外 三个月内 你应该就能迈进五道之门了 灵秀抱拳道 多谢孙教习 孙教习没有在说什么 继续走向下一个人 余下的五人中 有三人没有承受住真气的输入 当场失败 被孙教习赶去跑圈 另外两人和灵秀一样 都坚持让一道真气 在体内运转了一圈 中间休息的时候 一道身影 忽然走到了灵秀身边 灵秀对此人有些印象 他是这里为二的 已经修出真气的学子 名字似乎叫做王威 王威走到灵秀身边 拍了拍灵秀的肩膀 压低声音说道 我警告你 离尼儿姑娘远一些 你配不上她 说完这句话 他就自顾自地走开 薛宁儿在艺术院 有许多追求者 对于王威的警告 灵秀也并不意外 这时 李伯彰走过来 问道 他威胁你了 灵秀笑了笑 说道 年轻人 可以理解 李伯彰摇头说道 可怜人一个 他还真以为有机会 抱得美人归 三等宫的孙女 怎么会嫁给一个 三等后的儿子 像他这样的可怜人 太多了 灵秀忽然问道 他觉醒的是什么能力 李伯彰想了想 说道 似乎是空间能力吧 玄界下品的能力 宁儿姑娘 怎么可能看上他 灵秀心中微微移动 空间能力 听着很强 但其实没什么作用 最主要的原因是 这个能力没办法修行 觉醒全靠运气 书上有记载的 似乎是在几十年前 有人将这一能力 觉醒了三次 那个人后来被军方招揽 利用他的能力 在大战时运送粮食 他一个人 就能抵得上半个后勤部队 灵秀发现 他真的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实不相瞒 空间能力 他也想要 就算是不能用来战斗 用来储存东西也不错 随身开辟空间 甚至比小说中的储物袋 和空间戒指还方便 可是 此人对他抱有这么大的敌意 灌罪他是不太可能了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很快的 灵秀眉头一挑 记上心头 女子那边 刚刚做完一些体能的训练 灵秀一步步晃悠过去 走到薛宁儿身边 和他有说有笑的 这让薛宁儿心中暗喜 看来他的计划 进行得十分顺利 灵秀已经主动对他搭讪了 有人喜 自然有人愁 灵秀用余光看了王威一眼 发现他脸色铁青无比 看他的眼神像是要吃人 灵秀和薛宁儿说了一会儿话 将他逗得无嘴直笑 身上也挨了几剂不痛不痒的粉泉 这才走回来 王威能因为薛宁儿和他说话 就来警告自己 说明他城府不深 而且容易吃醋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再受些刺激 灵秀本以为事情还要麻烦一些 没想到他刚刚走回来 便有一道身影大步走来 王威胸口起伏 怒视着灵秀 咬牙道 姓灵的 我要向你挑战 你敢不敢接受 灵秀嘴角微微勾起 哦吼 机会这不来了 叫场之上 灵秀看着王威 问道 挑战什么 王威怒道 和我打一场 如果我赢了 你以后就离宁儿姑娘远一点 如果你赢了 我再也不会靠近宁儿姑娘 艺术院中 聚集的都是一群年轻人 年轻气盛 互有摩擦在所难免 虽然艺术院内禁止欧斗 但并不禁止鄙视 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 以男人的方式战斗一场 点到为止 输者心服口服 赢者也光明正大 薛宁儿早就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文言捏着裙脚跑过来 不满地对王威说道 王威 你干什么 随后 他又望向灵秀 说道 灵公子 不要答应他 虽然有男子为他争风吃醋 他心里很有成就感 也并不讨厌 可这次不一样 灵秀是他打败赵灵俊最重要的工具 如果灵秀输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靠近他 他的计划岂不是刚刚开始 就宣告失败 他绝对不会做事这样的事情发生 薛宁儿的计划 虽然发生了波折 但灵秀的计划 可是按照预料的进行 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 到手的空间能力飞走 他和王威目光对视 点了点头 说道 我接受你的挑战 薛宁儿急了 张开双臂挡在灵秀面前 坚定道 不行 我不同意 灵秀微笑看着他 说道 宁儿姑娘 这是男人之间的战斗 请你不要插手 薛宁儿当然知道 这是关男人最在乎的尊严 事已至此 这场战斗 已经在所难免了 他只能懊恼地退到一边 心中期盼着 灵秀一定要赢 即便这个可能很小 如果是比艺术能力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可王威已经练出了真气 打斗的话 灵秀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说话间 孙教熙也走了过来 他居然没有阻止两人 而是双手环抱 站在一旁 一副只打算看热闹的样子 他出自军舞 军中比是切磋乃是常事 没有什么矛盾 是打一架不能解决的 如果不行 那就再打一架 王威是练出了真气 但也只是一丝而已 有他在旁边看着 不会出什么大事 剑孙教习没有阻止 王威彻底放下了心 教场一旁有武器 都是木制的 他挑了两把木剑 一个拿在手中 一个扔给灵秀 灵秀颠了颠手中的木剑 这把剑也不知道 是什么木头做的 拎在手里还挺重 小心了 这时 王威已经用双手握住了剑柄 向灵秀当头劈卡而来 孙教习眉头微皱 虽然只是木剑 但这么大的力量 劈在头上 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更何况 王威还动用了真气 这年轻的学生 有些不知轻重了 他站在一旁 随时准备出手 王威举剑劈来的同时 灵秀也握紧了剑柄 他没有格挡 而是同样举剑劈了过去 啪 两把木剑在空中相碰 发出清脆的响声 咔嚓 其中一把木剑 竟是直接断掉 断掉的是王威的剑 灵秀手中的剑去是烧剑 还是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砸在了王威的额头上 王威只感觉头部受到重击 当时便眼前一黑 一头栽挡在地 没了意识 事情发生得太快 谁也没有想到 结局竟是这样 仅仅一招 两人之间就愤出了胜负 灵秀手里握着那把木剑 显然也被震惊到了 随后 他便一脸无辜地说道 他的那把剑 好像不太结实 现在不是讨论木剑 结不结实的问题 孙娇席大步上前 在王威鼻子下叹了叹 才松了口气道 只是晕过去了 快去请院医 这时 灵秀却主动蹲下身 将王威背起来 同时歉意地说道 是我闯的祸 我被王瞳窗去太医院 我认识那里的太医 说完 他就站起身 背着王威 向艺术院大门的方向 狂奔而去 孙娇席见他这么懂事 也没有再说什么 艺术院内 灵秀大不留心 速度极快 出了艺术院大门 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 从这里到太医院 撑死五分钟的路程 而他需要一刻钟 才能成功复制王威的能力 所以这段路程 灵秀打算慢悠悠地磨过去 和自己比斗 王威也算是自取其辱 虽然他没有真气 可是他有力气 一力降实惠 他那点真气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根本不够看的 背着王威 灵秀慢慢地躲着步子 同时也在不断复制 他体内的力量 某一刻他忽然感受到 背上的人有了动静 想不到他居然醒得这么快 这可不行 他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复制成功 灵秀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 一记手刀向后劈去 精准地落在了王威的后颈上 下一刻 背上的人又安静了下来 半刻钟后 灵秀才走到了太医院门口 让灵秀意外的是 复制王威的能力 其实只用了半刻钟 只是获取大力和海棠姑娘 能力时的一半 这三次的区别是 他获取前两种能力 是通过握手 现在则是背着王威 看来他获取能力的速度 好像和身体的接触面积有关 灵秀暗暗记下这一点 不多时 太医院中 一名老太医捋了捋胡须 对灵秀道 不碍事的 他只是晕过去了 休息一会就好 灵秀笑了笑 说道 那就好 就让他在这里休息吧 说完 灵秀就丢下他 走到太医院的院子里 白双双正在将药材库的药材 拿出来晒 灵秀走过去 从他手里接过药侠 说道 我帮你 两人忙了一会儿 终于将需要晒的药材 全都搬了出来 灵秀忽然看向白双双 说道 双双姑娘 我能不能和你学枕脉啊 上次给采一枕脉时 灵秀就想到了这个办法 正常情况下 他肯定是没办法和双双姑娘 保持一刻钟肌肤之轻的 但如果他打了学习的幌子 可就不一定了 枕脉是一项技术活 他只能手把手地教 这一来二去的 机会不就来了吗 听说灵秀要和他学医术 指着院子里的一个石桌 说道 我们去那里吧 两人在石桌旁坐下 白双双对灵秀说道 麦分迟麦 尘麦 扶麦 竖麦 每一种麦相的表现都不同 对应的病症 以及医治方法也不同 你要先认识每一种麦相才行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想教灵秀医术的 将每一种麦相的特征 都详细地为灵秀讲解了一遍 仅仅是理论教学还不够 他将自己的右手袖口挽起 又将雪白的浩腕 放在石桌上 对灵秀道 你可以整一下我的麦 初次整麦时 不要着急 必要时可以多整几次 要记得 宁可多整 也不要误整 灵秀心里感动 双双姑娘还真的是为他着想 一次整麦少说 也有三五分钟 就算肌肤接触面积少 复制时间久 但整个十次八次的也够了 今天岂不是可以双洗灵门 灵秀压制住心中的喜悦 伸出三根手指 轻轻地按在他洁白的手腕上 下一刻 灵秀脸上的表情 微微一致 不对啊 怎么没动静了 原本只要触碰到 艺术能力者 他体内的那股力量 就会蠢蠢欲动 不受灵秀控制地 钻进别人的身体 可这一次 他的手都放在双双姑娘 手腕上好一会儿了 那股力量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难道 双双姑娘没有艺术 这不可能啊 灵秀亲眼见过他使用艺术 他也亲口承认过 这一点 不可能有错 很快的 灵秀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不会是他复制的能力数量 初次觉醒的某种力量 微能都很弱 需要不断觉醒 才能逐渐变强 而复制别人的能力 这种能力 归根到底 也是一种能力 不太可能第一次觉醒 就没有任何限制 现阶段灵秀的极限 是复制四种能力 等到他原力 达到了二次觉醒的程度 应该还会有所突破 想到这一点 灵秀才放下了心 如果他能力的上限就是四种 那他的最后一种能力 肯定会选择治疗 而不是空间 现在看来 不管是双双姑娘 薛宁儿 还是李伯璋 想要获得他们的能力 必须要等待一段时间了 枕脉的时候 是不能被打扰的 所以 白双双并没有催促灵秀 而是在一旁耐心的等待 而此时 太医院门口 一道人影 急匆匆地走进来 赵林英听说 灵秀在武道客上伤了人 便立刻放下了手上的事情 第一时间来到太医院查看情况 可他刚刚迈入太医院大门 就看到灵秀 又在摸人家姑娘的手 赵林英一脸冰寒地走出 太医院大门 赵林英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他 说道 你发誓 灵秀右手四个手指指天 郑重说道 我对天发誓 我刚才真的是在和双双姑娘学者卖 如有半句假话 就让我 就让我 灵秀看着赵林英 赵林英也看着他 说道 继续啊 灵秀嘴唇动了动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这不对啊 按照常规套路 不应该是在他说出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之前 灵英就捂住他的嘴 说一些好了好了 相信你了这样的话 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他们之间 真的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赵林英见他沉默下来 说道 怎么了 不知道怎么发誓吗 要不要我教教你 跟着我说 如有半句假话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灵秀怎么可能发这样的事 作为一个穿越者 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科学史观 早就被那颗陨石击碎的渣都不剩了 万一发完架势 老天真的 让他五雷轰顶 他找谁说力去 他又不是李伯章 没有以身抗雷的能力 但他也不能告诉林英 他只是为了双双姑娘的能力 这无异于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 看着赵林英的眼睛 林秀只能低下头 缓缓说道 好吧我承认 我就是想摸女孩子的手 我不要脸 林秀觉得 做人还是要真诚点 况且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男人 他追求的是策马奔腾 是一整片鱼塘 而不是一匹马 一条鱼 林英必须改变一下对他的认知 遇到这么诚实的林秀 赵林英居然无言以对 很快 他脸上就浮现出怒色 质问道 你不是答应过我 在婚约解除之前 不和其他女子有亲密关系吗 你不守信用 林秀解释道 可那只是牵手 不 连牵手都算不上 你也看到了 不管是采一姑娘 还是双双姑娘 我只是手指放在他们的手腕上 这也算亲密关系吗 赵林英回忆了一下 发现林秀说的好像没错 这要是也算亲密关系 那每个大夫 岂不是都是好色之徒 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林秀问道 你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等着赵林俊回来 和他一起解除婚约呢 赵林英美好气到 不知道 林秀心中吐槽 女孩子家家的 整天在外面瞎跑什么 这不是耽误别人吗 搞得他为女孩子把脉 都像是出轨一样 还得提防 被未来小姨子发现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湿的头 这时 赵林英忽然开口道 林秀 他平时是不叫林秀名字的 这反常的举动 让林秀心里有些没底 他离赵林英远了一些 这才问道 什么事 赵林英看着他 问道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林秀岔一道 为什么这么说 赵林英说道 从你小时候 一直到18岁 逢人便会提起 你和姐姐的婚约 现在为什么又忽然反悔 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林秀愣了一下 不确信道 逢人便提 我有吗 赵林英点了点头 林秀心道 那是前任的锅 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好解释道 那时候年少轻狂不懂事 你别放在心上 赵林英继续问道 那你为何要毁掉 这份婚约 要知道 无论你想娶哪一位女子 他都比不上姐姐 林秀本来想说 他不需要澄清 以他的样貌 以他的身体 只要他愿意 会有无数女子头怀送抱 他可以一天换一个 一个月换一个 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不出意外 当他说出这句话时 一定会挨一顿毒打 所以林秀果断地 将这句话放在心里 这个时候 他忽然灵机一动 如果他有心仪的女子 岂不是就有了 正当的退婚理由 林秀的表情 忽然变得认真 他看着赵林英 轻开了口气 说道 没想到还是被你看出来了 赵林英愣了一下 随后追问道 真的有 是谁 是梨花院的那位戏子吗 林英真是贴心 连人选都给他备好了 林秀顺着他说道 是的 赵林英皱眉问道 你觉得他比得上我姐姐 林秀摇了摇头 说道 你不懂爱情 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眼里只有他 别说你姐姐 哪怕是天上的仙子 在他面前也黯然失色 那你为什么 还去摸那女胎衣的手 我还听说 你在艺术院中 和薛宁儿走得很近 为了他和别人争风吃醋 甚至都打起来了 林秀想了想 试探问道 我可不可以说 我三个都喜欢 赵林英忽然笑了 问道 你不是想说 所有的漂亮女子 你都喜欢吗 林秀不好意思道 这个 爱美之心 人界有之吗 我也只是想给 所有美丽的女孩子 一个温暖的家 这有错吗 赵林英冷哼一声 说道 我差点就被你骗了 你这样的人 怎么会不喜欢姐姐 你不会是 想在澄清前 最后放纵放纵吗 林秀急忙道 我没有 真的没有 赵林英看着他 冷冷道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如果下次再让我看到你 到处沾花惹草 我一定不会客气 人生在世 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曾梦想 仗剑走天涯 谁料结婚太早有了娃 曾梦想策马奔腾 月境繁花 奈何有一个小姨子不听话 林英不相信他 林秀毫无办法 因为他打不过他 不过他将林秀 当成未来姐夫 至少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 他会一直在修行上 为他提供助力 林秀如今的修行全靠他 真要没了这么一层关系 恐怕他就不会再搭理他了 最多以后复制女子的能力时 小心一些 不被他发现就是了 回到家中之后 林秀关上房门 然后从钱袋中 取出一定银子 他将银子放在手心 下一刻 手中的银子 竟然凭空消失 林秀心念一动 那定银子 再次在手中出现 这便是他刚刚得到的空间能力 也是林秀能力第二次觉醒前 所获得的最后一项能力 银子并非凭空消失 而是被他转移到了一个随身空间 那空间不大 只有一米剑方的样子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不过用来存放一些随身物品 倒是绰绰有余 关于空间能力 林秀之前已经了解过了 每觉醒一次 空间的体积都会增大许多 三次觉醒之后 能够使用的空间就很大了 可以用来运粮 搬运一些重物等等 总而言之 只要能够用手接触 且空间大小可以容纳的东西 都能转移到随身空间 前提是死物 活物倒是也可以 但出来的时候 还活没活着 这项能力会有什么突变 暂时没有人知道 因为空间能力没办法修炼 觉醒全靠运气 前人最多觉醒过三次而已 就在灵秀熟悉他的新能力时 一道身影扶着额头 晃晃悠悠的从皇宫走出来 王威到现在都想不通 为什么他会败给灵秀 难道真的是他运气不好 选了一把不结实的木剑 抬头看到前方不远处 停了一辆马车 王威面色一变 急忙走过去 站在车前 恭敬道 公子 马车里传来一道声音 怎么样 王威懊恼道 本来有机会废了他的 可是我运气不好 那声音停顿了片刻 才缓缓开口道 一次是运气不好 两次是运气不好 总不能次次都是运气不好 看来 是我小瞧了他 熟悉了一会儿新的能力 灵秀在那空间中 放了一些散碎银两 一把防身的匕首 走到院子里时 看到孙大力在举石锁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 励志艺术的修行 和武道修行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两者都是锤炼肉体 不过一个是增长元力 一个是为了修炼真气 如果孙大力能够入门武道 那么他以后的修行 就是一份付出 双份收获 和平时一样的训练 元力和真气 却能同时增长 他缺少的 只是有人将他带进武道之门而已 孙大力作为他的护卫 灵秀自然也希望 他越强大越好 只不过 他不是艺术院学生 没办法像灵秀一样 免费享受艺术院的资源 只能通过外面的路子 灵秀回房取了些银子 再次走到院子里 说道 大力 跟我出门 巨音馆 巨音馆是开在 王都东城区的一家武馆 能在寸土寸金的东城区 开设这样一家武馆 这武馆的主人 必定有些能量 事实也正是如此 巨音馆的馆主 是一位地阶舞者 虽然实力只是地阶下品 但也相当于艺术能力 觉醒了五次的艺术师 他年轻的时候 便在武道界闯出了一些威名 之后退隐江湖 凭借当年结交的人脉 在王都开设了一家武馆 广收弟子 如今也算彻底在大厦王都 站稳了脚跟 除了招收弟子之外 巨音馆也做些其他生意 比如帮助 还未曾修行 武道的人入门 只是价格不菲 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 每次只是度一道 争气到别人的身体里 就要收取一百两银子 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 最后可能要花几百 甚至上千两 这不是抢钱是什么 灵秀后来想到 某人抢钱比他还狠 也就不再心里吐槽了 物以稀为贵 就像是整个王都 拥有兵制艺术的 只有他和灵音 所以在夏天冰原稀缺时 他可以以一己之力 左右王都兵架 同样的 舞者因为入门难 修炼也难 所以舞者的数量 比起艺术师更少 高阶舞者更是堪比珍稀动物 引别人入门 至少要拥有地阶的实力 一架权自然也在这些高阶舞者手里 灵秀和孙大力 刚刚走进居音馆 就看到了一群赤裸着上身的汉子 这些人身材魁梧 身上肌肉球起 看起来颇具冲击感 每一次挥拳和踢腿 都能带来阵阵破空之声 看得灵秀心惊不已 一名壮汉看到了他们 大步走过来 问道 你们两个 干什么的 灵秀道 我们是来请馆长引气的 那壮汉瞥了他们一眼 说道 成功失败不论 每次引气一百两银子 谢绝还价 灵秀点了点头 说道 规矩我们懂 银子已经带来了 壮汉看了看孙大力 孙大力怀着抱着的墓盒 甩了甩头 对两人道 跟我来 灵秀和孙大力 跟着这壮汉 穿过前膛 来到了居音馆的后院 刚刚踏足后院 灵秀的眼皮就猛的一跳 他看到这后院中间 赫然握着一只老虎 这老虎身长至少有一丈 长得高大威猛 一眼看上去十分震撼 只不过这猛虎 现在有些微米不振 无力地趴在地上 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嘀吼 那壮汉看到了 灵秀和孙大力的表情变化 不懈地扯了扯嘴角 说道 别害怕 这是我们馆主的坐骑 你们不招惹他 他是不会主动伤人的 随后 他走到站在老虎身前的 一名身材精壮的中年人面前 说道 师父 这两个人是来找您隐气的 中年人的目光 全在这老虎的身上 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说道 让他们改天再来 我今天没兴趣 这壮汉虽然无奈 但也只能对灵秀和孙大力说道 你们也看到了 我师父说 某一刻 他忽然开口说道 这老虎的病 我能治 那中年人文言 猛地转过头 看着灵秀问道 你能治 灵秀点了点头 说道 根据我多年 医治动物的经验 这只老虎 是被骨头卡住喉咙了 你们掰开他的嘴 将骨头取出来就好 孙大力听得一头雾水 他几乎是看着少爷长大的 他哪里有多年 医治动物的经验 中年人做事十分干脆 他跨坐在这老虎的背上 伸出双手 猛地将虎嘴掰开 这老虎虽然身体 不停地扭动反抗 但还是被他牢牢地控制住 那名壮汉探头 向虎嘴看了看 惊叹道 师父 真的有根骨头卡在那里 说完 他直接将手伸进虎口 不多时 就从老虎的喉咙处 取下了一根断骨 喉咙没有异物 老虎猛地一翻身 挣脱了中年人的束缚 仰天长笑一声 笑声中充满了欢快和解脱 中年人见此大喜 盲对灵秀道 多谢这位小兄弟 我着急了一早上 也不知道阿虎怎么了 随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说道 小兄弟是来引气的吧 来来来 我们里边说 解决了他做起的问题后 居音馆馆主对灵秀热情了许多 重新回到馆内 灵秀刚让孙大力奉上银子 中年人说道 举手之劳而已 银子就不必了 就当是感谢你帮了阿虎 灵秀不好意思道 这怎么可以 中年人摆了摆手 说道 怎么不可以 这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直到你引气成功 我都不收你银子 能白嫖自然最好 谁的银子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说心里话 灵秀还是很喜欢白嫖的 多学一门语言 是多么的重要 这不就又省了几百两银子 巨音馆馆主站起身 向前走了两步 说道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灵秀踢了孙大力一脚 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上去 孙大力愣了一下 问道 少爷 是我上啊 灵秀没好气的 再次提了他一脚 说道 你不上 难道让我上 到底是你保护我 还是我保护你 哦 孙大力这才明白 原来少爷是想让他学武道 以前他不是没想过 但是武道入门引气太贵了 把他卖了都不够 所以只能无奈放弃 巨音馆馆主拍了拍孙大力的身体 称赞道 是个练武的好苗子 可惜入门太晚了 说完之后 他握着孙大力的手腕 将一丝真气度过去 说道 记住这一道真气 在你身体里的运行路线 然后试着留住他 引导他按照这条路线运行 孙大力的身体 比灵秀强了何止十倍 虽然猜到他修习武道 会比自己更快 但灵秀也没想到 他居然引气一次就成功了 孙大力成功地 将那一道真气 留在了身体里 从此以后 只要在训练的同时 引导这一丝真气 按照固定的路线运行 这道真气 就会不断地壮大 而这 就是武道的修行之路 连巨音馆馆主 对此都十分意外 忍不住说道 我陈雄这一辈子 引气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但一次就能成功的 也没遇到几个 小兄弟 你这护卫的武道天赋 不一般啊 武道和艺术 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 艺术能力是上天赐予的 武道修行 却需要有人引入门 而且 艺术和武道 没有任何关联 艺术天赋一般的 武道天赋可能很好 反之亦然 孙大力 一次就能引气成功 说明他武道天赋 远胜艺术天赋 只是入门的晚了一点 如果他早二十年 引气入门 或许早就是一位 出色的武师了 居音馆馆主 今天心情不错 对灵秀笑着说道 小兄弟 你要不要也试试 能白嫖干嘛不白嫖 灵秀点了点头 不好意思道 那就麻烦陈管主了 以后阿虎有什么事情 陈管主尽可来找我 话已经说到这里 陈雄也不能小气 他大秀一挥 说道 就冲小兄弟这句话 今日你武道没有入门 就别想回去 一个时辰后 灵秀满意和孙大力 走出居音馆 站在大街上 他单手握了握拳 感受到体内 有一道特殊的力量 正在缓慢流转 而此时 聚音馆内 陈雄坐在椅子上 面色苍白 全身发软 他想要站起来 双腿却一阵无力 又重新跌回了椅子 他环顾看了看左右 没好气道 还愣着干什么 扶我起来 灵府 灵秀单手握拳 并没有使用艺术的力量 将体内的那一道 真气运行到手臂上 然后一拳挥出 虽然没有如灵鹰一般 挥拳产生音爆 可空气中 也传来一道破风之声 这就是武道的力量 或者说是真气的力量 将真气运转到身体某个部位 此部位的力量 便能大幅提升 这与励志艺术极为相似 不同的是 励志艺术只能强化身体 真气还可以附着在兵器上 对于站在武道巅峰的舞者而言 一剑斩断河川 并非难事 哪怕是最强大的艺术师 遇到他们 也要暂避锋芒 原本按照孙教席一节课 为他引气一次的速度 灵秀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入门 没想到城管主这么热心 硬生生在一天内 为他引气二十多次 强行让灵秀入了武道之门 如果按照正常价格收费 这就是两千多近三千两银子 难怪众人公认 武道是有钱人才能修行的 一般的小夫之家 都经不起这么折腾 好在武道最难的 也就是入门 只要身体内有了一道真气 之后只要按部就班的修行便可 这算是武道优于艺术的一点 虽然入门难 但修炼简单 任何人只要啃下苦功 都可以由弱变强 艺术就不同了 类似于力量 冰冻这些 还可以依靠环境修炼 要是运气不好 觉醒了兽语 空间或是别的奇奇怪怪的能力 连修炼都没法修炼 初次觉醒便是巅峰 灵秀正在院子里挥拳 赵灵英从院外走进来 他是真的喜欢白色 今天穿了一件月白色的长裙 见会有一些淡蓝的纹理 如果灵秀没有猜错 他裙子下面 应该还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裤 自从认识灵秀之后 他的衣品就变得不敢恭位 今天是灵秀跟着他修行的日子 看到他过来 灵秀自觉地向房间走去 赵灵英却道 今天不在这里修行 这些天里的进步很大 这样的修行 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 跟我走 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 多亏了皇宫的差事 才让灵秀没两天 就能接触到大量的元经 连灵英都认可了他的修行速度 灵秀跟在他身后 好奇问道 我们去哪里 赵灵英没有过多解释 淡淡道 到了就知道了 跟着他一路来到艺术院 穿过几道月亮门 在最后一道门前 灵秀停下了脚步 这道门的上方 刻了一个大大的天字 走进这道门 就是传说中的天字院 据说 如今的天字院中有十位学生 每一位都是罕见的艺术天才 无论是艺术能力还是天赋 都属于顶尖 天字院是他们修行之地 其他院的学生 是不能进入的 赵灵英偏头看了看灵秀 说道 走吧 我已经和院长寝室过了 你可以进 灵秀跟着他走进去 发现这里面是一个个单独的小院 赵灵英带他来到一处小院前 推开院门 说道 进来 灵秀刚刚踏进院子 就感受到了一阵凉意 不知为何 这院子的温度 比外面要低上许多 而且跟着他越向里面走 温度便越低 走到一处房间门口 灵秀的眉毛上 已经结了一层冰霜 赵灵英推开房间的门 一阵刺骨的寒意扑面而来 灵秀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他的目光望向房间里面 看到了一张床 确切地说 是一块冰 房间的正中间 放着一张冰床 无数的寒气从冰床上冒出来 弥漫了整个房间 让这里看起来 有些先进的感觉 赵灵英解释道 这是悬冰床 是由大罗王朝 极北之地 万年不化的悬冰制成 我平日里 就是在这里修行的 灵秀心道 不愧是天资院的天才 学院竟然能为他提供 这种修行资源 有着悬冰床在 他的修行时间 就不再局限于冬天 而是一年365天 只要他愿意 每天都是数九寒冬 灵秀看着这张悬冰床 试探问道 你让我在这张床上修行 赵灵英瞥了他一眼 说道 如果你不怕冻死的话 就上去吧 灵秀站在原地没有冻 他又不傻 他是不怕冷 但不怕冷也有限度 温度太低的话 还是会超出他的承受极限 就像是明和公主的能力 是火 但现在 把他扔到岩浆里 他还是会死 赵灵英道 你就坐在床边 和我一起修行吧 说完 他走到这冰床前 脱了鞋子 然后上床盘腿而坐 灵秀看着 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隔着老远他都觉得冷 这么坐着 屁股不会觉得冰吗 当然他没敢问 灵英屁股冰不冰的问题 老老实实地走到床前 盘腿坐在地上 从这床上散发出来的寒气 无时无刻 不再清洗他的身体 灵秀必须全神贯注地 运转原力抵抗 本来他没有资格使用这种资源 这是灵英好不容易为他争取来的 他不能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灵秀闭上眼睛 心无旁骛 一心一意地运转原力抵抗 悬兵床上 赵灵英缓缓睁开眼睛 他瞥了灵秀一眼 嘴角浮现出若有若无的笑意 一个多时辰之后 赵灵英和灵秀走出天字院 前者神采异役 后者却面色苍白 脚步虚浮 像是被掏空了身体一般 事实上 灵秀的身体 体内的力量就会自行运转 灵秀坚持了一个多时辰 终于筋疲力尽了 他现在什么也不想 只想回家睡觉 累 太累了 薛宁儿跟着几名铜窗 从远处走过来 看到灵秀时 眼前一亮 立刻对他招了招手 说道 灵公子 这妖巧啊 我们正要去秋游 你要一起吗 如果灵英不在身边 如果他还有力气 灵秀就和他去了 可现在 他只想回去睡觉 灵秀挥了挥手 说道 抱歉 宁儿姑娘 我今日还有些别的事情 就不和你们一起去了 好吧 薛宁儿有些失望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道 那明日 我们去南湖泛舟 你可一定要来 灵秀有气无力地笑笑 一定 一定 赵灵英没有说什么 只是嘴角微微翘了翘 似笑非笑 灵秀最终没能和薛宁儿泛舟湖上 因为和薛宁儿约好的时间是中午 而他早上被灵英 强迫着修行了一个多时辰 折腾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最后还是被大力背回去的 哪里还有力气划船 接下来几日都是如此 灵英以前是隔几天才帮他修行一次 现在是一天三次 灵秀既没有时间应付薛宁儿 也没时间去戏楼听曲 更别说和双双姑娘学习医术 他每天都被灵英折腾得筋疲力尽 一遍又一遍 什么心思都没有 当然 勤苦修行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灵秀隐隐感觉到 他已经触摸到某个避障了 再次看到赵灵英的时候 灵秀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主动说道 走吧 赵灵英看了他一眼 说道 今天不用修行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要离开王多一些日子 你自己也不用修行了 现在的你 已经到了瓶颈 等我回来 应该就可以帮你再次觉醒了 灵秀愣了一下 随后便惊喜道 什么 你要走 走多久 赵灵英眉头促起 我走了 你很高兴 灵秀忍住心头的狂喜 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 眼看着赵灵英的眉头粗得更深 灵秀连忙正色道 对不起 我不是笑这个 我只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 哈哈哈哈 灵英的母亲要回娘家探亲 她也会跟在身边 需要离开王多一段日子 短则半月 长则一月 灵秀都见不到她 灵秀当然很开心 虽然灵英对她很好 为她的修行煞费苦心 自己修行时 还不忘带上灵秀 但这几天 灵秀真的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 她惦记薛宁儿和双双姑娘的能力 想念彩衣的声音 灵英刚走 她就来到了梨花院 这几天一直在高强度的修行 精神长时间保持紧绷 她迫切地需要放松放松 梨花院 二楼的雅阁内 这几天里 彩衣经常会想起那位特别的公子 她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听她唱去了 不过 这也并非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王多的这些贵公子 很多时候都是一时兴起 这几日喜欢彩衣 过两日又喜欢轻衣叠衣的 也都随他们高兴 或许 她已经将自己忘记了 上次那位容貌极美的姑娘离开的时候 似乎很不开心 那是她的妻子吗 应该是的了 那位姑娘才是真的漂亮 身上也透着一种贵气 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十分般配 宛如一对碧人 她轻叹口气 抬起头时 正好看到灵秀从外面走进来 灵秀抬手和彩衣打了个招呼 说道 彩衣姑娘 好久不见 这几天在忙别的事情 没时间过来听取 彩衣回过神 连忙到 自视公子的正事要紧 上次的事情 夫人没有生气吧 听到夫人二字 灵秀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随后才意识到 她说的是灵音 解释道 我还没有成婚 乃来的夫人 彩衣微微一愣 随后心头烧喜 说道 抱歉 是彩衣误会了 今日还是听公子教过我的那些曲子吗 灵秀点了点头 随后又道 此事不及 其实我今天过来 还有另一件事情要和你说 她看着彩衣 说道 彩衣姑娘或许不知道 你早就觉醒了一种艺术 正是这种艺术 使得你与别人的声音大为不同 彩衣想起上次灵秀为她把脉的事情 依然有些难以相信 不确信道 公子是说我吗 可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灵秀笑了笑 说道 此艺术名为音质艺术 觉醒之后 只表现在声音的无形变化 你自己不知道 也是正常的 灵秀从秀中取出一本薄薄的书册 递给彩衣 说道 这本书上有关于音质艺术的详细记载 你可以先看看 然后抄录一份 这本书当然是灵秀从艺术院藏书阁借出来的 此书对于彩衣应该有不小的用处 书中还记录了几首曲目 并标注有完整的音律 据说是有助于音质艺术第二次觉醒 将手中的书翻了几页之后 彩衣就相信了灵秀的话 因为这书上所描述的 和他自身的情形一模一样 他的声音原本和大家差不多 有一天忽然发生了变化 姐妹们都说他的声音变得好听了 他一直以为是那段时间练嗓子的结果 没想到 居然是他觉醒了艺术 许久 他才回过神 对灵秀道 多谢灵公子 如果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自己也拥有艺术呢 灵秀摆了摆手 说道 我也是碰巧猜中的而已 随后 他有些诧异地问道 彩衣姑娘怎么知道我姓灵 他记得自己是没有告诉彩衣名字的 彩衣微微一笑 说道 上次白玉衣为我治病时 我听到他唤你灵公子 原来是这样 灵秀点了点头 说道 忘记告诉你了 我叫灵秀 他还没说完 彩衣就面露惊讶 忍不住道 灵秀 公子就是灵秀 和赵家大小姐有婚约的灵秀 灵秀已经习惯了 别人听到他名字的反应 看着已经打量了自己好一会的彩衣 灵秀问道 怎么 我脸上有花吗 彩衣脸色一红 随后低下头 说道 没有 只是我很早就听过公子的名字了 楼里的姐妹也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男子 才能将那位姑娘娶回家 灵秀笑了笑 问道 现在看到了 是不是也觉得我配不上她 彩衣连连道 没有没有 公子说笑了 您生的一表人才 哪里有配不上的女子 您和赵姑娘是郎才女貌 竹帘闭合 灵秀摆了摆手 说道 好了好了 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人家 不说这些 我还是喜欢听彩衣姑娘唱曲 晚些时候 我再教你一首新的曲子 彩衣姑娘的声音 真的触及灵魂 唱功加上艺术能力 音乐的魅力 在她的声音中 可以得到最完美的诠释 所以 古来拥有音质艺术的人 不管男女 最终大都成为了一代名灵 以彩衣的实力 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 灵秀觉得 她得趁早和她打好关系 否则 等到她彻底红了之后 再想听她唱曲 可就没有现在这么容易了 而她的声音 又是治愈灵秀内心的唯一良方 说实话 灵秀对她已经动了私心 甚至想将她留在身边 这样 就能随时随地听到 她这无比动听的声音 而且 这么好听的声音 只是用来听曲 未免太过可惜 以这样的声音交流探讨人生 这谁顶得住啊 要不 干脆泡了她 灵秀抬头看了一眼 正投入唱曲的彩衣 心中的这个念头 更加强烈 她美丽大方 温柔之性 正是灵秀喜欢的欲解类型 虽然没有秦婉那种 由那儿外散发的致命魅力 但她的天籁之音 却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灵秀看得出来 彩衣对她是有些好感的 这是一个海王的直觉 只要她愿意 可以在一个月内 将这一丝好感 变成喜欢 甚至是爱 这还是因为 灵秀打算采取循序渐进 润物系无声的方式 倘若用激进一些的手段 让对她已经有一些好感的彩衣 彻底沦陷 只要三五天 问题在于 攻陷彩衣不难 说服灵音不打断她的腿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至少 也要等和赵家的婚约解除之后 在这之前 还是和她保持纯洁的友谊好一些 离开梨花院时 灵秀本打算付钱 但彩衣却坚持不收 她看着灵秀 目光坚定地说道 彩衣虽是戏子 却也知道 艺术的修行之法极为珍贵 公子治病之恩 彩衣还未报答 又承蒙公子赠书 不过是为公子唱了几首曲子而已 倘若也要收取酬劳 岂不是成了忘恩负义之人 灵秀一向不喜欢占人便宜 上次包子铺老板 送了她一提包子 她都找机会还回去了 灵音对她的好 灵秀也在想办法报答 贵妃娘娘两次送的珍贵首饰 灵秀想也没想的 就送给了她 但这一次 她却没有再坚持 迟早都是她的人 以后占她便宜的时候还多着 也不差这一次两次 离花院门口 彩衣目送灵秀远去 然后在心中轻轻叹了口气 灵公子的未婚妻 是赵氏那位天之娇女 她作为一个戏子 也听说过她的故事 两人郎才女貌 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笑 她曾经还有那么一次痴心妄想 她自嘲地笑笑 将心底的那一丝情愫 永远地埋在了心底 又一次上午到课时 孙教席压抑地看着灵秀 问道 你影器成功了 灵秀点了点头 说道 有个开舞馆的朋友帮了我 影器至少需要和她一样的地级舞者 孙教席未曾想灵秀还有这种朋友 但也没有多说 只是道 既然你影器成功 今日你的课程 便要做些改变了 影器成功与否 舞蹈课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还没有影器 以及身体素质太低的 以提高身体素质为主 为之后的影器做准备 而影器成功的 如李伯章和灵秀 则是以舞蹈修炼为主 而他们修炼的重点 是对真气的掌控 如将体内的真气 运转到身体某个部位攻击 或是将真气附着在兵器上 这对灵秀来说还是有些难度的 他身体里只有微弱的一道真气 而且运转的速度很慢 蓄力过程需要很久 而将真气附着于兵器 目前的他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课间休息的时候 薛宁儿从不远处走过来 他从秀中取出一张琴帖 递给灵秀 说道 过几天是我的生辰 到时候会在我家里设宴 你不会这次还要拒绝我吧 灵秀双手收下琴帖 歉意道 不会了不会了 前几天是真的太忙了 宁儿姑娘的生辰 我一定到场 灵秀看了情帖才知道 薛宁儿过几天就十八岁了 很难想象十八岁不到的姑娘 发育居然这么好 放了她那么多次鸽子 这次生日宴 灵秀显然没有理由缺席 他对薛宁儿笑了笑 问道 王威这几天还有没有烦你 灵秀提起这个 薛宁儿就想起 那天灵秀和王威 为了他争风吃醋 赵灵俊未来的丈夫 为他和别人决斗 想想就很有成就感 他心中暗喜 脸上却装作不高兴 万一你输了怎么办 灵秀耸了耸肩 说道 我这不是赢了吗 说到这里 薛宁儿脸上却浮现出疑惑之色 喃喃道 奇怪 王威为什么要和你打这样的赌 他以前都是围在秦婉身边转的呀 灵秀愣了一下 目光微微一宁 随后望向薛宁儿 问道 宁儿姑娘和王威 以前不熟吗 薛宁儿摇了摇头 说道 不太熟 话都没说过几句的 灵秀沉默了片刻 随后脸上露出笑容 说道 和薛宁儿分开之后 灵秀手持一把木剑 按照孙教席要求的 保持同一个挥舞的动作 目光却望向了前方的王威 包括孙教席在内 甚至连王威自己恐怕都认为 是他选的那一把木剑不结实 但只有灵秀知道 那把剑结实的不能再结实 王威对他当头披下的那一剑 是全力出手 毫无保留 若非如此 他的那把木剑 不会在瞬间就断掉 要知道 灵秀最初的打算 是身上挨几下之后 装作无意中打晕王威 因为王威的权力 导致木剑无法承受两人的力道 才在第一次相机 就直接断裂 王威已经练出了真气 他的权力一击 打在普通人的脑袋上 轻则头破血流 重则一命呜呼 林秀元以为他是被薛宁儿的美色 冲昏了头脑 醋意大发 失去了理智 下手忘记了轻重 但薛宁儿却说 两个人根本不熟 王威也没有追求过他 也就是说 王威吃醋只是一个幌子 他从一开始 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林秀不知道以前的平安博之子 有没有得罪过此人 即便是得罪过 两人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值得他在武道客上 对他下如此的狠手 又或者 他是自己未婚妻的极端粉 不想女神嫁给自己 于是打算除掉林秀 林秀倒是没想过 王威是想取赵林郡 不是他看不上王威 而是王威不配 此时 林秀所联想到的 不止这些 那天夜里的刺杀 是不是也和此人有关 那名刺客死后 所有的线索都戛然而止 清丽丝查不出什么 已经封存了此案的卷宗 但在林秀心中 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 毕竟 那隐藏在暗处的人 是想要他的命啊 倘若不是和薛宁儿聊天的时候 他无意中提到 王威并没有追求过他 林秀或许一直会认为 这是一起由争风吃醋 而引发的事件 王威伪装得很好 只可惜 还是露出了破绽 这时 李伯彰走过来 看了看林秀手里的情节 感叹道 林兄真是厉害 连宁儿姑娘的生辰宴 琴帖都拿到了 林秀看了看他 问道 难道他没有送你吗 李伯彰忧愿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林兄这话说的就伤人了 武道客上这么多人 拿到这琴帖的 就只有你一个 倘若这帖子见人就发 薛国功夫上 怕是会人满为患 林秀闻言 不禁为武道客上 其他的男同胞叹息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他们平日里 跟在薛宁儿身边 安前马后 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到头来 却连张生日情帖都混不上 林秀目光向某个方向望了一眼 问道 王威也没有吗 李伯彰道 王威的父亲 是广安侯 大小也是个三等侯 本来应该是有勤俭的 但是他上次 挑战你不是失败了吗 按照赌约 以后要离宁儿姑娘远一些 就算宁儿姑娘给他 他有脸收吗 林秀看着李伯彰 诧异道 李兄似乎对王都 这些权贵很了解 李伯彰笑了笑 说道 这是自然 王都是什么地方 权贵遍地 我们这种平民百姓 要是不认识他们 不小心得罪了哪个 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李伯彰这句话说的没错 但却并不严谨 不止平民百姓 哪怕是其中一些权贵 得罪了更有权势的权贵 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时 李伯彰忽然又问道 不知林兄想好 要送宁儿姑娘什么礼物了吗 林秀疑惑道 啊 还要送礼物吗 李伯彰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他 说道 林兄以为去参加宴会 就是白吃白喝吗 这些天白嫖嫖习惯了 林秀刚才还真没想到这一点 这下 他可有点犯难了 薛宁儿生在大富大贵之家 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送的东西便宜了 有点拿不出手 送的贵了 林秀又舍不得 毕竟 他赚钱养家不容易 累死累活赚的钱 可能还没有薛宁儿零花钱多 超过十两银子的礼物 林秀就要好好考虑考虑 而且 十几两几十两的礼物送出去 他也丢不起这个人 林秀还在就好了 他的手势都是好东西 哪怕薛宁儿见多识广 应该也抵挡不住 那两样东西的魅力 这个念头 只是在林秀脑海中一闪而过 那种好东西 也就是送灵鹰 送给别的女人 他还真舍不得 最终 林秀低头看了看 手中烫金的琴帖 问李伯章道 你说 我现在把这琴帖退回去 还来不来得及 李伯章深吸口气 说道 林兄 你过分了 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 他却想要退回去 好像真有点不干人事 林秀最终还是收下了请柬 礼物还是要送的 但是要省钱一点 而如何送出又省钱 又让姑娘满意的礼物 是一个合格海王的基本技能 一个时辰之后 今日的舞蹈课结束 也正好了到了吃饭时间 刚刚结束训练的学生们 拖着疲惫的身体 走出艺术院 准备大吃一顿 来犒劳自己透支的身体 摘月楼是近日王都 生意最好的酒楼 在从众心里的趋势下 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这里 虽然这里的消费很贵 但众人也都出自大富之家 并不在乎这点银子 只有王威等几人 从摘月楼门口静止走过 进入了不远处的 另一家酒楼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或许是摘月楼的菜品 不合口味 或许是觉得 摘月楼人多吵闹 也没有人在意他们 除了灵秀 他抬起头 看着王威走进天香楼 表情若有所思 李伯彰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进去呀灵秀 上次是你请我 这次该我请你了 天香楼灵秀并不陌生 前段时间 因为治兵之事 他和天香楼曾经有过冲突 后来东城为之子 为逼他就范 设计陷害他 反倒被他摆了一道 再后来 或许是得知 是灵秀是在为皇宫做事 天香楼及其背后的永平侯府 就再也没有了动作 灵秀本来以为此事已经过去 没想到天香楼 再次进入他的眼中 从艺术院出来 到摘月楼最近 王威舍尽求远 去了天香楼 说明从一开始 这本来不是什么怀疑的点 可灵秀刚刚得知 王威不是薛宁儿的追求者 是故意以此为借口挑衅他 在鄙视中对他下死手 转眼就看到他进了天香楼 他怎么能不怀疑什么 不得不说 王威此人 做事不够细节 而魔鬼 往往便隐藏在细节之中 薛宁儿之事是其一 天香楼是其二 莫非 王威对他动手的背后 是永平侯府在授议 这是永平侯府 对他拒绝治兵的报复 倘若真是这样 他便不得不认真起来了 天香楼是永平侯府的产业 但永平侯什么身份 平日里肯定不会 亲自去管酒楼的事情 这种店铺 一般是交给府上 专门打理产业的管事 而区区一个管事 能够指使得了王威吗 这两件事情 似乎串联了起来 但灵秀总觉得 哪里不对 就因为灵秀拒绝了 为他们治兵 他们就想要他的命 这个理由虽然说得通 但有点过于牵强 今日是李伯昌请客 他知道灵秀酒量不好 于是只让适者上了茶水 又见他吃饭之时 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开口问道 灵秀有心事 灵秀笑了笑 解释道 没有 只是今日的饭菜 有些不合胃口 下次倒是可以尝尝 别家酒楼的菜品 比如天香楼什么的 李伯彰文言却道 别的酒楼倒是无所谓 天香楼 灵秀还是少去为好 灵秀文言目光望向他 问道 为何 李伯彰解释道 天香楼背后是永平侯府 永平侯曾经数次亲自前往赵家 想要为自家公子求亲都被赵家拒绝了 灵秀猜测是为什么 还能是为什么 自然是因为灵秀和赵灵俊有婚约 连起来了 一切都连起来了 不管是天香楼也好 王威也罢 这两件事情的背后都是永平侯府 王威以争风吃醋为幌子 对灵秀痛下死守 恐怕天香楼当时的目的 也不单纯是让灵秀治兵 这背后之人 隐藏得极身 手段极其阴险 如果不是薛尼儿的一句无心之言 如果不是王威细节上露出了马脚 如果不是李伯章提醒 灵秀根本不会想到 原来他和永平侯府恩怨的根源 竟是那一纸婚约 灵秀轻轻抿了口茶 对李百章道 我刚才看到王威进了天香楼 难道他与永平侯府有交情 李伯章点了点头 说道 永平侯是大下一等侯 手中权柄不小 身后自然不缺簇拥 王威的父亲广安侯 就是为永平侯马首是瞻 此外 东城令东城卫 也是永平侯一手扶持上去的 东城牙就像是他们家后院一样 还有钟永伯 陈一伯 也都是永平侯手下 钟永伯 灵秀目光微微一宁 他没想到 秦聪的父亲 也是永平侯的人 难道说 秦聪对他的针对 也是有人在背后指使 虽然当时是灵秀主动得罪秦聪的 秦聪找他麻烦理所应当 可无论是天香楼治兵 还是武道客挑衅 哪一件事情 不是理所应当 有人在利用这些理所应当的事情 试图隐藏背后真正的原因 灵秀有时候还在纳闷 怎么他才来这里不久 就遇到这么多事情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 爱招惹麻烦的事儿逼体制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 一切看似偶然 其实都是必然 不是他喜欢招惹麻烦 是一直有人在故意安排他 如此说来 那夜的刺杀事件 也是永平侯府的手笔了 灵秀觉得很冤 他招谁惹谁了 明明他也是那婚约的受害者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赵灵俊就是灵秀的病 只要这桩婚约还在 恐怕整个王都盼望着他出事的 不止永平侯一家 而永平侯府三番两次 对灵秀动手都没有成功 恐怕也不会就此罢手 为了避免弄错了敌人 灵秀还要再确认一下 王都 某处酒楼 无情吃饱喝足 从酒楼内走出来 他此刻心里感叹 这普通酒楼饭菜的味道 远远无法和天香楼相比 只可惜 自从上次拌砸了 永平侯公子交代的事情之后 他就被彻底放弃了 从此 他便无法像以前一样 在天香楼白吃白喝 在对方身边 彻底成为了一个边缘人物 走出酒楼 无情正要回衙门 忽然被一道人影挡住了去路 哪个不长眼睛 他张口就想开骂 当看清来人之后 脸都被下白了 颤声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最近可没惹你 无情是真的怕灵秀 上次的事情 如果不是灵秀放他一马 恐怕他现在头七都过了 灵秀对无情微微一笑 说道 别怕 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无情是叹道 神 什么问题 灵秀道 我知道 上次的事情 你是受人指使 你只是要告诉我 指使你的人是谁就行 无情摇头道 没有人指使我 只是我经常在天香楼吃饭 和天香楼掌柜的关系很好 那段时间 你给摘月楼制兵 客人全都跑到摘月楼去了 他就让我帮帮他的忙 灵秀挑眉道 真的 无情点头道 千真万确 灵秀对他微微一笑 说道 既然是你一个人做的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冤有头债有主 你也别怪我 下辈子记得做个好人 每年忌日 我会多给你烧点纸钱 无情脸色大变 颤声道 你 你想干什么 灵秀无情地说道 陛下明日 让我为皇宫的兵库处兵 我现在揍你一顿 回去打断自己三根肋骨 明天宫里来人的时候 就说被你打成了重伤 不能行动 让陛下再等几日 无情怒道 你这是诬陷 灵秀耸了耸肩 说道 我和你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诬陷你 另外 宫里的公公我很熟 明日他们应该会如实向陛下禀告 你回去准备一下后事吧 这两天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 最好和亲戚朋友告个别 我怕到时候没时间 无情沉默一顺 果断地抬起头 看着灵秀 认真道 是这样 那件事情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永平侯府的大公子杨轩 他让我找你麻烦 还说 最好找个机会废了你 冤有头债有主 你要找就找他去 不关我事 真的不关我事 回到灵府之后 灵秀将自己关在房间 一个人坐在桌前 沉默两久 一等侯府 对于现在的灵家来说 实在是太过庞大 根本无法招惹 与他们正面对上 无异于以卵击石 不久之前 灵秀还可以用皇宫制兵的拆使自保 可如今 他连最后的倚仗都没有了 不过好在灵家即便没落 也是权贵身份 即便是永平侯 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他动手 从秦聪 天香楼 以及王威这几件事上 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明面上做事 还是很忌惮的 灵秀只要提防他们 暗地里的小动作就好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 灵秀便不再担心了 躲在暗处的敌人最可怕 既然已经弄清楚了他们的身份 他可以慢慢找机会 找机会弄死他们 第二天 吃过早饭之后 灵秀带着孙大力和大黄 走出灵府 关于自己被永平侯府算计的事情 灵秀并没有告诉平安伯夫妇 因为即便告诉他们 也不过是徒增他们的担心 灵秀自己就有信心处理好此事 而且 他心里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是薛宁儿的生日 薛宁儿的能力是飞行 这个能力 灵秀志在必得 并不仅仅是为了 袁塔尔时的飞天梦 飞行这个能力 是诸多艺术能力中 较为特殊的一种 在第五次觉醒之前 此种能力表现在 可以无视地心引力 使自身凌空飞行 但在第五次觉醒之后 这种能力会发生至的变化 具体的说 会从悬浮自己 变为悬浮万物 即从飞行到空武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能力 如果薛宁儿 能将自身能力觉醒五次 他的能力 就会从悬阶的飞行 进化到天阶的掌控 飞行只是悬阶能力 但掌控却是天阶 到时候 他不仅能让自己飞起来 还能让别人飞起来 虽然这个世界的人们 还没有重力的概念 但他们显然已经了解到 这种能力的恐怖 不然也不会将其列为天阶 正好灵鹰不在 在这一个月里 他要努力修行 争取第二次觉醒 然后尽快将薛宁儿的能力搞到手 否则等到灵鹰回来 他又会天天榨干 这件事情都做不了了 为了迅速增进和薛宁儿的关系 这次生日宴 灵秀在即将送给他的礼物上 费了不少心思 事业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整个王都被夜色笼罩 没钱点蜡烛的穷苦人家早已歇息 薛国公府却依旧灯火通明 一辆辆马车 轿子 停在薛府两旁的街道上 如长龙一般 从街头停到街尾 好不壮观 今日是薛国公孙女薛宁儿的18岁生辰 国公府所摆出的排场 却比某些大家族的长者过八十大寿还要大 今夜来薛府的 都是王都有名有姓的大人物 而平日里大部分百姓 需要仰望的一些小权贵 甚至连参加今夜宴会的资格都没有 薛国公府人丁兴旺 第三代中 有男丁食于人 却只有一位女孩 因此 薛宁儿从一出生 就受尽宠爱 一些人趁着他生辰宴的机会 奉上厚礼 借此巴结薛家 永春侯府为何公子 宋上欲如意一对 据入侯府沈云公子 送白银一万两 国公府大门口 有专门负责收礼的管家 一边记录礼经 一边将众人的贺礼 高声念出来 被念到名字的 回头队还在排队的众人拱拱手 然后大步走进去 一名年轻人递上琴帖 那管家看了看琴帖前面的名字 高声道 平安伯府灵秀灵公子 送上 说完 他借着年轻人没有动作 小声提醒道 公子 您的贺礼呢 灵秀道 我的贺礼比较特殊 一会儿亲自送给宁儿姑娘 管家对此 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那些追求自家小姐的年轻人 就是喜欢搞这一套 只要这请柬是真的 他也不会阻拦 只不过 一个小小的三等伯之子 也想追求自家小姐 无疑是痴心妄想了 虽然他的样貌 在小姐的众多追求者中 的确无人能及 但身份还是太过低微 此刻 还在府门口排队的客人中 却爆发了一场议论 平安伯 平安伯不是三等伯吗 听说一等忠勇伯都 没有被邀请 可能是宁儿姑娘的朋友吧 不会吧 宁儿姑娘的朋友 怎么可能连礼物都没有带 林秀 这林秀 不是和赵家嫡女 有婚约那位吗 他也来了 什么 是他 该死的 夺妻之仇不共带天啊 宴会还未开始 薛福已经热闹非常 林秀走到院子里 左右四顾 竟是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也难怪 他来到这个世界不久 唯一算是朋友的 也就是身份神秘的李伯璋 他说自己是平民百姓 普通家庭 但林秀始终对此存疑 一个平民百姓 哪里来那么多见识 又怎么会对王都权贵这么了解 只不过他不说 林秀也没有细究 林秀与他交朋友 只是两个海王的惺惺相惜 与他的身份无关 至于其他一些混了个脸熟的同窗 都是薛妮儿的舔狗 根本没有机会参加今夜的晚宴 所以 别人都三五成群 有说有笑 他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好在薛妮儿作为今夜的主角 本就在院子里迎客 看到林秀时 高兴地对他挥了挥手 然后就迈着小碎步走过来 一群年轻的男男女女 也簇拥着他过来 薛妮儿今天穿了一件淡黄色的裸裙 脸上画了精致的妆容 不浓不淡 恰到好处 他的头发梳成了凌云剂 其上点缀着许多饰品 在烛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仿佛他整个人都沐浴在耀眼的光芒中 毫无疑问 薛妮儿无疑是今夜薛府唯一的焦点 他身旁的那些女子 容貌也有出色的 但与他站在一切 都变成了衬托红花的绿叶 当然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他的生日宴 没有请秦婉 没有请赵玲英 也没有请明和公主 倘若他们中任何一人来了 今夜的情形 也只会是双月争辉 当然 薛妮儿不请他们 也在情理之中 灵秀要是薛妮儿 他也不请 不得不说 薛妮儿作为艺术院四美之一 抛开家世 仅仅作为一个女人 她也拥有独到的过人之处 如果她不是那么的绿茶 灵秀还是很愿意和她做朋友的 灵秀看着款款走来的薛妮儿 微笑说道 今夜的妮儿姑娘 比往日更加漂亮 薛妮儿心中威喜 灵秀这个人 真的是太会说话了 刚才见到的其他人 都夸她今天晚上很漂亮 难道她平常时候 就不漂亮了吗 在今夜无数的赞誉和夸赞中 只有灵秀这一句 是最得她心的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是和灵秀说话 她即便再郁闷的心情 也会很快变得开心起来 她脸色微微一红 故作羞涩道 没有了 忽然不知道从哪里 冒出来一个长得如此俊秀的 薛妮儿身边的几名年轻男子 脸色都变了变 其中一人更是皮笑若不笑道 宁儿 这位兄台是谁 以前怎么从未见过 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薛妮儿这才站在灵秀身边 对众人道 这位是平安伯府的灵秀灵公子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一听说是平安伯之子 众人立刻放下了心 还以为是什么人物 没想到只是区区三等平安伯之子 这样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做他们的对手 而且王都权贵之中 谁不知道 那平安伯之子和赵家的嫡女有婚约 和他们自然也没有了竞争关系 等等 平安伯之子 平安伯之子 不就是赵家添交的未婚夫吗 难道就是此人 一时间 众人心里都有些复杂难言 虽然他们在追求薛妮儿 但谁人不知赵灵俊啊 如果让他们在赵灵俊和薛妮儿之间选一个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但这种选择 他们在梦里都不会有 面对赵家那位女神 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不配 眼前这位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的家伙 就更不配了 可偏偏他真的是赵灵俊的未婚夫 所以他们嫉妒 十分嫉妒 薛妮儿像是没有注意到众人的表情变化 又一一对灵秀介绍道 这位是魏国公家的二公子魏文远 这位是齐国公家的大公子齐青霄 这是陈国公府的陈佩佩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按照顺序 介绍到最后一位青年 薛妮儿道 这位是永平侯府的大公子杨轩 前面那些人 灵秀都只是微微抱拳见礼 当薛妮儿介绍到永平侯公子时 灵秀抬头望向他 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 开口道 杨兄 久仰 久仰 看着灵秀那和煦的笑容 不知为何 杨轩忽然从心里感受到一股凉意 不过很快这种感觉就消失不见 如果不是忌惮赵家 他捏死此人 不比捏死一只蚂蚁难上多手 他和灵秀目光对视 似笑非笑道 既然是妮儿姑娘的朋友 自然也是我等的朋友 以后还要多多赵福才好 灵秀若有深意的笑笑 说道 应该的 应该的 薛妮儿的祖父是大下三等公 永平侯乃是一等侯 爵位只比他低上一阶 由侯府的大公子亲自送上鹤礼 也算是非常重视了 薛妮儿是今夜的焦点 今夜参加宴会的年轻人 也大多围在他的身边 这时 一名年轻男子 从秀中取出一个巴掌大小 方形的锦盒 双手捧着递给薛妮儿 说道 妮儿 这是我派人从西域寻来的明月珠 是我送给你的生辰礼物 他打开锦盒 一颗形似珍珠 比鸽子弹还大的物体 正躺在锦盒中 发出淡淡的荧光 虽说薛府门口就有礼房 大部分人在进门前 都会将礼物放在那里 但也有些人送的礼物格外珍贵 想要当面交给薛妮儿 也能顺便在众人面前露露脸 此刻拿出明月珠的人 是魏国功夫的二公子魏文远 也是追求薛妮儿的众人中 最有实力的意味 女孩子总是喜欢 闪闪发光的东西 此宝物刚刚拿出来 便引起了薛妮儿身边 众多年轻女子的一阵惊呼 啊 好漂亮的明月珠 我长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明月珠 这么大 这么纯净的明月珠 一定十分难寻吧 魏公子真的是有心了 就在众女叽叽喳喳 用羡慕的目光 打量着这明月珠时 一道不合十一的声音 从人群中传来 哼 明月珠有什么好的 俗气 宁儿 来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 说话的是 齐国公府的大公子齐青霄 他不懈地看了魏文远一眼 将手中的一个玉瑕打开 这玉瑕通体翠绿 不见一丝杂质与裂纹 单单这瑕子 就是预料中的极品 价格不菲 可想这瑕中之物 应该更加珍贵 此时 齐青霄已经将手中的玉瑕打开 只见那瑕中放着的 是一个有着指甲盖大小的菱形晶体 看到这晶体的一刻 人群再次传来几道惊呼 只不过这次被震惊到的是在场的男子 元晶 天哪 这恐怕是五阶异兽的元晶吧 这太珍贵了 有了这颗元晶 宁儿姑娘以后从玄阶进入地阶的可能 至少会增加一成 就连灵秀看了这盒中之物 都不由地在心里感叹 这些权贵子弟 为了泡妞 还真舍得下本钱 元晶他自然不陌生 他的原力之所以增长得这么快 除了有灵鹰带他一起修行的原因外 最重要的就是元晶 只不过 灵秀所用的元晶是低阶异兽的元晶 那种只有米粒大小的菱形晶体 唯一的作用就是加快刚刚觉醒能力的人修行 他出自低阶异兽的体内 只要有钱并不难获得 但高阶异兽不一样 五阶异兽 实力不弱于低阶艺术师 已经拥有了很高的灵智 捕猎他们需要冒着很大的威胁 而即便是能打败他们 也很难拿到他们的元晶 因为他们在临死之前会引爆元晶 拼死一搏 即便生死 敌人也别想捞到什么好处 这种高阶异兽的元晶 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增加艺术师觉醒的几率 虽然只有一成 也是许多艺术师梦寐以求的 低阶异兽的元晶 有价无事 比启明月珠 显然更加珍贵 薛宁儿八面玲珑 自然不会表现的偏爱哪个 将两人的礼物双双收下 说道 多谢两位公子 你们的礼物 宁儿很喜欢 两人对薛宁儿微微一笑 目光望向彼此的时候 却都冷哼一声 宁儿公子送了宁儿姑娘什么礼物 嗨 我刚才看到宁儿公子 是空着手进府的 宁儿姑娘的生辰 他不会什么都没有准备吧 这 这有些不太好吧 几位年轻男子 目光看向灵秀 纷纷摇头 自从知道了他 就是平安博之子后 他们就怎么看他 怎么不顺眼 他凭什么能娶赵姑娘 就凭他长得好看吗 仅仅因为这一件事情 他便是王都 所有年轻男子的一生之敌 所有人都乐意看到他出丑 这会让他们很开心 薛宁儿知道 灵秀的家境不好 也没有期待 他会送自己什么贵重的礼物 但此刻 他也不好说什么 他知道 男人都是有自尊心的 即便他真的很穷 也不愿意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如果他说 灵秀即使不送礼物 也可以 反倒会伤他的自尊 但很快的 他便微微一笑 说道 林公子的礼物 几天前就送给我了 我很喜欢呢 灵秀大概知道 薛宁儿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了 这么善解人意的女孩子 谁见了不叫一声好妹妹 他对薛宁儿微微一笑 说道 其实今天晚上 我还为宁儿姑娘 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本来打算过一会儿再拿出来的 既然大家想看 就只好提前献丑了 薛宁儿没想到 灵秀真的为他准备了礼物 好奇问道 什么礼物 灵秀从秀中取出一根细细的竹筒 用火折点燃底部的影线后 一道白光射向天空 在高空中猛然炸响 王都另一处 已经快要睡着的孙大力 猛然一个哆嗦 看到天空中炸裂的火光 连忙道 放 快放 薛府 有人愣了一下之后 便大笑说道 难道说 你送给宁儿姑娘的礼物 就是一个炮帐 她话音落下 不远处的天空中 忽然有无数道流光积射而起 直冲天际 那道道流光在高空中炸开 照亮了一片天际 也让这漆黑的夜色中 出现了无数五颜六色的光彩 此时的薛府 无数人抬头望天 那是什么 好漂亮的焰火 好美啊 许久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烟花了 七彩的焰火照亮了夜空 也照亮了薛宁儿陶醉的俏脸 焰火的色彩 从他头上的流离饰品中 折射四散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 仿佛从光芒中走来 一名年轻公子轻哼一声 不懈道 焰火有什么好看的 值不了几个钱 立刻有人附和道 顶多几十两银子 完全无法和明月珠 以及地阶异寿的元金相比 这也能算作礼物吗 周围的男子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但几乎所有 女子的脸上 或多或少 都浮现出了一丝异彩 虽然知道这焰火 不禁明月珠和元金贵重 但若是有人 在他们生辰之时 花心思为他们 安排这样一场美丽的焰火 想来他们这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这个夜晚 在那光彩夺目的焰火中 薛府的晚宴正式开始 晚宴是以自助的形式 院子里的长桌上 摆着一盘盘烤肉 糕点 水果 以及各种各样的饮品 供客人们自由取用 角落里 灵秀端起一杯不知名的果汁 轻轻拧了一口 薛宴儿缓步走到她的身边 小声说道 谢谢你 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海王之间 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若她涉事未深 就带她看尽人间繁华 若她心已沧桑 就带她做旋转木马 这句话的意思是 追求不同的女子 要用不同的方法 夜明珠贵重吗 的确贵重 高阶元金罕见吗 也的确罕见 但薛宴儿出身大厦顶级贵族 又是家里唯一的掌上明珠 从小受尽宠爱 什么贵重的东西没见过 寻常的礼物 哪怕再贵重 恐怕也无法打动她 这种女子 需要的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惊喜 或者说浪漫 这些只懂得砸钱的土鳖 一定不懂什么是浪漫 要有哪一个刚刚十八岁 青春浪漫的女孩子 会拒绝一场浪漫的烟花呢 忽明忽暗的夜色中 薛宴儿抬头看着灵秀 面色有些复杂 笛声说道 你如果不是平安博之子 那该有多好 啪 正好有一道烟花在天空中炸开 灵秀没有听清薛宴儿的话 于是问道 宴儿姑娘刚才说什么了 薛宴儿摇了摇头 说道 没什么 她此刻的心情有些复杂 一开始 她只是将灵秀当成一件工具 一件能够让她斗营赵灵俊的工具 但这些天的相处 却让她对最初的想法 产生了一点动摇 和灵秀相处时的开心与愉悦 是她以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她的风趣幽默 时而夹杂着一些 她并不反感的调戏 都是这么的别出心裁 如果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她一定每天都是开心的吧 只可惜 即便是这样一个最懂她心思的男人 最终也要被赵灵俊抢去 这让她心中的极度更深 同时也坚定了最开始的信念 即便她最终是赵灵俊的男人 但赵灵俊得到的人 也是她先不要的 是的 她要灵秀爱上她 然后在王都仁静皆知的情况下 拒绝她 薛宴儿心中默默地 对灵秀说了声对不起 借口还有客人要招待 有些心虚地离开了灵秀身边 看着薛宴儿离开 灵秀轻舒口气 从薛宴儿的表现来看 她这份礼物没有送错 也不枉她为她花那么多心思 对于女子的心理 灵秀还是有过深入研究的 如果薛宴儿不是国公府的明珠 只是家境贫寒的百姓子女 那么 无论是送首饰 还是放烟花 都没有直接送银子的效果好 但她家世显赫 不缺贵重的礼物 自然还是焰火更好一些 不仅浪漫 而且便宜 这一场全程瞩目的烟花大秀 不过才花了灵秀几十两银子 虽然还是超出了预算 却也还在她心里 能够承受的价位之内 如果她再多吃一点 没准能将成本吃回来 为此 灵秀白天都没有怎么吃饭 在别人都在八戒凤城薛宴儿时 只有灵秀一个人在专心地吃 一个时辰之后 今夜的宴席才终于结束 宾客们陆续地离开薛府 永平侯之子杨轩和蒲丛 正准备离开时 一道人影从后方走过来 和她并肩站在一起 杨轩瞥了灵秀一眼 说道 灵兄的礼物 真是别出心裁 看得出来 宁儿姑娘很喜欢 灵秀脸上露出微笑 转头望着杨轩 压低声音道 这里没其他人 其实你不用这么装的 杨轩表情微微一致 忽而又笑了出来 说道 灵兄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灵秀轻笑一声 说道 别装了 天香楼一事 是你在背后指使 那天王威向我挑战 也是有你的受益 对了 秦聪曾经找我麻烦 是不是也是你的意思 杨轩耸了耸肩 说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就算了 灵秀摇了摇头 大步走出薛府 随后又回头 对杨轩一笑 低声道 计划的不错 就是找的人不太靠谱 以后继续努力 其实我还挺喜欢 看你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看着灵秀转身离去的背影 杨轩表情平静 秀中的双拳已然握紧 骨节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 沉声道 他是怎么知道的 秦聪之事 分明是两人结怨在先 他只不过是暗示了秦聪几句 天香楼施压 明面上也是因为治兵而起 王威武道科按下狠手 他做得更加隐晦 每件事都有合理的因果原由 灵秀究竟是怎么查到他身上的 身后的一名随从想了想 说道 虽然公子每次的安排都很巧妙 一般人轻易不会怀疑到您 但如果有幸去查 也不难查出秦家 王家 以及天香楼和我们的关系 这平安博之子 恐怕没有情报中说的那么愚蠢 真的是我小瞧他了 杨轩的表情平静下来 很快诱到 本来我还打算 再让他快活一段时间 既然他自己找死 那就成全他 那随从有些犹豫 说道 公子 万一再遇到上次的情况 宫里怪惧下来的话 杨轩冷哼一声 说道 他的能力以前是对宫里有点用 但我让人调查过了 皇宫已经很久 没有再宣照过他 这一次 我看还有谁能救他 那随从问道 少爷已经有安排了 对付一个小人物 却几次三番的失误 杨轩本打算先停手一段时间 做一个详尽周密的计划 以做到一击地中 但今夜灵秀的主动挑衅 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他一刻也不想再等 只想快点解决这块心病 他冷冷道 这次让东成令去做 让他事情做得干净些 这一次 我要让此人永远无法翻身 离开薛府 没一会儿 灵秀就回到了家里 灵家的新宅 就在城东最繁华的地带 距离皇宫不远 距离薛府也很近 王都这些有权有势的家族 府宅其实都是聚集在一起的 这一片区域 防卫极其严密 可谓是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 是王都除了皇宫外 最安全的地方 在这里 晚上出门 甚至都可以不用带护卫 除了那位自身能力 是隐秘的刺客 几乎没有刺客 会选择在这里动手 也正是因此 灵秀才没有带孙大力 而是让他去筹备 今夜的这场焰火 灵秀回到家没多久 孙大力也回来了 刚进门他就问道 少爷 怎么样 我没搞砸吧 灵秀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我让你办的另一件事情 怎么样了 孙大力将一个玉制的匣子 递给灵秀 说道 少爷放心 已经买好了 灵秀打开玉匣 匣中是十颗半透明的菱形晶体 这晶体的体积 原小于灵秀经夜 在薛府见到的那颗 却比他在皇宫用的那些略大一些 皇宫为他提供的 用来恢复原理的原金 来自一阶一寿 薛宁儿收到的那颗 则是五阶异兽原金 灵秀面前的原金 属于二阶异兽 一阶异兽的原金 大概十两银子一颗 每高一阶的原金 价格是十倍之差 五阶异兽原金 已经高达十万两一颗 而且还是有价无市 真正的成交价 恐怕在十几万两 七国功夫的那位公子 为了追求薛宁儿 可谓是下了血本 灵秀让孙大力 买这十颗二阶异兽原金 一共花了一千两 已经让他十分肉疼了 但为了他的计划 灵秀必须在短时间内 再一次觉醒 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 在皇宫的一个月 灵秀吸收了两百多颗原金 抵得上他正常情况下 两百多天的修行 再加上前段日子 灵因对他的极限压榨 恐怕他来这里的短短两月 已经差不多相当于修行了一年 而此时 他体内的原力增长 已经极为缓慢 甚至陷入停滞 这说明他遇到瓶颈了 瓶颈 正是再一次的觉醒的前兆 这个时候 一接一寿的原金 对他的修行 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 他需要的是更高级别的原金 依靠自身的原力 去冲击那道屏障 虽然也可以 但需要不短的时间 灵秀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他一个人回到房间 关上房门 盘膝坐在床上 取出一颗原金 握在手心 然后微微用力 下一刻 一道比他之前感受到的 庞大了十倍的原力 便从手心涌入他的身体 灵秀发出一声闷哼 身体也不受控制的晃了晃 最终还是强行稳定下来 他的身体远超常人 又被灵音极限压榨了那么多次 这种程度的痛苦 可以忍受 一刻钟之后 灵秀缓缓睁开眼睛 轻吐口气 有些遗憾到 失败了 高阶易寿的原金 可以提高突破的几率 但并不是百分百 而是只有一成的成功率 灵秀还有九次机会 从概率上讲 只要他运气不是太差 剩下的九次 总有一次能够成功 灵秀再次取出一颗原金 握在手里 夜已深 灵秀还没睡 他盘腿坐在床上 看着手中最后一颗原金 心里一阵无语 说好的十分之一概率呢 这也太黑了吧 原金还剩最后一颗 用完之后 如果没有突破 明天还得让孙大力出去买 二阶易寿的原金 相对不算稀有 只要有银子 十颗八颗 还是能买到的 片刻之后 灵秀手握最后一颗原金 心怀悉悸 再次闭上眼睛 一夜时间 悄然而过 清早 几声清脆的鸡鸣之后 狗窝里的大黄 缓缓睁开眼睛 看了看身边的大骨头 大黄吞咽了一口口水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天 但每次想到这些天的经历 他还有一种狗生如梦的感觉 从生下来开始 他就在街头流浪 不仅要忍受风吹雨打 设上顿没有下顿 饱一顿 饿三天 更是常有的事情 那个时候 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 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肉 啃不完的骨头 他觉得狗生已然达到了巅峰 这时 一道声音 忽然传到他的耳中 大黄 过来 大黄猛地抬起头 两只耳朵竖起来 狗脸的表情警惕至极 他没有听错吧 他刚才好像听到有狗在说话 难道这院子里 还有第二条狗 他原地转圈看了一遍 也没发现院子里有其他狗 只有主人站在院中 灵秀看着大黄 嘴唇未动 却有一道声音 直接在大黄脑海中响起 别找了 我在这里 大黄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抬头看着灵秀 狗眼猛然瞪大 命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灵秀的 一千两银子买了十颗圆巾 终于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让他突破了那一层稚骨 原力发生质变 能力自然也和之前大不相同 最让灵秀惊喜的是 原力质变之后 各种能力的提升 真的是同步的 如今的灵秀 可以在一瞬间 将身体一丈范围内的地面冰冻 而他的力量 也迎来了暴增 可以轻松举起之前 无法举起的失所 那随身空间 体积则增长了十倍 变化最明显的 还要属兽与能力 以前的灵秀 只能听懂他们的话 如今 他已经可以用能力和动物通感 让自己的声音 直接在他们的脑海中响起 大黄就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对象 如今的他 已经成为了灵秀的眼线 帮他监视着灵府周围的一切可疑人等 正常情况下 有谁会去注意一条狗 而从薛尼儿的生日宴回来之后 一连七天 灵秀都没有出过家门一次 他让孙大力去艺术院 帮他请了假 每天就待在家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没有见过双双姑娘 也没有去过梨花院 说句心里话 这样的日子 让灵秀憋得有些难受 但应该有人比他更难受 天香楼 杨轩坐在一间雅间的椅子上 一名年轻人站在他面前 有些无奈地说道 公子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就等待灵秀出门 可他这几天 一直待在家里 连家门都没走出来过 杨轩表情平静 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淡淡道 等 他总会出来的 我倒要看看 他能躲到什么时候 灵符 灵秀坐在院子里 单手脱腮 无聊两个字 明显地写在脸上 他在等人 来的人或许会是双双姑娘 又或许是李总管 或者别的什么总管 算算时间 他们也应该来了 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 他的小院之外 才传来了一阵轻盈的脚步声 双双姑娘迈进小院 还未开口 灵秀便主动问道 是不是贵妃娘娘让你来的 那只宠兽的病情又反复了 双双姑娘美目圆争 小嘴微张 惊讶道 林公子 你怎么知道 林秀当然知道 而且她从前两天开始 就在家里等她了 贵妃娘娘的那只灵宠 患的是心病 林秀上次和双双带她出宫 只是暂时地缓解了 她的抑郁症状 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时间一久 她还是会重回抑郁的状态 并且到那个时候 即便是再带她出宫 也没办法起到第一次的效果 贵妃娘娘的宠兽 是王母所赠 对她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所以 她一定会再次想到灵秀 上次回到太医院之后 白双双便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何在整治贵妃娘娘的宠兽医事上 太医院的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 而没有学过多少医术的林公子 却总是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后来 她想明白了 太医的是人 林公子一的是心 她的医术 并非体现在艺术能力 也不是药剂药 而是她拥有一颗玲珑之心 她能设身处地地 站在病人的位置考虑 从而做出准确的推断 哪怕她的病人 只是一只灵兽 甚至不用自己开口 她也能猜出她的来意 似乎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这让白双双心中 对她更加钦佩 灵秀并未对她过多解释 而是微微一笑 说道 我们走吧 走出几步之后 灵秀的脚步忽然又停下 说道 双双姑娘 你先回宫 在太医院等我 我很快就到 双双姑娘点了点头 一个人离开灵府 不久之后 灵府后门 一道身影缓步走出 穿过了几条小巷 从某一个巷口走出来 悠哉悠哉地 向皇宫的方向走去 灵府斜对面 一处茶楼的二楼 一个有着浓浓黑眼圈的男人 从窗内探出头来 望着灵府大门 咬牙道 都几天了 他怎么还不出来 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望着灵府的同时 街边墙角一只黄色的土狗 也同样在望着他 大皇一边盯着那茶楼二楼 一边思考着一些事情 主人难道是狗变的吗 不然怎么会说狗话 以他的狗脑袋 暂时还想不明白这些事情 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 他只知道 要听主人的话 家里附近有任何意外情况 都要第一时间向主人汇报 不多时 太医院 失去了后宫治兵的差事 灵秀就没有办法再进入那里了 外人未经允许 擅闯后宫 是死罪 毕竟那里住着的 大都是皇帝的老婆 皇帝也是男人 而且是大厦身份和地位最高的男人 不可能容忍头顶一片青青草原的事情 双双姑娘在已经在太医院等灵秀了 看到他后 立刻道 灵公子 我们快些去长春宫吧 陛下和贵妃娘娘都在那里等着 灵秀心中一惊 陛下也在 他其实不太愿意见到皇帝 灵秀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没有君君臣臣的思想 也没有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觉悟 不管是谁想要他的命 他都会和对方抗争到底 皇帝也一样 但现在的灵秀 可没有和皇帝抗衡的实力 自己的生死 只在别人的一念之间 灵秀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万一说错了什么话 做错了什么事 引得龙颜大怒 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今天显然是躲不过去的 灵秀整理好心情 说道 我们走吧 片刻后 长春宫 灵秀和双双姑娘走进长春宫 宫院内一片绸云惨淡 宫女下人们低着头 几名太医在一处宫殿前后着 不过是几日不见 贵妃娘娘整个人看起来清减了不少 怀里抱着的灵宠也双目无神 无精打采的 精神看起来比上次还要差 灵秀走到院子里 对贵妃和站在他身旁的夏皇道 臣参见陛下 参见贵妃娘娘 看到灵秀时 贵妃的脸上才多了一些神采 快步走过来 说道 灵秀 你快来看看 男男怎么虚弱成这样 本宫让人带他出宫 也没有一点好转 灵秀从贵妃手中接过宠兽 这小家伙也不抵抗 干脆连眼睛都闭上了 夏皇看着灵秀 问道 你还懂医术 灵秀道 回陛下 臣不懂医术 只是以前家中养过猫狗 又看了些书 略懂一些动物的习性 夏皇点了点头 说道 只要你能治好贵妃的爱宠 朕重重有赏 灵秀道 臣当尽臣所能 灵秀抱着宠兽 对贵妃说道 贵妃娘娘 灵宠现在精神很不好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 没有任何人打扰的房间 贵妃没有任何怀疑 立刻道 好 本宫这就安排 很快的 灵秀就被带到长春宫的偏殿 她抱着这宠兽走进去 贵妃的脚步在门口停下 双双姑娘本来想跟进去看看 但灵秀没有请她 她也只好等在外面 灵秀怀里抱着这宠兽 走到房间里面 她还是闭着眼睛 无精打采 虚弱至极的样子 灵秀拍了拍她的脑袋 心中说道 别睡了 起来玩 怀里的小东西一个机灵 立刻睁开眼睛 茫然又惊喜道 谁 谁在说话 对于这只叫做白灵的小兽而言 她受生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恐怕就是因为贪玩 一个人跑出了族群 正在森林里开开惺惺的 和一只小老虎玩耍的时候 一张大网从天而降 她先是被关在笼子里 忍受车马的颠簸 每天都昏昏欲睡 后来 她又被带到一个地方 那里有很多笼子 每一个笼子里 都关着各种各样的异兽 很多人在笼子前面走来走去 再后来 她被人带走 最后来到了这里 这个地方虽然有吃有喝 可是没有父王母后 也没有同族的伙伴 没有人陪她说话 她听不懂这些人类的话 也没有人能听懂她说话 她都快无聊死了 现在终于有同类和她说话了 她怎么能不激动和高兴 她从灵秀的怀里飞出来 在这片店内飞来飞去 可她都将这里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刚才和她说话的同类 最终 她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又失望地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这时 刚才那道声音 又在她脑海中响起来 别找了 我就在你面前 她猛地抬起头 一双水晶般的毛子 直勾勾地盯着灵秀 重新振翅飞起来 飞到灵秀面前 打量了许久之后 才终于意识到 刚才是她在和她说话 她心中又喜悦又好奇 问道 你也是老虎吗 灵秀意外道 你不是猫吗 眼前的灵秀显然是生气了 开始围绕着灵秀转圈 一边转 一边休脑地说道 你才是猫 你全家都是猫 本公主是尊贵的虎族 那些绑架本公主的坏家伙 竟然让本公主去抓老鼠 本公主怎么会去抓那种恶心的东西 她自然自语了一阵 好像又没有那么生气了 又重新停到灵秀面前 好奇地问道 你是人类吗 灵秀点了点头 这灵秀灵动的毛子中浮现出疑惑 可是人类怎么能听懂我们的话 我也能听懂你说的 好奇怪 没有等灵秀回答 她便又哀求地说道 你是唯一能和我说话的人类 你可不可以陪我玩啊 他们都听不懂我的话 我也听不懂他们的 我真的快要无聊死了 还有 他们每天都为我吃鱼 我现在闻到鱼的味道就想吐 吃鱼还不如吃胡萝卜呢 你能告诉他们 不要再让我吃鱼了吗 还有 你能天天来这里陪我说话吗 我真的好无聊 面前的小东西 用哀求的目光望着自己 看起来可怜兮兮 事实上她也真的可怜 远离故乡 种族不同 语言不通 如果是普通的动物也就罢了 他们灵质不高 有吃有喝就能混日子 但她是灵兽 灵质极高 并且拥有感情 想象一下 如果灵秀在语言不通 甚至连首饰都不能使用的环境中 没有人能和她交流 她也会很快抑郁 灵秀本来不打算和贵妃娘娘的宠心号信号流 哪怕是概率极低 她也不想暴露自己会两种能力的事情 可是 大敌当前 她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她看着眼前的小兽 用通感的方式传音道 要我经常陪你玩也可以 但你要听我的话 悬浮在半空中的灵兽连连点头 听话 我一定听话 只要你陪我玩 因为灵秀诊病 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所以包括皇帝和贵妃在内 所有人都在外面等着 他们只听到偏殿内不时传来灵兽的声音 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贵妃娘娘心急如焚 却又克制了心中的冲动 好在没多久 灵秀就抱着灵兽走了出来 她快步走上前 问道 怎么样 灵秀怀中的灵兽依旧无精打采 灵秀看向贵妃娘娘 问道 请问贵妃娘娘 灵宠平日里都吃什么食物 一名小宫女上前答道 都是用的最精细的鱼片 灵宠的食物 没有一点问题的 灵秀问道 只有鱼吗 那小宫女疑惑道 猫不是就应该吃鱼吗 灵秀心中吐槽 鱼肉当然没问题 她也喜欢吃鱼 但是让她一天三顿都吃 接连吃几个月 再喜欢吃鱼也顶不住啊 虽然这灵宠长得像猫 可人家并不是猫 要是这小东西能听懂她的话 现在又该生气了 她只能对贵妃娘娘解释道 回娘娘 陈在一本书中看到过 此灵宠虽然长得像猫 但其实她算作虎足 也就是说 她应该是不喜欢吃鱼的 更何况是天天都吃一样的食物 我们人类也无法忍受 这一点 灵宠是和我们一样的 没有人会认为 给一只猫吃鱼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于对灵秀的信任 贵妃娘娘还是问道 那应该给男男吃什么 灵秀看了看怀里的小东西一眼 说道 一些熟肉 如鸡肉牛肉什么的 总之不要鱼肉 再佐以适量的蔬菜 如青菜 胡萝卜 贵妃娘娘很快就差人去御膳房 取来了灵秀要的食物 放在一只玉碗之中 当灵秀将玉碗凑进灵秀嘴边的时候 让长春宫众人惊叹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已经两天没有进食过的灵宠 将脑袋都探进了玉碗之中 狼吞虎咽地吃着 有小宫女惊喜道 吃东西了 灵宠终于吃东西了 贵妃娘娘终于松了口气 随后用渴求的目光看着灵秀 说道 你真的不考虑来本宫这里吗 你只要帮本宫照顾南南就行 你要什么本宫给你什么 灵秀还没开口 夏皇就忍不住笑出来 随后便连忙劝道 使不得 这真的使不得 贵妃要谁都可以 灵秀真的不行 最多挣给她一个牌子 让她兼日来照顾灵宠就行 如果是其他人 为了贵妃的灵宠 她或许真的就将其争赵入宫了 可这是赵灵俊的未婚夫 别说是一只灵宠 哪怕是她后宫所有的妃子加起来 对于国家而言 重要性也不如一个赵家添交 贵妃有些失望 但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问灵秀道 只要给南南吃这些东西 她就不会再生病了吗 灵秀摇了摇头 说道 回贵妃娘娘 灵宠的病 食物只是一个诱因 真正的原因 陈上次已经和娘娘说过了 贵妃道 可是本宫后来 也让玲珑经常带她出宫 但是并没有什么作用 她的病情反而更加严重了 灵秀想了想 对贵妃说道 或许 是因为贵妃娘娘才是灵宠的主人 如果是贵妃娘娘亲自带她出宫 情况或许会不一样 当然 这也只是陈的猜测 灵秀已经深信不疑 但夏皇身后的一名宦官却眉头一皱 开口训斥道 放肆 贵妃娘娘千金之躯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谁担待得且 灵秀立刻抱拳道 侍臣考虑不周 一时失言 请陛下和娘娘恕罪 你只是实话实说 何罪之有 贵妃娘娘挥了灰衣袖 看向夏皇 说道 我要出宫 夏皇知道这宠兽对她的意义 脸上浮现出无奈之色 最终道 朱景 你亲自带些人手 护着贵妃娘娘 但也要记得低调行事 贵妃出宫 若是被那些老顽固知道 少不了又要在朕面前告状 朱景公了躬身 说道 尊治 因为这也是在为灵宠治病 所以贵妃威负出宫 灵秀也得跟在身边 不过 她并没有和他们一起出发 而是对贵妃道 娘娘 臣还要回府准备些东西 半个时辰之后 臣在摘月楼门口等娘娘 摘月楼距离皇宫并不远 出宫之后 捎走几步便道 贵妃点头道 你去吧 本宫也需要换身衣服 片刻后 灵秀离开皇宫 却并没有走主街 在几条隐蔽的胡同里绕了一刻钟 才从后门溜进了灵府 灵府正门口 大皇正在盯梢 忽然一个机灵 从地上爬起来 飞快地跑进府内 灵秀看着她 传音道 他们还在吗 汪汪 大皇抬起头叫了两声 不多时 一道人影从灵府走出 对面茶楼二楼 那男子一个机灵 激动道 出门了 他终于出门了 快去禀报公子 永平侯府 从下人口中得知 灵秀已经出门的消息 杨轩心中大喜 那天薛府的晚宴之后 他就计划好了一个 针对灵秀的 完美无缺的计划 一旦成功 即便是赵家 也无法让他脱身 万事俱备 只等灵秀入局 可这一等就是七天 七天啊 那该死的灵秀 知道他这七天是怎么过的吗 七天 八十四个时辰 六百七十二刻 他无时无刻 都是灵秀无法翻身的样子 本来他对灵秀没有这么狠 但此人实在太嚣张了 正是此人的嚣张 让他忍无可忍 什么叫我就喜欢看 你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这对于一等侯府的大公子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 大夏如今有三位一等侯 赵家是新进的 底蕴不足 另一家的权势 比起杨家也有所不如 而他的父亲 一等永平侯 正值壮年 前途无限 不出意外 在未来二十年 甚至十年内 还有分工的可能 因此如今的杨家 虽然还只是侯爵 但就连那些三等侯爵府上的 嫡传公子 对他也是客客气气的 一个小小的三等侯之子 竟然也敢这么侮辱他 这是杨轩迫不及待 对灵秀动手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 他的身份特殊 是不可能直接对灵秀动手的 永平侯府虽然不敢说权倾朝野 但手下一父的官员也有不少 东承崖更像是杨家的一样 这次替他动手的 是东承令之子 其实这种事情 东承未出手就可以了 但上次之事 他很不满意 此人在杨轩这里 已经被边缘化 当然 他没有亲自出手的原因 还有一个 这些日子来 他屡次对灵秀动手 却屡次失败 这不是巧合二字 就能解释清楚的 上次由于他的疏忽 事先没有调查过灵秀的行踪 并不知道他在为皇宫治兵 才导致计划失败 一方面是他没有将灵秀放在眼里 另一方面是 王都的其他事情 他好调查 但后宫之事 谁敢打听 万一被陛下知道 脑袋还要不要了 谁都知道 陛下最宠后妃 有一次都查死几位御史 不过是在经殿上提了几句 后宫的某位妃子 走路没有仪态 应该多学学宫中礼仪 陛下虽然当时没有说什么 可后来直接三个月没有上朝 从那以后 那些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御史们 也不敢公开地批评后妃 最多只是私下里提醒提醒陛下而已 灵秀正式利用此事 设计了他一次 那一次 如果他直接动手 恐怕也难以脱身 这个人不仅嚣张 而且阴险 为了以防万一 有什么意外 东城令父子也能一力抗下 不会牵扯到他 杨轩输了口气 再次梳理了一次今日的计划 发现并没有疏漏 这才背着手走出永平侯府 嘴角微微勾起 说道 走 出去看戏 摘月楼 灵秀走出家门 第一时间就来到了摘月楼 然后在门口等待贵妃娘娘到来 贵妃娘娘 是他计划中很重要的一环 从薛府回来 灵秀就已经有了这个计划 在王都 永平侯府全是青天 灵秀正面是无论如何都斗不过他们的 而论背地理的手段 身为一等侯之子的杨轩 也比灵秀要多得多 所以 他要借助别的力量 连永平侯府也得罪不起的力量 在薛府激怒杨轩 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灵秀就是要嚣张 嚣张到让杨轩忍无可忍 忍不住立刻对他动手 然后 他在家里待了七日 连大门都没有走出来过 就是为了让杨轩着急 从灵秀在家的第三天开始 杨轩就安排了人在灵府附近监视 那时候灵秀就知道 他急了 当他再次出门的时候 杨轩一定会忍不住动手 这也是灵秀所期望的 所以 他去皇宫 以及从皇宫回来的时候 走的是灵府后门 和贵妃娘娘会合时 是大摇大摆从正门走出来的 他就是要让杨轩的人看到 在摘月楼门口等了一刻钟 灵秀就看到三道人影 从皇宫的方向走来 贵妃娘娘抱着灵宠 身后还跟着两人 其中一人是玲珑小宫女 另一人是夏皇身边的贴身宦官 不过 灵秀很清楚 看似只有他们三人 但贵妃娘娘身边 暗中保护的人一定不少 哪怕只是出一点小状况 这里就会被人重重包围 今日的贵妃娘娘 没有穿着皇宫中 那套华丽的宫装 而是换上了一套素雅的裸裙 脸上也只是湿了淡妆 看上去就只是一个 漂亮的贵妇人而已 但她身上那种高贵 端庄 典雅的气质 却不是随便哪个贵妇人 都能拥有的 当然 她接近的距离感 也只有真正的顶级权贵 才能看出 这是一种多年身居高位 形成的上位者气质 而具有这种气质的女子 整个王都也没有几个 她身后的玲珑小宫女 和那宦官总管 也换上了一身普通装扮 灵秀快步走上前 还未靠近 贵妃娘娘便说道 叫我夫人就好 随后 她低头看着怀里 神采意的宠兽 惊奇的说道 你说的没错 我带南南出来之后 她立刻就变得精神起来了 灵秀说的当然没错 因为本来就是 她让这小家伙装的 贵妃娘娘出宫 是她建议的 如果一点用都没有 她在贵妃娘娘那里 好不容易积攒的信任 或许就要大打折扣了 贵妃的心情好了先 然后问灵秀道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灵秀道 灵宠在宫里待的时间太久 心中机遇 夫人只要抱着她 在街上逛一个时辰 当做普通的逛街就好 逛街 贵妃看了一眼灵秀 说道 我以前没有逛街过 什么才算是逛街 女女养在身归 很少出门 进宫之后 出宫就更难了 对于普通女子而言 像是家常便饭的逛街 她竟也要询问灵秀 应该怎么做 灵秀想了想 说道 夫人就在王都的街头 随便走走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贵妃娘娘显然是第一次逛街 雍容华贵的脸上 满是新奇之色 不仅笑容多了 就连气色都好了不少 这看得跟在她身后的朱颈 嘖嘖称奇 娘娘这些日子 心情一直不好 好看是好看 但气质 还没跟上 贵妃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 是别的女人 怎么都装不出来的 而且宫中的娘娘 一位位都保养得很好 三十岁出头的人了 皮肤还嫩得 像包了壳的鸡蛋 眼角更是一道鱼尾纹都没有 如果不是身体 已经发育得很成熟 说他们二十岁 也有人相信 就在几人逛街时 王都另一条街道 杨轩正在听下人的汇报 公子 已经找到他们了 林秀正在勾搭一名美妇 那美妇长得很漂亮 很有味道 杨轩脸色阴沉下来 咬牙道 混账东西 他和林郡有婚约 竟然还敢沾花惹草 让汪红马上动手 随时向我汇报 这个我要了 这个我也要了 这些全都要 王都 街边卖首饰的一栋小摊位前 素群美妇指着挂在木家的首饰 连连开口 林秀看得无语 这街边的流动小摊 目标客人是百姓之家的寻常女子 十几闻 几十闻前 就能买下一件事物 贵妃娘娘可能不知道 他头上带着的任何一件首饰 旗上的一颗珍珠 都能将这整个小摊都买下来 但见他买得高兴 林秀也没有多嘴 反正又不用他花钱 让这可怜的女人 满足一下女人的购物欲也可以 朱瑾站在贵妃身后 很高兴地拿出银子 将他看中的东西都买了下来 别说这路边的小摊 只要娘娘高兴 把这整条街的首饰铺买下来 又如何 从来没有逛过街的贵妃 好奇心很强 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看看那个 恐怕他自己都忘了 他们出宫的目的是 为了林宠 林秀怀里抱着那小家伙 不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精神不好 他竟然已经睡着了 林宠睡着的时候 背后的双翼会收起来 就像是一只普通的小猫 但要比一般的猫漂亮许多 片刻之后 朱瑾看了看时辰 对贵妃娘娘说道 夫人 午膳的时候到了 听说摘月楼的饭菜味道不错 要不要去那里用膳 贵妃正光地兴起 经过朱瑾提醒之后 才感受到有些饿了 他点了点头 说道 你们安排吧 这时 林秀忽然上前一步 建议道 夫人 我听说附近有一家小店 糕点和江南菜做得不错 夫人要不要去尝尝 听到江南菜时 贵妃美眸一亮 说道 就去你说的江南小店 朱瑾闻难道 夫人 小店的人来路不明 恐怕 贵妃摆了摆手 说道 有什么好怕的 别人又不知道我的身份 你就当我们是普通客人就行 朱瑾闻言 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 那处江南小店 位置并不在王都最繁华的地段 反而比较难寻 林秀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才打听到这家小店的 虽说小店没有摘月楼天香楼那么有名 但在一部分是客口中 还是有很好的口碑的 店铺装潢十分简单 空间也不大 胜在干净简洁 且店里只做江南菜 贵妃点了几道后 四人分别坐在一张桌子的四边 和贵妃娘娘一起吃饭 朱瑾和玲珑显然有些拘谨 屁股都只敢落走一半 林秀则要放得开一些 叫来掌柜 说道 把你们这里的特色菜全都上一遍 来了大方的客人 老板乐呵呵地跑去后出忙碌了 这其实是一家夫妻小店 请不起人帮忙 所有的事情 都是老板和老板娘亲自动手 林秀对贵妃娘娘解释道 夫人 经营这家店的是一对夫妻 他们原是江南人士 几年前到王都开店 说是为了让江南的同乡 在外面也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贵妃看了林秀一眼 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是江南人士 林秀微微一笑 说道 我听夫人平日里说话 偶尔会有江南腔调 便猜测 夫人应该生长在江南 贵妃压疑道 你从小在京都长大 听得出江南腔调 林秀道 我有个朋友 也是江南人士 所以能听得出来江南话 贵妃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多问 老板和老板娘的动作很快 不多久 就将几道菜端了上来 对于这些江南菜肴 贵妃娘娘如数家珍 这是盐水鸭 这是水晶鸭蹄 这是马蹄膏 这是白果蜜饯 她用筷子夹了一口菜 红唇微张 感叹道 公 家里虽然有江南的大厨 但他们做的菜送过来时 都已经凉了 吃着也没有滋味 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过 这种家乡的味道了 皇帝和后妃看似风光 但其实每天连一口热菜都吃不上 林秀不仅不羡慕 反而觉得他们有些可怜 大概过了小半个时辰 四人才从这江南小馆中走出来 贵妃摸了摸躬群下 微微突起的小腹 她已经很久 没有吃得这么饱了 又或者说 从小到大 她都没有体会到饱腹的感觉 无论是年幼时还是进宫后 用膳都有时辰 家族和宫中的礼仪也告诉她 吃饭最多只能吃五分饱 她也是现在才知道 原来吃饱的感觉是这么幸福 瞥了林秀一眼之后 贵妃又问道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林秀微笑说道 回夫人 刚刚吃过饭 不宜过多运动 我们去戏楼听听曲 喝杯茶 音乐可以陶冶情操 对于林宠的病也有好处 贵妃点了点头 说道 就按你说的办吧 不多时 离花院 班主一看到林秀进来 就笑着迎上来 说道 哎呀林公子 您又来了呀 采姨这回正好闲着 还是以前的雅间 我带您过去 林秀轻咳一声 说道 今天我还带了朋友 换一个大点的房间 采姨在哪里 我找她有些事情 离花院二楼 某处房间 班主敲了敲门 然后推门入 对房间里正在调弦的身影 说道 采姨 林公子来看你了 采姨站起身 对林秀迎迎失了一礼 微笑道 公子 你来了 林秀走上前 说道 采姨姑娘 今天我带了几位朋友过来 其中一位身份十分尊贵 有些事情 我得提前和你交代 林秀回到雅间时 贵妃娘娘看了她一眼 问道 你经常来这里吗 林秀点了点头 说道 回夫人 平日里修行累了 亦或是心中烦闷了 我都会来这里听听曲子 放松放松 贵妃瞥了她一眼 说道 你倒是懂得享受 说话间 采姨已经走了进来 她今日并为着西装 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裙 青丝挽在头上 怀中抱着一把琵琶 给人一种柔柔弱弱的 江南女子形象 琵琶声响起时 从她阴唇传出的 也是令人骨头发酥的江南软语 朱锦和玲珑都不懂江南话 只是觉得姑娘的声音好听 倒也听得津津有味 玲珑更是一边听 还一边摇晃着脑袋 只有贵妃娘娘 在听到彩艺的声音之后 目光便定格在一处 失去了焦距 这戏子的声音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当熟悉的江南小调 传入她的耳中时 时光仿佛倒回了十多年前 回到了那个江南 那个她已经十多年未见的江南 那是她长大的地方 杨柳依依 朦胧烟雨 一望无际的河塘 游传如之的湖面 江南的风 终究吹不到京都 这里有她喜欢的雪 却不是她的故乡 酥酥麻麻 软到骨子里的声音 逐渐驱散了这些天来 她隐藏在心底的酬绪 也让她阴郁的心情 照射进了一缕阳光 她目光望向灵秀 轻声道 你有心了 灵秀愣了一下 郑郑道 啊 夫人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贵妃却没有在开口 而是闭上眼睛 哼着和彩衣同样的曲调 脸上有动人的笑容 逐渐荡漾开来 灵秀输了口气 脸上同样浮现出微笑 带贵妃娘娘出宫 是她的计划 但也不仅仅是为了那个计划 她懂女人 因此 在长春宫看到贵妃娘娘的时候 灵秀就知道 她有心事 她的心事和这灵秀一样 她们都是深宫中的囚鸟 这一点 灵秀上次在太医院的时候 就看出来了 初次见贵妃娘娘的时候 灵秀是有点怕她的 毕竟 后宫的宫女宦官都知道 贵妃娘娘喜怒无常 经常责罚宫人 后来玲珑告诉她 其实贵妃娘娘没那么可怕 长春宫的宫女太监做错了事 娘娘会责罚 但却是轻打轻骂 在其他宫惹怒了主子 可是动辄会有性命之忧 长春宫宫女的待遇 在后宫之中 也是数一数二的 娘娘平日里高兴了 会赏赐不少东西 她也非常护短 绝对不允许其他宫的人 欺负她们 当有宫女年纪到了 还会给她们一笔丰厚的嫁妆 送她们出宫嫁人 比其他宫的娘娘 不知道好了多少 在长春宫做事 只要不在娘娘心情不好的时候 惹怒她 或是没有不好好照顾 娘娘心爱的宠兽 都不会有什么事情 本来这些事情和灵秀没有关系 贵妃娘娘心情不好 也轮不到她来红 谁让她这次利用了她呢 也算是欠了她一份情 灵秀不喜欢欠人情 只好想想办法让她开心 算是报答她的恩情 而红女人开心 她是专业的 梨花院 随着彩衣异曲唱罢 灵秀注意到 贵妃娘娘隐藏在戴霉间的那一丝音域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音乐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哪怕是语言不通 也不妨碍感受音乐的情感 这是音乐最重要的魅力之一 那些家乡的小调 熟悉的唱词对于离乡的人们会带来一种治愈 彩衣的艺术能力 可以放大这种治愈 无论胸中多么烦躁 心情多么低落 听到她这治愈的声音 内心也会很快宁静下来 关于这一点 灵秀已经亲身体验过了 彩衣的声音停下来的那一刻 贵妃娘娘轻舒了口气 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灵宠 发现她的眼睛也恢复了灵动 似乎回到了以前最活泼的样子 至此 在有关灵宠的事情上 她对于灵秀 已然有了十分的信任 她缓缓站起身 看了灵秀一眼 说道 今天我很开心 出来不久了 回去吧 你若有空 常来后宫看看南南 她怀里的小家伙 也对灵秀喵喵了几声 意思是 让灵秀经常去长春宫陪她说话 贵妃娘娘要走 灵秀心中却有些着急 都已经一个多时辰了 杨轩怎么还不动手 难道 是自己猜错了 这次的计划失败 下一次 可就不知道 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而且 对方会不会给她机会 还不一定 转瞬间 贵妃娘娘已经离开了雅阁 从二楼走下来 正要走出梨花院时 忽然间 正在听戏的一名男子 从座位上站起来 她满脸轻浮之色 目光色眯眯的 盯着贵妃娘娘 又瞥了灵秀一眼 说道 美人 你长得这么漂亮 不要跟这个小白脸 跟我算了 看她的身板 再看看我的 我比她可强多了 说着 她的手竟然不老实地摸向贵妃娘娘的俏脸 贵妃娘娘身后 朱锦眼中杀意暴涨 正要有所行动 灵秀已经抢先一步上前 握住了那男人的手腕 男人大怒 另一只手握拳倒向灵秀胸口 不屑道 小白脸 你竟敢和本大爷抢女人 灵秀放开此人手腕 在她肩膀上轻轻一推 男人蹬蹬倒退束步 一个仰头摔在了地上 和她一起的两人立刻上前搀扶 其料 那男人倒地之后 身体抽出了几下 然后就两腿一蹬 一动也不动了 搀扶着她的另一名男子大惊道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了 但任凭她怎么摇晃 那倒地的男子都再无动静 她伸手在其鼻尖轻轻一探 整个人立刻从地上跳起来 颤声道 没气了 大哥死了 另外一人反应过来 立刻跑到街上 大声道 杀人了 杀人了 匆忙赶来的班主和几名灵人 听闻这里死了人 皆是大惊失色 财医姑娘从楼上下来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 面色大变 快步走到灵秀面前 担忧问道 公子 这怎么办 灵秀走到那男子身前 蹲下身子 伸出手在他鼻尖探了探 又摸了摸他的脉搏 发现此人已经弃绝身亡 他缓缓站起身 说实话 灵秀知道 杨轩一定会对他动手 却没料到 为了陷害他 他居然不惜搭上一条人命 众目睽睽之下 所有人都看到 是灵秀推了他一把 然后此人便摔倒在地 直接死亡 人证物证俱在 他根本没有辩驳的机会 灵秀虽然有一拳 打死此人的能力 但刚才 他使出的力气 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以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拉他下水 这一次 杨轩是要让他彻底无法翻身啊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几名捕快走进了梨花院 熟悉的场景 也是熟悉的人 灵秀看着那几名捕快 一阵无语 为首的捕快 还是之前那位 他快步 走到那身亡的男子身前 检查一番之后 看着灵秀几人 说道 相关人等 全都和我回衙门 朱锦眉头一皱 这时 灵秀主动站出来 说道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与其他人无关 我和你们走 那捕快倒是也没有坚持 毕竟 他们这次得到的命令 就是带走灵秀 他也不想麻烦 挥了挥手 说道 带走 于是 在梨花院众人担忧的目光中 灵秀被东城牙的捕快带走 片刻后 黄公 夏皇皱起眉头 问道 出了人命案子 怎么会这要巧 朱锦摇头道 回陛下 不是巧合 是预谋 那人本不会死 是他身边之人在搀扶他时 以真气震碎了此人心脉 夏皇脸上露出饶有兴趣的表情 说道 也就是说 是有人在故意陷害灵秀 朱锦道 是的 而且此事 东城牙也有参与 否则 那些捕快来的 没有那么快 夏皇笑了笑 说道 是永平侯 永平侯没有那么蠢 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朱锦道 老奴已经让密贞司去查了 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夏皇点了点头 问道 贵妃没事吧 朱锦摇了摇头 说道 娘娘没事 只是有些生气 现在已经回宫了 他还让老奴转告陛下 让陛下一定还灵秀清白 清白 夏皇微微一笑 说道 他可未必清白 朱锦愣了愣 随后道 陛下的意思是 夏皇道 早不陷害 晚不陷害 偏偏在贵妃出宫的时候陷害 你不觉得 他建议贵妃出宫 本就有蹊跷吗 朱锦想了想 说道 可娘娘带着灵宠出宫 那灵宠的病情 的确有了很大的缓解 娘娘也很高兴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夏皇脸上的表情 越来越有意思 说道 你还记得 有一次镇照他治兵 他晚来了小半个时辰吗 朱锦点点头 说道 记得 那次他也是被人陷害 被抓进了东城牙大牢 还是小李子亲自 去将他捞出来的 夏皇摇了摇头 说道 不是他被抓进去 而是他自己进去的 他知道 郑会召他进攻 只要说出此事 哪个衙门敢抓他 料定了自己会出来 他才有恃无恐 不过 他那个时候 并没有趁机向正告状 倒是有点出乎正的预料 说明他知进退 懂分寸 这一点 在年轻人中很难得 朱锦瞪大眼睛 难难道 难道这一次 也是他 夏皇笑了笑 说道 倘若没有上次 郑或许会以为 这次是巧合 这小子看着老实 其实心黑着呢 这次居然算计道阵和贵妃身上了 朱锦怒道 大胆 简直是胆大包天 陛下一定要严惩他 绝不能姑息 他话刚说完 屁股上就挨了一脚 身体一个不稳 跪倒在地 贵妃娘娘站在他身后 凤目含煞 指着他的鼻子 骂道 狗奴才 本宫刚才是让你这么和陛下说的吗 本宫让陛下还他清白 你刚才在说什么 朱锦连忙换了个方向跪着 一脸苦涩地说道 娘娘恕罪 实在是这灵秀太大胆 竟然敢算计娘娘和陛下 老奴一时生气 算计 算计个屁 贵妃生气之下 连仪态也不顾了 恼怒道 你们这些人 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 自己的心脏 看谁的心都脏 那个孩子多有心啊 几次为男男治病 还费尽心思 让本宫高兴 处处都为本宫着想 他如今被人陷害 你们还要怀疑他 夏皇的表情有些尴尬 贵妃这一骂 竟是连他也一起骂进去了 说道 陛下 本宫很喜欢他 你一定不能让他受委屈 夏皇无奈道 好好好 朱瑾 你马上去东城牙 把灵秀救出来 再给朕彻底查清此事 敢对贵妃娘娘无礼 不管背后是谁在指使 都给朕揪出来 一个也不能放过 朱瑾立刻攻身 遵旨 看到这样的结果之后 贵妃娘娘才终于满意 仰着下巴 骄傲地离开 朱瑾再次试探性地问道 陛下 真的不责罚他 夏皇挥了挥手 说道 没听到娘娘说的话吗 就按照朕说的去办吧 平安伯府与永平侯府天地之差 此子能想出此等办法 这份机敏 实在是令朕刮目相看 朱瑾对此身以为然 点头道 这小子太阴险了 这份心机 其他家族的顽固们 还真没几个人能斗得过他 大部分人要是招惹了他 恐怕连死 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夏皇巍巍一笑 说道 这个小家伙 朕很欣赏 年纪不大 却机敏过人 身上又没有顽固之气 最重要的是 他娶赵家那位天骄 朕很放心 陛下的这番心思 朱瑾倒是能够理解 林家都快要跌出权贵之列了 无权无事 赵家嫡女嫁给他 总比嫁给某个大家族要好 到时候 两家强强联合 并不是陛下愿意看到的 朱瑾正欲离开 亲自处理此事 夏皇忽然再次开口 他给了朱瑾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说道 先让此事酝酿酝酿 朕想看看 这件事情 还有谁会参与 永平侯虽然对阵忠心 但东承崖和刑部 总不能都成了他杨家的东承崖 大老 林秀已经二进宫了 说来也惨 他虽然有九品官身 但在大夏的直官制度中 七品才算入流 九品文书 严格来说 并不入正式官员品级 哪怕是像东承崖这样的小衙们 想抓也就抓了 平安博之子的身份 更加没有作用 如果平安博是他还好 权贵设施 至少也要清立司和刑部司 才有权处制 权贵之子 在老爹的爵位没有传下来之前 屁都不是 当然 如果有个厉害的爹 即便是犯了什么事 借东承崖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抓 不知道是不是缘分 林秀现在所处的 还是上次那个牢房 他被关进来没多久 外面就传来遥远寂静的脚步声 几道身影从通道处走来 最前面的是一个陌生青年 他身后跟着狱卒捕快等 无亲跟在最后面 和他有仇的林秀 再次被关进大牢 他不仅没有多么高兴 甚至还有点害怕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他怕林秀又在阴他 上次他可是真的在鬼门关 转悠了一圈 对林秀这个人 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那陌生青年 走到林秀的牢房前 双手环抱 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 说道 当街杀人 好大的胆子啊 你以为你爹是平安伯 就能为所欲为 王都有些权贵 真是无法无天啊 林秀表情地看着他 说道 你是 一名捕快说道 这是成令大人的公子 你说话客气一点 上次是东城卫 这次干脆换成了东城令 果然如李百章所言 整个东城牙 就像是永平侯府的后院一样 林秀看着这东城令公子 说道 王都得有些权贵 还真是无法无天 为了陷害我 竟然不惜牺牲一条人命 东城令之子汪红笑了笑 说道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那么多人亲眼看到你杀人 这是你狡辩不了的 是非自有公道 一会儿上了公堂 你就知道了 说完 他便转身离开 只是临走之前 他又回过头压低声音道 不要怪我 要怪 就怪你 惹了不该惹的人 吴清跟在汪红的身后离开 直到此刻 他都没有在灵秀的脸上 看到一点害怕 或者惊恐的表情 和上次的情形是多么相似 只是 他根本想不通 这次的事情 杨轩安排得天衣无缝 灵秀杀人 乃是无数人亲眼目睹 东城令又是杨家的人 他还能怎么翻盘 带着满心的疑惑 吴清离开了这里 没过多久 牢房内再次传来一阵脚步声 东城卫带着几名狱卒 来到灵秀的牢门前 无奈道 灵公子 跟本官走一趟吧 这次的事情 是成令大人亲自下令 让我亲审此案 我也没办法 对于灵秀 东城卫说不上怨恨 反而还有些感激 毕竟上次 对方可是实实在在地放了他一马 才让他能继续坐在 东城卫的位置上 他不想和灵秀为难 可东城令的命令 又不能违抗 只能道 灵公子 本官其实也不想这样 希望你不要怪我 虽然 他生了个不太靠谱的儿子 但灵秀对东城卫的印象 还算不错 前些日子 他在街上遇到了上次 被关在牢房的那位老伯 他说自己离开之后 东城卫就将他们全都放了 平日里 东城亚与权贵 富商勾结 欺压百姓之事 也基本都是东城令做的 此人虽然不算什么好官 但也不算太坏 于是牢房打开 灵秀走出牢门的时候 似是不经意地看了东城卫一眼 然后微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东城卫注意到了灵秀这个动作 然后便有一道凉意 从他的尾椎骨升起 直冲脑门 让他头皮瞬间发麻 有诈 此案有诈 灵公子不想让他插手 看了东城卫一眼之后 灵秀就静止向牢房门口走去 东城卫额头浸出冷汗 脸色数次变化之后 忽然间弯腰捂着肚子 哀嚎道 哎呀 不行不行 本官的肚子怎么这么疼 本官要去牢房一趟 你们告诉成令大人 这案子 还是让他审吧 不一会儿 得知东城未闹肚子 无法审案的消息后 东城令心中暗骂一句 但还是换上官服 从后衙走出 来到公堂之上 作证之后 一拍金堂木 沉生对堂下的年轻人问道 堂下人犯 你可知罪 芝麻绿豆大的官也算有官身 因此在公堂上灵秀可以免贵 他抬头问东城令道 不知还请大人明言 东城令在一拍金堂木 诺道 你在戏楼杀人 不知多少人亲眼目睹 难道还想狡辩不成 灵秀问道 既是人命案子 依照规矩 东城牙似乎没有审理的权限吧 东城令冷哼一声 说道 别以为本官不知道你是平安博之子 还是清丽丝文书 真要将你交给清丽丝 指不定他们会怎么为你开脱 本官身为东城的父母官 辖区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 怎么能够不闻不问 此案本官会先过问一遍 到时候 自然会将卷宗移交行不私 那里自有大人会接管 他说的大意凛然 义愤填膺 不知情的百姓 恐怕会真的以为 他是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 东城令在拍金堂木 大声道 灵秀 你对当众杀人一事 招事不招 灵秀耸了耸肩 说道 我有没有杀人 大人难道不是最清楚吗 好啊 东城令气的站起身 从筒中取出一根令签 扔在地面上 说道 当众杀人 还不知悔改 给本官用刑 这等恶人 不让他受些皮肉之苦 他是不会老实的 很快的 就有几名捕快 将各种刑具拿出来 东城令看着灵秀 问道 你是想先受杖刑 攒刑 还是迁刑呢 本官给你一个 自己选择的机会 他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已经在宫堂外 站了很久的身影 缓步走进来 正是奉命调查此案的朱景 陛下 让他先不着急 等着幕后之人跳出来 但此刻灵秀即将受刑 贵妃娘娘说了 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真要让东城令 对他动了刑 惹得娘娘生气 陛下也护不住他 在宫里 他最怕的人就是贵妃娘娘 朱景抬头看着东城令 问道 你刚才说 刑部有人会接管此案 那人是谁 外面忽然闯进来一个 扰乱宫堂的人 东城令愣了一下 立刻就回过神来 陈生道 你是何人 有何资格质问本官 来人 将他拖出去 一会再审问 不说是吧 朱景没有在看他 而是抬起手 向前挥了挥 说道 拿下东城令 先杖刑 再攒刑 最后迁刑 直到他说出来为止 他话音落地 十余名身穿黑袍的蒙面人影 从外面走进来 分裂宫堂两边 与此同时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东城牙的地面 竟也开始微微震动 衙门外 附近百姓看着 一列列全副武装的禁卫 里三层外三层的 将东城牙围起来时 也被吓到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连禁卫都来了 禁卫为什么会把衙门围起来 出大事了 一定是出大事了 此时宫堂之上 东城令看到那些黑衣人 以及他们衣服的花纹标志 惊得直接从位置上站起身 颤声道 秘 秘贞斯 在王兜 要说东城令最怕什么 不是顶头上司 不是什么权贵 也不是永平侯 甚至不是皇帝 而是秘贞斯 朝廷这个部门 就像是躲藏在暗处的毒蛇 不出现则已 一旦出现 必定有人要家破人亡 不知道这次倒霉的是谁 哦 是他自己 东城令直接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朱锦看了躺在地上的东城令一眼 淡淡道 弄醒他在行刑 东城牙 后牙 东城卫躲在茅厕中 强行忍受着这里的恶臭 也没有出去 直到他估摸着时间差不多 他也实在忍受不了这里的臭味时 才冲出了茅厕 站在院子里 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下一刻 他的呼吸就停滞了 因为他看到院子里除了他之外 还站着数十道身影 那一排排身披甲咒 手拿兵器的是禁军无疑 可衙门里为什么会有禁军 而那些一身黑衣 还以黑沙遮面的人 东城卫也不陌生 那是秘贞斯的人 让王都官员和权贵文风丧胆的秘贞斯 也来了 东城卫刚一出现 数十道锐利的目光 就齐齐地射向他 下一刻 东城卫双膝一软 跪倒在地 双手高举 颤声道 别抓我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啊 东城牙 宫堂上 灵秀对朱锦拱了拱手 说道 多谢朱总管相救 朱锦摇头道 你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陛下和娘娘吧 那人对娘娘无礼 死有余辜 而他们背后的人 一个也别想跑掉 正是重点的清洗对象 刚刚被人用水颇醒的东城令 文言又干脆地晕了过去 随后 朱锦眯起眼睛 用似笑非笑的眼神 看了灵秀一眼 压低声音说道 不过 你的胆气 也实在是令咱家佩服 连陛下和娘娘都敢算计 这一次 是娘娘护着你 下一次 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朱锦的语气中 带着浓浓的警告味道 灵秀心中一惊 后背瞬间出了一层冷汗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的计划 应该是没有明显漏洞的 而且 贵妃娘娘出宫后 灵宠的状态 也的确恢复得很好 说明他的治疗方法没错 从始至终 他都是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太可能露出破绽 任灵秀绞尽脑汁 也没有想到 这次之所以会被看穿 其实是因为他上次给夏皇 留下了LYB的印象 好在从朱锦的态度来看 陛下好像不打算计较他的欺君之罪 但这也给灵秀提了个醒 以后万万不可自作聪明 这次之事 实在是没有办法 灵府势单力薄 无论从哪个方面 都不能和一等侯府抗衡 他必须赌 也只能赌 还好 他赌对了 东城令晕过去没多久 便又被密贞司的人弄醒 未曾等到用刑 他便将一切都招了 包括他如何受永平侯之子杨轩的指使 提前安排捕快在灵秀周围 打算将此案做成铁案 尽快移交刑部 并且将刑部的街头官员都供了出来 他原本的计划是 如果事情败露 他就一力承担所有责任 万万不能将杨轩弓出来 但此刻由不得他不老实 静卫和密贞司一起出动 他断然没有替杨轩隐瞒的可能 此案的严重程度 已经远远超出他能自己抗下的程度 这时 东城卫 以及汪红 吴庆义等 也被密贞司的人带了过来 准备一起盘问 灵秀看了看东城卫 对朱锦道 朱总管 此案应该和东城卫无关 刚才在牢房中 他还提醒过我 灵秀的这句话轻描淡写 但听在东城卫耳中 却仿佛天籁之音 这一刻的灵秀 在他眼中光芒万丈 宛如再生父母 朱锦看了看灵秀 然后道 既然如此 就放了这位大人吧 东城卫和吴庆被放开后 便立刻走上前 躬身道 多谢公子仗义之言 多谢总管明察秋毫 朱锦微微点头 然后对密贞司诛人道 一部分人 去刑部拿人 另外再来几个人 和我去永平侯府 既然陛下说了 作为罪魁祸首的永平侯之子 自然也难逃制裁 而此时 永平侯府 杨轩刚刚回到家 得知灵秀被抓进东城牙 计划顺利进行后 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灵秀当众杀人 无数人亲眼目睹 东城牙和刑部 他又已经额外关照过了 这桩罪名他逃不掉 只要落实了灵秀的杀人之罪 虽然他大概率能免于一死 至少也是个流放的下场 到时候 那桩婚约 自然也失去了效力 赵家就算是再信守承诺 也不可能将灵俊嫁给一个罪犯 他间接地为赵家 找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赵家是不是该谢谢他 想到这里 杨轩的嘴角不由地 浮现出一丝笑容 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高兴 这时 一道低沉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杨轩抬起头 看到一道身影 从前面走来 立刻面色一正 恭敬道 爹 那面色影现威严的中年男子 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听管家说 你在和平安博之子作对 杨轩知道他做的事情瞒不过父亲 也并未否认 说道 他配不上邻居 中年人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问道 你配得上 杨轩沉默片刻 摇头道 我连艺术能力都没有 我也配不上 但他更配不上 他那么美好的人 怎么能嫁给那个废物 中年人道 那是父母之命 媒朔之言 杨轩猛然抬起头 面色有些猙獰地说道 狗屁的父母之命媒朔之言 两个不知道死了多少年的老东西 偏偏要决定别人的命运 我知道我配不上他 哪怕是他嫁给太子 嫁给赵王 我都没有意见 但嫁给那个废物 我不服 中年人目光古井无波 与其却有些失望 摇头道 轩 你让我很失望 自从数年前 你见过那赵家女子之后 眼里就只有他一个 你可曾想过 你是要继承杨家这弱大家业的 什么家业 我不在乎 杨轩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说道 只要能看着他好 我便知足了 看着他痴迷的样子 永平侯眼中失望之色更浓 随后 他的目光再次恢复了古井无波 淡淡说道 你恐怕要失望了 林家和赵家的婚约 是不可能取消的 就算是林家想取消 赵家也不会取消 最重要的是 陛下不会同意 杨轩猛地抬起头 质问道 为什么 永平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忽然转过头 望向某个方向 一道道黑影身影 从那里走来 将杨轩团团围住 朱锦走到永平侯面前 拱手说道 咱家见过侯爷 永平侯道 朱总管客气 不知总管今日来杨府 有何要事 朱锦看了杨轩一眼 目光再次望向永平侯 说道 侯爷 不是咱家说你 侯爷你英明一事 咱家很佩服 但你对于儿子 实在是属于管教了 这一次 他可是 捅下了天大的篓子 杨轩满面震惊 我 我怎么了 离开东城牙之后 灵秀并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了皇宫 为了方便给贵妃的灵宠看病 夏皇给了他一块腰牌 拿着这块腰牌 可以在宦官的带领下 进入后宫 但也仅限长春宫 进入长春宫后 就有一团白影 从殿内飞出来 铺在了灵秀怀里 小家伙蜷缩在灵秀怀里 脑袋在他胸口拱啊拱 高兴道 你这么快就来看我了 贵妃娘娘也从殿内走出 看到灵秀时 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几眼 问道 他们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灵秀道 没有 竹公公去得很及时 贵妃娘娘这才露出笑脸 说道 量他也不敢不听本宫的话 否则本宫扒了他的皮 贵妃娘娘身材高挑 站在灵秀身边 也只比他矮一点点 灵秀低头道 娘娘 学生这次来 是向娘娘请罪的 贵妃瞥了他一眼 问道 你治好了南南 还想办法让本宫开心 有什么罪 贵妃娘娘的确是凶了一点 可他对自己的爱护 却一点都没有假 灵秀不想骗他 便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在陛下告诉他之前 他还是坦白从宽的好 就算贵妃娘娘要罚他 他也认了 以他对贵妃娘娘的了解 看在这小东西的面子上 他应该会对自己从轻处置 听完灵秀的话 贵妃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片刻后 他才开口问道 你说 这一切都是永平侯之子在陷害你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灵秀点了点头 将之前的事情也如实相告 贵妃皱起眉头 说道 这个姓杨的还真是阴险狡猾 总是躲在背后捣鬼 本宫最讨厌这样的狡诈之徒了 然后他又看向灵秀 问道 所以 你先激怒他 令他生出报复之心 然后躲在家里不出来 让他等得迫不及待 这样 只要你一出门 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动手 你叫本宫出宫 就是为了借本宫的手对付他 灵秀连忙解释道 也不完全是这样 学生也是 看娘娘近日心情不佳 听双双姑娘说 太医院开了些方子 娘娘服了也不见好 于是想让娘娘出宫散散心 如果那杨轩真的要选在那个时候 对学生下手 就算他倒霉 贵妃娘娘美目看向灵秀 一采连连 说道 没想到你平时看起来呆呆的 竟然这么聪明伶俐 还能想到这种办法 以你的身份 要和一等侯府抗衡 真是难为你了 灵秀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说什么 怎么同样的事情 杨轩做就是阴险狡诈 灵秀明明比他更阴 到了贵妃娘娘眼里 就是聪明伶俐了呢 这也太双标了吧 不过 这种双标 他喜欢 贵妃娘娘看着在灵秀怀里撒欢的灵宠 美目中酝酿着笑意 说道 本宫还没见过南南 对哪个外人这么亲密过 看来他也知道谁对他好 你记得 以后你就是我长春宫的人了 要是有人敢欺负你 你就告诉本宫 本宫替你做主 一开始 灵秀觉得淑妃娘娘待人很好 但现在 他越来越喜欢贵妃娘娘了 尤其是喜欢他的户短 对于外人 他很少有好脸色 但他对于自己人 也是真的好啊 因为从小缺爱 所以 只要有人对他好一分 他就忍不住想害对方十分 贵妃娘娘身份高贵 什么都不缺 灵秀没什么能给他的 唯一能做的 就是带给他更多欢乐 他对这灵虫宝贝的紧 灵秀就教这小家伙 讨好贵妃的方法 让他对贵妃亲密一些 这小家伙 为了灵秀能经常来看他陪他说话 对灵秀 可谓是言听计从 主动地离开他的怀里 在贵妃身边飞来飞去 还时不时地飞上去 在他脸上轻着一下 贵妃被灵虫 逗得喜笑颜开 他看着灵秀 问道 南南以前从来不会对本宫这样 莫不是你教他的 灵秀笑了笑 说道 学生哪有这个本事 应该是娘娘天资国色 美艳无双 就连灵虫也抵挡不住娘娘的魅力 贵妃只是笑笑 说道 本宫老了 你也不用边瞎话 哄本宫开心 灵秀正色道 娘娘哪里老了 您和明和 公主站在一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姐妹呢 与长春宫一墙之隔的树上 红裙少女再也听不下去了 纵身从树上跳下来 暗自催了一口 不屑道 呸 不要脸 马屁精 长春宫 平日的长春宫 气氛总是很沉闷 今日却充满了欢声笑语 心情沉郁许久的贵妃娘娘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停下来过 今日来心中的郁闷和惆怅 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就连宫内的小宫女 也被灵秀斗得咯咯直笑 最后 贵妃更是弯腰捂着肚子 连连道 你别说了 本宫肚子都笑痛了 本宫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有趣 长春宫的宫女宦官们 对她都是恭敬异常 说话陪着十万分小心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灵秀一样 小嘴像抹了蜜一样 每句话都能让她心花怒放 站在院子里的宦官 更是心中庆幸 幸好这家伙没有进宫来 要是她近身进了后宫 就凭这张嘴 恐怕没几天 就能坐到总管的位置 这舌战莲花 口若悬河的 哪位娘娘受得住 林秀脸上露出 不好意思的表情 心中却很淡定 上辈子交了那么多女朋友 她能不知道 怎么夸女孩子吗 姬操 物六 怎么花式夸女孩子 同样是一个海王的自我修养 贵妃娘娘笑够了 才直起身子 平息了一下起伏的胸口之后 说道 今天就到这里吧 本宫去找陛下 你家的爵位 是有点太低了 本宫去让陛下生一生你家的爵位 免得什么猫啊狗啊的 都想欺负本宫的人 不多时 林秀缓步走出长春宫 站在漫长的宫道上 她长长的舒了口气 这算不算是抱上了贵妃娘娘的大腿 不 应该是没腿 可能是上辈子 都是姑娘绑着她 重活一世 老天可怜 年纪轻轻 就让她过上了处处吃软饭的日子 修行靠灵音 听取不花钱 被人欺负了 有贵妃娘娘撑腰 这样的日子 真的很美好 林秀正要出宫 却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 明和公主用不屑的眼神看着她 咬牙道 马屁精 不要脸 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厚颜无耻之徒 后宫林秀已经十分熟悉了 直到长春宫和瑞东宫 只有一墙之隔 刚才她隐隐看到 墙外的树上似乎有影子在晃动 原来是明和公主在偷听 林秀问道 我怎么马屁精了 明和公主道 别以为我没听到 你刚才在长春宫 是怎么夸贵妃的 林秀疑惑道 我说的有错吗 明和公主一时宇至 关于林秀夸贵妃的话 她还真没办法反驳 什么天资国色 美艳无双 这并不夸张 贵妃娘娘是公认的后宫第一美人 无论是身材还是美貌 亦或是气质 都不是其他公妃能比的 可是 她偏偏说贵妃娘娘和她站在一起 就像是姐妹一样 贵妃娘娘已经三十二岁了 她才十六 她是在夸贵妃年轻 还是在说她显老 她双手插腰 气道 你凭什么说贵妃娘娘和我站在一起像是姐妹 你什么意思 林秀道 我只是实话实话 公主难道没有发现 其实你和贵妃娘娘 没眼间有一点相似吗 废话 明和公主当然她和贵妃长得有些相像 但那是因为贵妃娘娘和父皇是表兄妹 算起来 贵妃娘娘是她的表姑姑 她们的身体里流着一部分同样的血 长得像也很正常 但她明明比自己大那么多 怎么就像是自己的姐姐了呢 林秀只能解释道 这只是我的直观感受 贵妃娘娘和公主站在一起 的确像是公主的妹妹 公主可以不认同我的感受 毕竟每个人看法不同 也很正常 我还要事先走了 公主再见 明和公主愣在了原地 妹妹 姐妹这个词 已经够让她生气了 搞了半天 她才是妹妹 那个混账东西 她眼瞎吗 贵妃娘娘个头比她高 胸部比她饱满 屁股也比她大得多 她哪里像妹妹 哪里像了 该死的灵秀 今天要不好好治治她的眼睛 她就不幸连 然而 当她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看不见灵秀了 啊 漫长的公道上 只留下一个抓狂的红衣身影 路过的宦官和宫女 看到发疯似的明和公主 纷纷惊慌躲避 发泄过一番之后 明和公主逐渐冷静下来 刚才灵秀在长春宫和贵妃说的话 她都听到了 除了马屁精夸贵妃娘娘的那些话之外 她还知道了另一件事情 虽然她不喜欢灵秀 但她不得不承认 这个人的确有过人之处 一个小小的三等伯之子 竟然敢算计一等侯府 甚至连父皇和贵妃娘娘都算计进去 而且还算计成功了 王都有这么大胆子的人 恐怕也就她一个 但她居然大胆到赶内含她 这笔账先给她记下 来日必报 灵秀走出皇宫 心情无比明媚 她可以摸着良心说 她从来没有主动得罪过明和公主 可是每次两个人一见面 她就对灵秀出言不逊 不是贬低她就是骂她 一次两次倒也罢了 每次都这样 这谁能忍 以前倒也不是不能忍 毕竟形势比人强 人家是公主 自己没身份没地位 该耸就得耸 灵秀也只是隐晦的还击两句 不敢做得太明显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她有贵妃娘娘坐靠山 凭什么继续惯着她 做人是要有骨气的 如果一直被她这么欺负 敢怒而不敢言 那么她日后注定 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至于会不会得罪明和公主 这重要吗 哪怕灵秀什么都不做 她也总是主动找茬 冷嘲热讽不断 既然如此 那她为什么不让自己舒服点 当然 明和公主和杨轩不一样 杨轩是永平侯之子 永平侯府全是滔天 她有无数手段可以对付灵秀 明和公主虽然身份地位更高 但她是公主 身边除了一个小宫女 其实没有别的势力可以调动 她的报复 最多也就是自己动手揍她一顿 打不过她 灵秀还能跑 从皇宫回家的路上 有一群人从灵秀面前走过 杨轩带着枷锁和脚镣 低着头 被一群人压送着 看他们去的方向 应该是清丽丝 清丽丝负责王都范围内的重案要案 权贵及其子弟犯案 一般也会交由清丽丝处理 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杨轩脚步停下 缓缓抬起头 和不远处的另一道身影目光对视 两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 灵秀对杨轩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说道 真巧 又见面了 今日 清丽丝关了一位重要的犯人 永平侯府大公子 杨轩 永平侯在王都权贵之中 排名极为靠前 势力已经不弱于某些走下坡路的国公 作为侯府的大公子 永平侯爵位的传承者 杨轩在王都 其实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别说触犯一般的律法 哪怕是他当众杀人 清丽丝关差也不敢多看他两眼 曾经的秦聪 也是涉及人命案子 他的父亲 不过是区区一等伯 郎中大人也要让他三分 但今日 这位一等侯府的大公子 刚刚送到清丽丝 便直接被打入天牢 要知道 天牢中关着的犯人 基本是流放起步 杨轩阳公子被关在这样的地方 实在匪夷所思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永平侯府对此 竟然没有一点动作 就像是默认了一样 总之今日的清丽丝 哪里都透着古怪 官员衙役们也不敢多问 还是如往常一样 默默做事 灵秀来到清丽丝的时候 杨轩已经被关进去了 暗读库中 徐文书正在撰写案情卷宗 他一边咬着笔头 一边道 不知道这杨轩杨公子 到底是得罪了哪路神仙 他的罪行被列为机密 被判流放三千里 明月就要启程 杨轩是不可能被判死罪的 这一点 灵秀早有预料 大夏虽然名义上是军权至上 但权贵们的实力也不可小觑 换作一个三等伯二等伯 杨轩的行为足以抄家灭族 但却根本撼动不了永平侯府 一等侯 已经是权贵中的权贵 哪怕是皇帝 也不能说动就动 王都的权贵子弟 许多都无法无天 势律法为无物 也有这一层原因在里面 这里并不是古代华夏 因为艺术的存在 个人能力可以被无限放大 高阶艺术师 一人便可匹敌一支军队 而上面那些权贵家族 之所以能稳如泰山 靠的不仅仅是军恩 还有他们的实力 赵家从三等伯到一等侯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 实现爵位的五连跳 是因为两个女儿的潜力 也是他们未来的实力 伯爵暂且不说 在大夏 爵位达到侯爵 公爵的 乃一家不具有 雄厚的底蕴和实力 最顶级的那些公侯之家 连皇帝都要忌惮 说到底 这是一个实力为尊的世界 大夏 是权贵的大夏 而皇家 则是大夏最大的权贵 杨轩的死罪可免 但刘芳对他来说 也就是比死好那么一点而已 灵秀走到重刑犯牢房门口 对牢头笑道 老钱 我下去看个犯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 灵秀现在可谓是 清丽丝的交际花 人缘乃是独一份 牢头听完 二话不说 打开牢门 对灵秀道 灵大人去吧 不过看着点时间 别太久了 灵秀笑了笑 说道 知道了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下了天牢 一股腐烂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 灵秀伸出手掌扇了扇 走到最里面一间牢房 站在门口 缓缓说道 这里的味道 比东城牙的牢房还要难闻 杨轩缓缓转过身 他的脚料和枷锁已经去掉了 整个人除了头发有些凌乱 站在那里 依然有一种不凡的气质 这种顶级权贵之家养成的气质 即便是身陷牢狱 依然没有消失 他望着灵秀 没有愤怒 也没有落寞 只是平静地问道 是巧合 还是你在算计我 灵秀道 这重要吗 杨轩看着他的眼睛 片刻后 才再次开口 看来 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了 那天晚上你故意激怒我 让我提前了对你的计划 然后又躲在家中不出 给了我充足的准备时间 又让我焦躁着急 等你一出门 就迫不及待地对你出手 而在这之前 你早就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说服贵妃娘娘出宫 直到我出手 此时此刻 杨轩望着灵秀 眼神中尽有些钦佩 感慨道 灵秀啊灵秀 你可真因啊 让我不得不佩服 灵秀不好意思道 彼此彼此 杨轩道 我没你因 灵秀道 你也别谦虚 你的那些手段 我也很佩服 如果不是我比你运气好 可能已经被你因死了 两人对视一眼 不知为何 曾经剑拔弩张的敌人 王败寇 这是规则 灵秀接着问道 秦聪找我麻烦 是你指使的 事已至此 杨轩也不再装傻 点头道 是我 其实原本我没有机会 但是碰巧你和秦聪结了院 我就顺便让他废了你 那时候 你也根本不会怀疑到我 说到这里 他脸上竟浮现出一丝好奇 问灵秀道 其实有个问题 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你以前胆小如鼠 那天在清立司公堂 怎么敢站出来 为那女子主持公道的 这不是我了解的灵秀 灵秀很意外 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没想到 最了解他的 不是他的亲人朋友 居然是杨轩 如果还是以前的灵秀 当然不会站出来 但没有人知道 他的身体里 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灵魂 灵秀没有解释杨轩这个问题 杨轩也没有深究 又问道 还有一件事 无论是秦聪 还是天香楼 亦或是王威 我自认为都安排得天衣无缝 你又是怎么知道 他们背后是我在指使 灵秀笑了笑 说道 说起这个 你的安排的确可以 每一次找我麻烦 都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问题 其实出在王威 宁儿姑娘告诉我 王威以前没有追求过她 这样一来 她莫名其妙向我挑战 就一点重重了 杨轩叹了口气 说道 百密中有一书 是我大意了 王威喜欢的是秦婉 我应该找一个宁儿姑娘的真正追求者 灵秀道 还别说 王威虽然办事不利 但眼光不错 灵秀也道 是吧 你也觉得秦婉比薛宁儿好 灵秀赞同道 那是 薛宁儿虽然也不错 但我儿姑娘才是永远的神 短暂的沉默之后 两人都意识到 他们跑题了 灵秀意外地看着杨轩 问道 你好像一点都不生气 杨轩反问道 气什么 既不如人 心服口服 在我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被人用我擅长的方法打败了 有什么好气的 简单来说 就是在两个LYB的交锋中 他没有因过灵秀 既不如人 生气只是无能的表现 灵秀脸上露出想不明白的表情 再次问道 我后来调查过你 你和秦聪那些人不一样 你不欺压良善 也不强强名女 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不坏 怎么就总是和我过不去 杨轩很直白地说道 因为你不配 说完他又补充一句 你配不上赵姑娘 他和你在一起 不会幸福的 这一句话说得灵秀很不服气 问道 我不配 你就配了 杨轩道 我也不配 这下灵秀就没话说了 此人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灵秀不能和他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他说得对 这就很让人生气了 他本来是来搞敌人心态的 没想到自己的心态 先有崩掉的迹象 这是个赵灵俊的脑残粉 脑残粉是没有理智的 灵秀不打算和他继续废话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刺杀我的刺客 也是你找的吧 杨轩想也没想 摇头道 不是我 我只是想废了你 没想杀你 这一点 你应该看得出来 灵秀看了杨轩一眼 没有从他眼神中看出任何异样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他没有理由骗自己 难道说 那天晚上刺杀他的 真的另有其人 这时 杨轩忍不住笑了出来 灵秀没好气道 你笑什么 杨轩道 我笑你啊 你真可怜 连谁想杀你都不知道 或者可以这么说 王都想要你死的人太多了 你数不过来 灵秀不再理会杨轩 转头就走 这家伙说话太伤人了 王都想要你死的人太多了 你数不过来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 他回头看了杨轩一眼 说道 不会说话就少说点 小心流放的路上被人打死 回到灵府时 灵秀站在门口 平复了一下心情 将脸上的阴郁之色引去 换上一副笑容 然后大步走进府门 平安伯夫妇就站在院子里 灵秀走进院内 微笑说道 爹 娘 我回来了 平安伯夫人走上前 帮灵秀整理整理了额前的乱发 说道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快去洗手 我们今天吃涮锅 就等你了 涮锅有点类似于火锅 一般是用铜锅炭火 白水煮开后 将喜欢的肉类或是蔬菜 放在其中涮熟 这种吃法 在权贵家中并不多见 反倒是百姓家中见的多一点 礼法森严的权贵之家 大多是分餐制 百姓就没有那么多讲究 灵府已经没落多年 一些生活习惯 早已和百姓无异 宽敞的院子里 架起了两口铜锅 三位主人一桌 四位仆人一桌 地上还摆了一个大碗 那是给大黄的 周云将锅里煮熟的肉卷 全都夹到灵秀碗里 说道 你修行辛苦 要多吃一点 灵秀微微一笑 说道 知道了娘 无论外面有多少危险和算计 只要进了家门 这里带给灵秀的 就只有关心和温暖 活了两辈子 灵秀才第一次体会到家的感觉 他对眼前的一切都十分珍惜 外面的风雨再打 他也会想办法一力抗下 不会让他们 吹进灵府一分一喉 只是现在的他 明显还没有这样的实力 他谋划了许久 冒着极大的风险 才解决了杨迅一个麻烦 那对他痛下杀手的幕后之人 依旧没有找到 实力 他迫切地需要实力 在这个弱肉强时 实力为尊的世界 只有拥有绝对的实力 才能守护他所珍惜的东西 依靠着自己的勤苦 灵营的帮助 甚至是压榨 加上皇宫 治兵提供的元金 以及自己花重金买的那些 他才堪堪觉醒了第二次 若是将之辙算成修行的时间 差不多是一年 也就是说 灵秀从第一次觉醒到第二次觉醒 正常修行的情况下 需要一年时间 从这点看 艺术院对他的潜力评级 是有严重低估的 他不是18岁才觉醒能力 而是穿越过来的第一天 从修行速度来看 或许进不了天资院 但进地资院绰绰有余 一年觉醒第二次 这种天赋 说不上最好 但也绝对不差 大概是中等稍微偏上的水平 这辈子如果顺风顺水 快40岁的时候 应该可以堪堪觉醒五次 如果他能活到100岁 并且每天辛苦修行 也不是没有觉醒第六次的可能 因为每一次觉醒 都会比前一次更难 他从第一次觉醒到第二次觉醒 用11年 那么第三次觉醒 至少也要两到三年 这还是没有算上瓶颈期的理想情况 三年 对灵秀来说 太长了 就算是三年后 他顺利晋级 也还是玄阶下品的菜鸟 而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觉醒第五次 也就是拥有地级以上的实力 才算是真正的踏入了强者之路 当然 那对于灵秀来说 还太过遥远 眼下对他来说 第三次觉醒 就是一个难关 元经的存在 可以加速艺术修行 但一般没有人这么干 一只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异兽元经 只能抵得上一天的修行 对于高阶艺术师来说 这是很不现实的 冒着生命危险 击杀一只异兽 只为了一天的修行 这也太不划算了 还不如留着元经 万一与人对战 可以在原力耗尽时 瞬间恢复 比别人多了一倍的续航时间 无异于多了一条命 况且 高阶元经的数量极其稀少 想要纯粹地靠元经突破 他们要杀数千 甚至上万只同阶异兽 这些异兽都可以毁灭一个国家了 哪来那么多让他们杀的 只有低阶艺术师 才有单纯利用元经修行的可能 灵秀算了算 他想要觉醒第三次 大概需要八百颗以上的 二阶异兽元经 十颗左右三阶异兽元经 用试价计算 大概需要白银十万两 而从第三次觉醒到第四次觉醒 则需要两千颗以上 三阶异兽元经 保底十颗四阶异兽元经 换算成白银 已经超过了两百万两 到了这时候 银子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 一千多颗三阶异兽元经 哪怕是整个王都都凑不出来 在网上利用元经修行的路 会被彻底堵死 而且 单纯用元经修行 是十分奢侈的 一个同阶元经的价值 绝对不止一天的修行 这种方式 和上厕所没带纸 用银票擦屁股 没什么两样 还是一百两面值的那种 一次是逼不得已紧急避险 几百次就是钱多烧的 但课经 的确是低阶艺术师修行的 无上捷径 没有之一 灵秀目前的状况是 他想要克金 却克不起来 上个月累死累活 掏空身体 才赚了一万两银子 大部分都给母亲留作家用了 灵秀只留了一千多两 还全都买了元经 现在的他 身上连一百两银子都掏不出来 短时间内赚到十万两 除非他去抢 作为穿越者 灵秀手里当然也有几个 搞钱的办法 但都绕不开生意二字 可他一没人手 二没启动资金 三没时间精力 要什么没什么 这生意暂时没法做 而且经历了天香楼一事后 灵秀很清楚 王都的生意 没有那么好做 没点背景 生意做得越大 只会是给别人做了嫁衣 小小的三等伯父 能守得住多大的产业 虽说还有贵妃娘娘这个靠山 但她远在后宫 其实能帮灵秀的狠手 灵秀也不可能每次遇到事情 都去麻烦她 次数多了 就算贵妃娘娘再喜欢她 恐怕也会厌烦 和女子相处 要懂得适当地保持距离 否则便会过犹不及 甚至招致厌恶 这也是灵秀经历 无数段感情后 得出的一点小经验 灵府众人都在开心地 吃着涮锅 根本不知道 这短短的时间内 灵秀的脑海中 已经有无数个念头闪过 某一刻 虚掩着的府门 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随后 李总管就带着几名小宦官 走进来 看到院内的情形时 他笑了笑 说道 灵公子 吃着呢 灵秀微一愣之后 便站起身说道 李总管来了 坐下来吃点 李总管摆了摆手 说道 不用了 我这次是来传旨的 一会儿还要回去复命 灵公子 平安伯 先别吃了 接纸吧 听说有圣旨到了 平安伯夫妇立刻站起身 恭敬地站在一旁 灵府的下人 则是都跪了下来 就连大皇都老实地趴在了地上 权贵见了皇帝 是不用下跪的 这是他们的特权之一 同样的 强大的艺术师 也不用跪拜皇帝 实力至上 才是这个世界不变的法则 平安伯低着头 满是疑惑 圣旨 怎么会有圣旨来灵驾 灵驾已经有几十年 没有接到过圣旨了吧 李总管先是看了看平安伯 笑道 恭喜平安伯 晋升二等伯 平安伯愣在原地 连圣旨都忘了接 他想不通 他平日就待在家里 什么也没有做 怎么就晋升为二等伯了 二等伯和三等伯 虽然只有一次之差 但意义却截然不同 三等伯是最低的权贵 下一代就会沦为普通百姓 二等伯虽然没有指高了一阶 但家族至少还会延续一代富贵 几十年光景 李总管站在那里 已经开始宣读圣旨了 圣旨文周周的 用于很官方 灵秀听了的大概 皇帝陛下的意思是 灵秀为皇室治兵辛苦 又数次救治贵妃灵宠 为贵妃排解忧愁 其心可嘉 从今日使 其父平安伯 晋升为二等伯 同时 赐与灵家良田百请 眷百匹 丫鬟仆役供识人 说实话 灵秀此刻也有些惊讶 他以为贵妃娘娘 是在和他开玩笑 没想到他玩真的 他为皇宫治兵 陛下已经赏赐了他一座宅子 没理由再赏 如果说 这其中没有贵妃娘娘的原因 灵秀打死都不信 大夏封爵是有规矩的 那就是 几乎不封年轻一辈 就算是年轻一辈 挣下了功劳 受封的 也是家中长辈 赵家就是一个例子 未来岳父大人 生了两个好女儿 直接完成了爵位的五连跳 自己的父亲 也才晋升了一级而已 不过 长辈寿风 和子辈寿风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毕竟家里的爵位 是要继承的 除非是次子 或是数子之功 才会有所区别 灵秀是家中独子 自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平安伯这时才反应过来 他的爵位晋升 竟然是因为儿子 这一刻 他不由地想起 灵秀曾经开玩笑地和他说过 要给他挣一个国公当当 虽然他没有幻想过 有一天能当上平安宫 但也同样没想到 有生之年 他的爵位 还有再生一级的机会 这些年 朝廷在风诀进爵上 整体政策是收紧的 毕竟 权贵的爵位不像官职 官员还需要再其位谋其政 为国家朝廷做出贡献 才能拿到俸怒 但权贵不同 权贵们是不是劳作的 他们只是躺在家里 朝廷每年 也要拨出一部分财政来养他们 说白了 这些人就是社会的蛀虫 不能创造价值 只会消耗社会价值 如果他们能老老实实地 躺在家里 倒也罢了 因为权贵的特权 使得一大部分权贵子弟 养成了娇奢淫逸的 不正之风 欺压良善 为祸百姓 不仅是社会的蛀虫 还是祸害 当今陛下似乎早就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所以从早年开始 封爵和尽爵就变得很谨慎 非滔天大功不尽不封 权贵的福利也一再削减 以至于爵位最低的那些三等伯 不仅俸禄低的可怜 连封地也被收回了 其实和平民百姓 没有什么两样 说起陛下打压权贵的手段 其实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 因为他能控制的 也就只有一些小权贵 确切的事就是三等伯家族 那些真正的豪门世家 根本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邻家以前的日子过得还可以 之所以加速没落 和陛下刚刚登基时 对权贵的打压不无关系 比起三等伯 二等伯稍微好一点 有封地 俸禄也高一些 勉强可以算是最底层的权贵 别看爵位只有一级之差 代表的意义却截然不同 如今就算是有人想要 算计灵秀 顾虑也要多一些 也基本不可能再发生 堂堂二等伯之子 被东成崖西成崖的捕快 随随便便抓进大牢的事情 李总管宣读完圣旨 拿了平安伯父人 奉上的谢银离开后 灵秀就被家里人围起来了 秀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陛下怎么忽然给我禁绝 还赏赐了封地和丫鬟下人 灵秀知道 这都是贵妃娘娘的功劳 但这其中的细节 他并不想过多解释 要是让他们知道 自己被人算计 又进了一次大牢 还差点被严刑逼供 恐怕又得为他担心 灵秀只是笑了笑 说道 爹你忘了 我说过 要给你挣个一等功当当 这才二等伯而已 你激动什么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平安伯忍不住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说道 这种话说出去 是要被人笑话的 以后不许再说了 话虽这么说 他的嘴角 却都要咧到耳朵后面去了 虽然禁绝不是因为他自己 但他却比自己立功禁绝还要高兴 因为他生了一个好儿子 王都别的权贵家族 子嗣不给家里惹活添麻烦 就已经是烧了高香了 指望儿子立功给他们禁绝 恐怕那些人做梦都不敢那么想 周云对丈夫拍儿子的脑袋很不满 在他腰间凝了一下 错没道 儿子给你挣了个二等伯 你还意见了 再打笑的脑袋 你以后就睡书房去 灵绣担心父母继续追问风绝的缘由 借口自己累了 溜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在心里感叹 贵妃娘娘还真是说一不二 从他说要给灵家提升爵位 到圣旨上门 还没过一个时辰 二等伯的爵位不高 甚至可以说很低 可心境的二等伯却不一样 这说明这个二等伯 视入了陛下眼的最起码短期内 谁想针对灵绣或者灵府 都得好好斟酌斟酌 灵绣并不想因人或者被人因 也不想煞费苦心的算计某人 他只想好好搞钱修行 希望杨轩之后 没有人再来烦他 王都的权贵圈子中 今日引起了一场小范围的轰动 平安伯晋升为二等伯 功力并没有压着 在短短半日时间内 就在王都权贵圈子里传开了 一个二等伯的事情 本来不会引起那些顶级权注意 可这个二等伯是心境的 意义就全然不同了 陛下这些年来 一直在控制权贵的分风和晋升 只有寥寥几位 真正立下大功的 所以权贵们的爵位 整体是呈下降趋势的 在这种形式下 居然还能有人逆事上 就显得非比寻常了 一时间 他们纷纷开始调查 平安伯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竟然能让陛下破例禁绝 当然 众人能够查到的 也仅仅是平安伯之子 觉醒了兵之艺术 前段时间一直在为皇宫制兵 那一个月 可是将他们热坏了 虽说陛下仅仅因为此事 就提升了平安伯的爵位 有些讲得重了 但也说得过去 一个二等伯而已 是高兴脑热做的决定 只能说平安伯运气好 调查清楚之后 众人也就将此事忘到了脑后 陛府这两日很热闹 以前家里十分冷清 逢年过节 也不见有人上门拜访 这两天则时不时的 就有人登门 这些人里 有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更多的是王都权贵 一些三等伯 二等伯府上 都遣人送上了贺礼 这些人平日里 和陛府都没有什么交情 这次送的礼却不清 像是大家很熟的样子 这些都是人情世故 灵秀理解 但是家里从早到晚 人来人往 让他心中烦躁 无法尽心修行 于是灵秀离开陛府 带着孙大力 向梨花院走去 心烦意乱的时候 也只有彩仪姑娘的声音 能给他带来内心的宁静 梨花院门口 孙大力道 少爷 你大概多久结束 我到时候来接你 灵秀奇怪道 你不在这里等着吗 孙大力看了他一眼 说道 少爷 你确定要我在这里等着吗 万一二小姐 回来看到 灵秀毫不犹豫地摆了摆手 说道 现在就走 走到远远的 不要在这附近出现 一个时辰之后再来接我 大力终于开窍了 这让灵秀很欣慰 虽说灵依现在在外婆家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灵秀可不想关键时刻 又被他抓个正着 走进梨花院时 这里意外地没有开张 灵秀走进去 问一名少女道 今天不做生意吗 那少女看到灵秀时 眼前一亮 立刻道 公子您来了 我去叫采姨姐姐 少女旋风一样冲进后院 没多久 采姨就匆匆走进来 她看着灵秀 担忧道 公子 您没事吧 灵秀这才意识到 她那日从梨花院被抓走 后来从皇宫出来时 望了来这里报一声平安 她看着采姨 歉意道 不好意思 这两日有很多事情要忙 忘记 告诉你们一声了 我没事 采姨松了口气 说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灵秀看着空无一人的大堂 问道 今天怎么没有开张 采姨解释道 因为前两天 楼里发生了命案 官府封了这里 还没有告知 我们可以开门 这道命令 应该是东城崖下的 灵秀道 等会我去崖门催一催 案子已经结束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你们赚钱不容易 一天不开张 就少一天的生意 不多时 梨花院二楼雅间之中 采姨沁了杯茶给灵秀 韩笑问道 公子今日还要教我新曲吗 灵秀道 这个先不着急 上次 我给你的曲谱 你有练吗 感觉怎么样 采姨点了点头 说道 我每日都在练习 那几个曲谱 真的很有用 我练了几日 已经能够感觉到 体内有一种力量出现了 随后 她走到一个柜子前 从中取出了一本书册 双手递给灵秀 说道 这曲谱我已经抄写了一遍 这本书还给公子 灵秀将此书收起来 这是她从艺术院借的 还得按时还回去 随后 她又对采姨道 采姨姑娘 可否再让我为你百次卖 采姨没有说话 却主动地伸出手 挽起衣袖 露出雪白的浩腕 灵秀将右手三根手指 放在她的手腕上 下一刻 嘴角便忍不住 浮现出一丝笑意 她体内的那股力量 终于有反应了 她猜得果然没错 上次之所以 没能复制双双姑娘的能力 是她能力第一次觉醒 所复制的能力数量 达到了上限 等到她觉醒第二次之后 能力大幅提升 已经可以复制更多的能力 但很快的 灵秀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太慢了 她复制采姨能力的速度 太慢了 比复制大力和海棠的都慢 按理说 她比以前多觉醒了一次 就算是速度没有加快 也绝对不会变慢 不过很快 灵秀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是接触面积的问题 枕脉时 她是用指腹和彩衣的手腕接触 枕脉不比握手 两人身体的接触面积太小 所用的时间自然也要久一些 恐怕不是一刻钟就能完成的 可枕脉枕一刻钟 也还勉强可以圆一下 要是枕一个时辰半个时辰 傻子也能看出来有问题吧 果然还是要炮他 想到这里 灵秀果断地收回了手 彩衣姑娘的能力 她其实并不着急获取 日后机会多的是 而且她目前还有一点顾虑 既然第一次觉醒时 她复制的能力上限 是有限制的 第二次觉醒也不会例外 虽然目前灵秀不知道是几个 但一定会有 这种情况下 能力的获取便要有轻重缓急 李伯张的雷霆之力 当然是有机会就要得到的 还有薛宁儿 在她身上错过一次机会 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必须抓紧 反倒是彩衣这里不用着急 两个人之间来日方长 这样的话 也会多出一个能力的位置 这时彩衣忽然看向灵秀 说道 公子 灵秀抬起头 问道 怎么了 彩衣默默低下头 脸色微红 说道 我看到书上说 艺术是不能通过把麦看出来的 灵秀愣了一下 尴尬道 是吗 彩衣点了点头 说道 我看了好几本书 都是这样说的 女孩子果然还是 不要读太多书 灵秀忽然站起来 说道 今天时候不早了 闭嘴 万一他们下牙就不好了 急匆匆地走出梨花院 灵秀心里无比尴尬 上次他只是 随便找了个 和他肌肤触碰的借口 这次想接着用 没想到被彩衣无情地拆穿了 他不会是认为 自己是在占他便宜吧 不过仔细想想 灵秀又笑了起来 彩衣有没有这么认为 其实不重要 以灵秀的经验 又怎么会看不出来 彩衣对他是有益的 否则 他就不是羞涩的脸红 而是一巴掌扇过来 女孩子先产生好感 两个人确定关系就容易多了 如果他不是还有婚约在身 最多三天就能将他拿下 可惜他答应了灵姻 只能等他姐姐回来再说 出了梨花院 孙大力还没有过来 灵秀一个人 向东承崖的方向走去 这地方灵秀已经来过两次了 这是第三次来 却依旧有些陌生 不是灵秀健忘 而是衙门里全都患上了新面孔 不仅捕快他一个都不认识 甚至看门的小卒 也明显是患了一批 灵秀表明身份 找你们程卫大人有事 劳烦通报一声 那牙医道 程卫大人现在不在衙门 您请换个时间再来 灵秀是来帮采医解决梨花院之事的 没想到铺了个空 只好先回到灵府 孙大力站在院子练功 看到灵秀时 差异道 少爷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灵秀道 今天没什么事情 就回来的早些 孙大力道 少爷回来的正好 刚才来了两个人 说是找你的 我说你不在 让他们先回去 他们没有走 现在在院子里等着 灵秀刚刚走到自己的小院 就看到东承卫父子 站在院中 表情紧张而又举促 难怪他刚才去衙门他们不在 原来是来家里找他了 灵秀走过去 问道 吴大人 找我什么事情 听到灵秀的声音 东承卫立刻回过头 然后扑通一声 和儿子双双跪下 激动道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灵秀吓了一跳 盲问道 你们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东承卫道 若非公子 那日为下官说话 下官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 今日带着逆子登门 拜谢公子救命之恩 吴卿看向灵秀的眼中 感激又恐惧 感激是感激灵秀为他的父亲说话 恐惧则是后怕 如果那时候 他也和汪红一样 对灵秀落井下石 恐怕过几天被处斩的那些人里 也有他一个 当然 他也恐惧灵秀的阴险 他第二次被抓进衙门 居然还是在算计别人 永平侯堂堂一等侯 儿子都被他算计的流放 当初他选择招惹此人 是多么错误的一个决定 让东成为父子起来之后 灵秀才从他的口中得知 这次事件的后续 东成令因为参与杨轩陷害灵秀的事情 被当场拿下 不仅自己落网 还供出了刑部的一名官员 密贞司一旦出动 即便是小事也会变成大事 没多久 东成令以前做的那些贪赃枉法之事 就被一桩桩一件件地挖了出来 再加上他的儿子 父子两人所犯下的罪行 庆竹难输 直接被依律判了死刑 过几天就要处斩 而东成崖事案的捕快 狱族一等 有一个算一个 也全都被处置 东成为这次不仅逃过了一劫 还因祸得福 顶替了原先东成令的位置 从明日开始 就会正式上任 因为这一切都是灵秀带给他的 所以今天中午 他才带上儿子 备了一份厚礼 来灵府感谢 灵秀挥了挥手 说道 你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你自己 没有像东成令一样 为非作歹 不过你儿子要好好管管 别仗着官员子弟的身份 一哪天招惹了不该惹的人 再把你送进去 吴清闻言 扑通一声再次跪下 连连说道 林公子放心 我以后一定痛改前非 好好做人 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了 经历了两次生死大劫 吴清是真的悔改了 曾经不可一世的东成令之子 每两天就要人头落地 尊贵的永平侯公子 已经在流放的路上 这些事情对他的冲击太大 也是他决心悔改最重要的原因 灵秀又看了看东成位 说道 恭喜吴大人升官 做了东成令 就是一方的父母官 要多造福百姓 也总是想着攀附权贵 你前任的下场你也看到了 老老实实为百姓办事 比什么都强 东成为肃然说道 下官一定谨记公子教会 林秀点了点头 说道 对了 那天梨花院发生了命案 你们衙门到现在 还不让人家做生意 记得解除一下限制 人家小本生意 经不起折腾 东成为点头如捣算 说道 是是是 下官回去就办 回去就办 林秀又道 还有 我有个朋友在梨花院 方便的话 还请大人平日里多多造福一下那里 毕竟那楼里不是老弱就是姑娘 很容易受人欺负 东成为拍着胸膛保证 一定一定 公子放心 谁敢在那里捣乱 本官定然会帮他们做主 有他这句话 林秀就不用担心了 梨花院在东成区 正好是他的管辖范围 而且那地方不是繁华地带 系楼的规格也不高 一般有身份的权贵 不会去那里 他成为东成令之后 基本是照得住的 离开林府 已经晋升为东成令的吴文远 第一时间回到衙门 亲自带人前往梨花院 林秀对他恩同再造 他就拜托了他这一件事 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好 他下次还有什么脸见他 此时 梨花院 面对赖在系楼的泼皮 班主有些无奈 说道 几位客人 并非我们不招待 只是官老爷说了 这几天不让我们开张 实在是没办法 一个一脸横肉的汉子 嘿嘿一笑 说道 你说今天不开张 我也不为难你们 我掏银子 请几位姑娘来我府上唱 还不行吗 班主摇头道 客官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们楼里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 姑娘们都是不出楼的 这些叫姑娘去府上的 不轨的心思昭然若揭 其他楼里的姑娘 不知道这样被祸害了多少 他怎么会为了银子 将姑娘们推向火坑 那汉子在地上催了一口 不耐烦道 这什么破规矩 我又不是不给银子 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让本大爷不高兴 你们这戏楼 也不必开下去了 班主一脸为难 戏楼的邻人姑娘们 也都纷纷后退 吴文元走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几个泼皮在为难梨花院的人 这些泼皮他认识 前任东承令在的时候 几人每个月都给东承令不少孝敬 因此才能在辖区内横行霸道 吴文元那个时候想管 又怕得罪东承令 对此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他是东承崖的一把手 还要去看谁的脸色 他沉着脸 怒道 你们几个混账东西 真是反了天了 来人 给我把他们全都拖出去 每人一百账 就在街上打 本官倒要看看 以后还有谁敢在这里撒野 几个泼皮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随行的捕快牙翼架出去 另有几人从楼内取了长凳 很快的 外面就有惨绝人寰的叫声 此起彼伏 无数路人远远的围观 这些泼皮他们认识 以前他们在城里弃牙百姓 官府都不管 今天这是怎么了 竟然被牙拆被从戏楼里拖出来 打得这么狠 看来 这叫做梨花院的戏楼 有背景啊 梨花院内 一众姑娘们无比意外地看着这一幕 班主也不知道 中间就转变成春风般的笑容 走上前道 你就是这戏楼的班主吧 从现在开始 你们可以打开门做生意了 本官是新上任的东城令 辖区里出了这样的泼皮无赖 都是本官治理不周 以后 如果有人敢在楼里闹事 你们就来东城牙找本官 本官一定为你们做主 班主和梨花院的姑娘们都有些猛 这位新来的东城令大人 这么平易近人的吗 只有彩一向是想到了什么 心里微微一甜 嘴角也让出一丝笑意 直到东城令离开 众女才高兴惊叹起来 这位新来的大人真是一个好官啊 嘻嘻 以后就不用怕那些坏人来捣乱了 姑娘们叽叽喳喳地吵成一片 唯有班主走到彩一面前 看了他一眼 问道 彩一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彩一摇头道 没有啊 班主白了他一眼 说道 没有个屁 还想瞒着我 刚才我就看到你一个人在那里傻笑 不说是吧 不说下次林公子来了 我就说你生病不在 彩一脸上露出慌乱的表情 说道 是公子刚才和我说 要去衙门帮我们催催 我也不知道东城令大人会过来 班主脸上露出笑容 说道 彩一啊 我看那位林公子 是真的对你有意思 否则人家 干嘛对我们的事情这么伤心 彩一双手攥紧一摆 他本来已经将一些心思 深深埋在了心底 但今天发生的事情 又让他不得不多想 可是 公子是有婚约的 那位天之娇女 应该不会允许他那妾吧 哪怕不做妾事 能经常服侍在他身边 为他唱曲也好 一时间 他的心里 开始无限地患得患失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